282章王旭东的剧文 什么 发现了大量的石油 顿时利伦德王子的表情可谓精彩起来 一扫之前的烟郁 哈哈大笑 真主保佑 太好了 利伦德王子此刻的想法就是 哈哈 老子终于翻身了 又将有大量的石油 也完全能给眼下 逼着自己要石油的人交差了 他的那名属下小心的问道 王子殿下 怎么了 利伦德王子心情好 毫不隐瞒的道 问题解决了 托马森的勘探队 在西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油层 有几口钻井 甚至发生了井盆现象 听利伦德王子这么说 这名属下也高兴起来 胆子也大多了 朗生的道 王子殿下 这样一来 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利伦德王子点头道 对 花旗国的代表来得正好 我可以给他们肯定的答复 让他们完全放心 订单没有问题 石油的供应更加没有问题 这个白痴 王旭东设了一个圈套 制造了一个S国西南地区 有大量石油资源的假象 利伦德王子根本就不去具体的落实 仅仅只是听闻托马森的一个电话 马上就有一点得意忘形 利伦德王子更是道 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S国又将发现一座超级大油田 其规模和石油储量不比瓦尔加油田小 正如王旭东所料 这个利伦德王子果然会这么做 居然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到时候 真想出来 S国的西南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石油 看他怎么收场 到了那个时候 等着他的僵尸 世界上那些大国 那些超级石油企业的怒火 估计会将利伦德王子撕成碎片 利伦德王子太狂妄了 正因为狂妄 他没有细想 而是非常得意的去了酒店 面见了花旗国派过来的代表 肯定是当着花旗国代表们的面 拍着胸脯保证 石油没有问题 完全能按照订单要求 如期交付石油 一切正如王旭东所料 龙岛西南海域 王旭东乘船 在宋青松的带领下来了这里 亲自登上了其中一处石油钻井平台 亲自看了钻探情况 作为这支极具实力的石油勘探队的负责人 桑迪向王旭东汇报了勘探情况 最深的钻机已经钻进了海底的岩层 深度超过了200米 且还在飞快的下钻子 桑迪道 王先生 海底的地质情况良好 地形地貌也非常不错 我有预感 这里应该有储量丰富的石油 旁边有一名勘探工程师 更是道 没错 根据我们的经验看 这里应该有石油 文言 宋青松 首先高兴起来 老板 看来这里真有储量丰富的石油 太好了 这样一来 我们在这里就能建设一座大油田 和目前的龙岛一号油田一样 这里的条件一流 距离龙岛数十公里 也不算太远 这里开采出来的石油 能通过海底输油管道直达龙岗 宋青松甚至在想 是不是可以考虑海底输油管道的大建设 哦 您看这些数据 一名技术人员送来了一份数据 桑迪接过来 马上看了起来 看了看之后 信心满满的道 王先生已经毫无疑问 这里有石油 这么肯定 主要的依据就是这些数据 显示这里有石油 至于储量怎么样 这是接来需要探明的 宋青松就在旁边 听桑迪这么说 他敬佩地看了看王旭东 心中想到 不愧是老板 说这里有石油 这里真的有石油 王旭东道 桑迪先生 我们要在这里开发建设大油田 抓紧勘探 为我们接下来的油田大建设提供依据 如石油储量怎么样 分布情况怎么样 这些都需要借桑迪他们弄清楚 并对外进行公布 有了这些 旭东矿业集团就能在此建设大油田 王旭东当然最清楚这里油气资源的分布情况 但仅限于王旭东自己本人知道 并不能为油田的大建设提供依据和数据 将这支勘探队请过来 就是要让他们弄清楚这些 而不是全凭王旭东一个人说 如果没有经过全面勘探 王旭东就说出这里的油气资源储量和分布 那也太惊世骇俗了 在这一带王旭东大致看了一番 然后才乘船离开 回到了龙岛的度假酒店 晚饭之后不久 贺孝云敲门进了王旭东的房间 老板见贺孝云进来 王旭东就知道肯定有情况向自己汇报 连忙招呼道 孝云坐吧 是不是利伦德王子他们有什么动静 贺孝云点一点头 老板 正是关于利伦德王子他们的一些消息 他们在S国境内西南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 那里应该是一座超级大油田 他们准备明天召开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 闻言 王旭东笑了起来 一切按自己的剧本在发展 正如自己所料 这个利伦德王子真的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因为大地震的缘故 S国的石油资源 大面积枯竹竭 丰富的油气资源不知所踪 很多专家推断 应该是顺着地底新形成的断裂带和裂缝等流走了 但应该还在S国境内最多流失到附近的几个邻国 突然面临油气资源的枯竭 事情大调了 很多向利伦德王子订购了石油的企业和国家有一点做不住 派了很多人到了S国 连花旗国都派人过来了 这件事情也成了热点新闻 利伦德王子也处在封间浪口 王旭东暗中加了一把火 制造了一个假象 这个利伦德王子又高调起来 居然要召开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消息一放出去 可能都不用去邀请媒体 很多著名媒体会派人前来 参加他们的新闻发布会 已经在S国的那些石油消费国的代表 那些石油企业的代表们 他们也用不着邀请 估计也会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 这样一来 利伦德王子的新闻发布会 就肯定会成为国际石油行业内的大事 大新闻 汇报完情况之后 贺孝云道 老板要不要我们去制造一点障碍 让他们的新闻发布会 不能顺利的召开 王旭东笑着道 不用让他们开吧 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就成了 等着看好戏 贺孝云有一点不解的 看了看王旭东 王旭东神秘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轻轻的挥手示意 贺孝云心领神会 退出了王旭东的房间 只是心中依旧好奇 有一点搞不明白 接下来的将会是什么好戏 王旭东没有点过 是因为接下来的事情 是自己导演的 一切按自己的剧本在进行 没有必要提前透露 用不了多久 贺孝云他们就会知道 上演的将是什么好事 S国的国都 某著名的大酒店 新闻大厅之中人头攒动 参加这次新闻大会的人 不是一般的多 很多石油消费大国 很多需要石油的大企业 纷纷派人参加 最夸张的是媒体阵容 在记者区 长枪短炮 各种摄像机 大量的镜头 对准了前面的主席台 众记者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趁着新闻发布会 还没有正式开始 整个新闻大厅之中 一片嘈杂 很多人都在热议这次事情 听说S国西南 发现了超级大油田 储量和规模 都在瓦尔加油田纸上 这个利伦德王子 真是走了狗屎运 这么快就发现了新油田 整个新闻大厅一阵热议 时间渐渐过去 当地时间上午九点整 在美光灯的闪耀之下 在一阵阵的卡擦拍照声中 利伦德王子沿着红地毯 后面跟着一帮属下走了进来 利伦德王子的脸上尽是喜色 可以看出来 自从知道在西南地区 发现了新的超级大油田 利伦德王子的心情很好 日子又滋润起来 在新闻发布会上 利伦德王子亲自发言 大肆宣布他们新发现的超级大油田 大肆夸张一番 其实勘探还在进行 储量和石油资源分布情况等等 仅仅只是根据目前勘探结果的一些分析和勘探 推断那里应该有一座超级大油田而已 利伦德王子大肆宣布 新油田石油主量700亿桶以上 质量优良的轻质原油 甚至还说了油田的规划等 如将来规划日产500万桶石油 也拍着胸壶让大家放心 他手上的30余一桶的石油能如期交付 让大家放心 这样大肆推絮一番之后 利伦德王子才得意洋洋的坐下来 由他的属下接着发言 在新闻发布会将要结束的时候 有一名他的属下走过来 武申在利伦德王子的耳边说了几句 顿时利伦德王子的脸色就变了 利伦德王子脸色的变化 正巧有不少人都看在眼中 很多人心中莫名的一隔灯 心中想到莫非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 第1283章打乌龙 怎么回事 难道有事情发生了吗 看到利伦德王子脸色的变化 很多人心中暗感不妙 直觉在告诉他们 可能是有比较严重的事情发生 不然利伦德王子脸色不会这样 可能也意识到自己脸色出现了不正常的变化 利伦德王子连忙调整他的表情 利图让脸色更好看一点 更平和一点 他匆匆说了几句话 草草地结束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看着利伦德王子等人离开新闻大厅 顿时本来安静的大厅一下子嘈杂起来 很多人议论纷纷 尤其是那些媒体记者 一个个侧头接耳 应该是感觉到了可能有重大新闻 怎么回事谁知道 看来不是什么好事 难道是他们的石油供应又发生了问题 整个大厅再也安静不下来 利伦德王子丢下这么多人 任由他们在这里议论纷纷 确实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刚才他的这名属下汇报 托马森他们摆了一个超级大乌龙 那一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石油资源 一切只是巧合 非常的巧合 托马森他们的石树台钻机 正巧钻到了地底的一个个小油藏 这仅仅只是灵星分布的一些小油藏而已 能百分之百给他们的钻机命中 也算是运气逆天了 开始的时候 以为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 于是托马森他们又调来树台钻机 这些新钻机才刚刚开始下钻 以前的那些钻机 纷纷已经钻穿了这些油藏 下面再无石油 只有岩石或泥层 什么 摆了一个大乌龙 难怪利伦德王子脸色变了 他最希望的就是发现 大量的新的石油资源 现在看来 可能是空欢喜一场 利伦德王子一行 匆匆地离开了这座酒店 乘坐数架直升机 急急忙忙地远往西南地区 他不死心 要去亲自看一看 于是经过长途飞行之后 数架直升机到了西南地区 在那一片滩滩区域降落 一下直升机 利伦德王子就阴沉着脸 吩咐他的属下 将托马森等人叫了过来 怎么一回事 说 利伦德王子脸色难看 心中怒火滔天 他的属下们更是亮出了武器 手枪 突击步枪等等 枪口纷纷对准了 托马森等人 托马森满头大汗 心中害怕得要死 战战兢兢地道 王 王子殿下 这不能怪我们 我 我们 他接接巴巴 半天都没有说出什么来 因为这解释不清了 谁知道他的运气这么好 地底灵星分布的油藏 都被他正巧钻探到了 以为这一袋 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呢 此刻 托马森心中充满了后悔 早知道这样 应该去帮旭东矿业集团 进行石油资源勘探的 本来托马森也听闻过 利伦德王子的 一些不好的传闻 如性格暴力 暴富心很强 慌慌自大 性格狭隘等等 看在利伦德王子 开出极具吸引力的架码 托马森来了 帮着利伦德王子 在这一带进行石油资源的大勘探 且在开始的时候 还大肆向桑迪等人炫耀 说在这里会发现大量的石油 等他的钻机 一一钻探到下面的油藏的时候 他狂喜得很 马上向利伦德王子邀功 还要了一笔赏金 更是又打电话 向桑迪等人炫耀一番 说他在S国西南地区 发现了一处新的超级大油田 哪里想到 摆了一个大乌龙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石油 下面只有盐层 泥土 沙石等等 王子殿下 您听我解释 哼的一声枪响 托马森一声惨叫 利伦德王子拿着一支手枪 一枪打碎了 郭马森的膝盖骨 血肉模糊 鲜血直流 他这一条腿算是废了 就算治好 也会落下终身残疾 四周的托马森的人 心头一颤 没有任何人敢出声 全部滴下了脑袋 利伦德王子将手枪一扬 指着勘探队的首席勘探工程师 绿色的道 你带我去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名工程师脸色发白 心中吓得要死 战战兢兢的带着利伦德王子他们 看了好几口钻井 从这些钻井能看出来 钻机继续下钻 再也没有石油了 下面只有岩石泥沙层 就是曾经发生过井喷的那几口钻井 现在也完全停了 再没有任何石油能喷出来 钻机继续下钻 下面也全是岩石 没有石油 怎么会是这样 利伦德王子心中一片悲凉 心中道 看来这次是完蛋了 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呢 想到如果消息传开 那些下了订单的石油企业 那些石油消费大国等 肯定会采取措施 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利伦德王子的心情非常糟糕 脸色也异常的难看 没有必要再看下去了 利伦德王子无力的挥一挥手 登上了他的直升机 无奈的走了 S国某大酒店 花旗国的代表一行数人 参加完利伦德王子的新闻发布会之后 并没有急着离开S国 而是回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之中 准备静观事态的变化 他们知道可能接下来有大事情发生 不得不说 利伦德王子的这次新闻发布会 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密切关注 也几乎成了国际石油行业的大事 细心的人注意到 本来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国际油价 似乎也放缓了涨幅 之前的消息是S国境内 石油资源枯竭 引起了国际石油市场的恐慌 国际油价一顿猛涨 利伦德王子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在他们在西南地区 发现了大量的石油石油资源 一座储量高达数百亿桶 日产五百万桶石油的超级大油田 将出现 这对国际市场来说 相当于利好消息 国际油价上涨放缓 除了国际油价的变化之外 新闻媒体的反应也很快 毕竟现在是资讯时代 在网络上 马上就出现了 关于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一些报道 很多人在惊呼 这个利伦德王子 真是走了狗屎运 这么短的时间 居然在他们的西南地区 发现了一座超级大油田 只有少数人认为 可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抱着静观 事态变化的心态 他们在密切关注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 如花旗国的这些代表 一些大型石油集团的代表们 他们都没有急着离开S所 而是先找酒店住下来 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 进行打听 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某酒店之中 数人坐在那里 喝着咖啡聊着天 他们聊天的内容 正是国际石油行业的事情 重点是利伦德王子的 这次新闻发布会 如果有国际石油行业的人 在这里 肯定能一眼认出来 这几人身份都不简单 全是国际知名石油企业的总裁 或副总裁 他们在谈论着 看来事情不简单 不知道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利伦德王子的脸色居然变了 是啊 应该是发生了大事情 不然 他们也不会草草的结束 那次新闻发布会 我倒是刚得到了一点消息 哦 和我们说一说 很多人都看着那名大肚子老外 他是某知名石油集团的副总裁 向利伦德王子下了 超过一桶的石油订单 大肚子老外道 听说新闻发布会草草结束之后 利伦德王子带着一大帮人乘坐直升机去了他们的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西南地区就是新闻发布会提及的 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的地区 利伦德王子不是宣布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储量高达数百亿桶的石油 将在那里建设一座日产五百万桶石油以上的超级大油田吗 对啊 难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这位大肚子老外身上 希望得到答案 大肚子老外缓缓的到 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但利伦德王子这么急着去了西南地区 问题肯定出在那里 有可能是那一代的石油勘探出了问题 这老外真厉害 猜测的八九不离十 啊 其他人面面相觑 完全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真的是石油勘探出了问题 那就意味着利伦德王子在新闻发布会上是在放空泡 他承诺的石油交付估计就是在放梯 房间之中马上安静起来 所有的人脸上无显出了凝重之色 他们需要石油 大量的石油正是因为需要石油 他们才向利伦德王子下了订单 订购了大量的石油 现在国际油价高涨 维持在一个高位 如果利伦德王子违约 无法按订单要求交付石油 那他们就只能找其他人再订购石油 如从旭东矿业集团订购 这么高的油价再从旭东矿业集团订购石油 那就要付出大量的资金 损失就大了 于是大家一个个怒火滔天 心中愤愤的想到 如果利伦德王子真出了问题 一定要狠狠的收拾他 他们还真有这个资本和手段 他们全是十里雄厚的石油公司 甚至背后还有他们的国家 大家一起动手 十个利伦德王子都顶不住 这个时候房门被推开了 近来一位中年老外 他是某之名石油企业的总裁 和房间之中的众人不一样 这名老外脸上戴着明显的喜色 先生们快看旭东矿业集团的官方网站 他们公布了重大消息 大家快看第1284章利伦德王子失踪 重大消息 旭东矿业集团公布的 还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 在座的一个个兴致都来了 暂时忘记了刚才的那种凝重 通过笔记本电脑 或是通过手机上网 开始查看刚才这名老外所说的重大消息 啊 看到消息之后 很多人惊乐起来 甚至有一人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反应极大 脸上尽是惊喜之色 旭东矿业集团正式公布 在龙岛西南海域发现了一座超级大油田 石油资源储量超过一千亿孔 且还发现了数千亿立方的天然气 这么大的储量规模 这是名副其实的超级油气田 S国在他们西南地区发现了一座储量 数百亿孔的超级大油田 他们就大肆高调一番 利伦德王子更是召开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向全世界宣布他们这座大油田的发现 人家旭东矿业集团多么的低调啊 之前一直不声不响 几乎没有人知道 在龙岛海域旭东矿业集团在进行大勘探 发现了这座超级油气田之后 旭东矿业集团也没有说要找开新闻发布会 而是仅仅在官网上宣布一下 如果不是这名老外过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在座的都还不知道这个喜人的好消息呢 发现新的超级油气田 对大家来说是绝对的重大力好消息 因为他们都需要石油 难怪一个个脸上浮现出了明显的喜色 太好了 我要去旭东矿业集团订购石油 我也要去 我们需要石油 大量的石油 大家纷纷这样的大喊起来 准备动身前往旭东矿业集团 幸好有人还算比较理智 提醒到旭东矿业集团的这座油田 还仅仅只是被新发现 距离正式接受订单 还要一定的时间 我建议我们还是暂时留在中东 弄清楚利伦德王子的事情 再说 提起这个利伦德王子 很多人又气愤起来 该死的 他接了我们这么多的订单 居然隐瞒事情的真相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目前也不进行公布 不行 我们必须向利伦德王子施压 让他说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相 大家很快就统一了意见 纷纷准备采取行动和一些措施 他们都是超级大石油集团 不会主动上门去考药说法 而是有一些更加灵力的手段 王国石油控股公司 利伦德王子阴沉着脸 站在他办公室的大窗户前面 透过窗帘看着外面 公司大门口原本聚集的考药说法的人 暂时性没有了 因为利伦德王子召开新闻发布会 当着这么多人 这么多媒体正式宣布 他们在西南地区发现了一座超级大油田 石油的供应没有问题 这当然是在放空后 在勘探还不明朗 没有完成 仅仅只是推断阶段 他就召开来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这些人受到蒙蔽 以为石油的供应真的没有问题 他们自然不会再聚集在这里 而是散去 或回了他们下榻的酒店 或已经离开了S国 大门口的那些军警没有散去 还是全副武装的站在那里 利伦德王子知道 这些人不能撤 万一消息传开 让大家知道西南地区根本就没有石油 很多人又会蜂拥而至 冲进他的公司 甚至会将他的办公室砸得稀烂 王子殿下 一名属下敲门进来 显得小心翼翼 注意到利伦德王子脸色非常的难看 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他不敢继续说下去 利伦德王子沉声道 说了 什么事情 这名属下这才会报道 王子殿下 旭东矿业集团在他们的官网上正式宣布 他们在龙岛西南海域发现了一座超级油气田 石油储量在一千亿桶以上 天然气的储量更是高达数千亿立方 什么 利伦德王子脸色更加的难看起来 心中一场悲愤的想到 旭东矿业集团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又发现了一座超级油气田 储量还这么巨大 如何不是龙岛距离S国确实比较远 利伦德王子甚至会认为 是不是自己的油气资源流失 到了龙岛周边地区 王子殿下 我们怎么办 是否再继续隐瞒西南地区没有发现石油的真相 利伦德王子挥手道 严密封锁消息 就算是他们严密封锁 估计也隐瞒不了几天 别人也不是吃素的 尤其是那些大国 他们的情报部门很厉害 真要弄清楚真相 应该不难 利伦德王子知道 如果不继续隐瞒 消息一泄露 他就完蛋 那手上的那三十几亿桶的石油订单 完全没办法交差 只能隐瞒一天是一天 龙岛 王旭东这两三天都待在龙岛上 也在密切关注着利伦德王子的动静 见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剧本发展 非常的放松 老板 很多国家开始向利伦德王子施压 要求知道事情的真相 别人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王旭东是知道的 贺孝云也知道 他手底下的情报机构已经弄清楚了 利伦德王子闹了一个大乌龙 刺打嘴巴 他们的西南地区根本就没有石油 王旭东道 这个家伙应该撑不了两天了 贺孝云道 老板要不要我们悄悄地将消息放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王旭东想了想 点头同意道 可以 这个利伦德王子蹦跶这么多久 王旭东也不想让他再蹦跶下去了 他已经完全跳进自己挖的大坑 完全钻进自己设好的圈套 可以收网了 其实这个利伦德王子都不用王旭东自己动手 有那些向利伦德王子下订单的人就足够了 这个家伙肯定完蛋 谁也知道 中东地区流传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S国西南根本就没有石油 利伦德王子举行新闻发布会 再一次的欺骗了大家 他再也没有石油 可以向大家供应 消息传得很快 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心情气愤不已 有些人去找利伦德王子 好要说法 那些著名的石油企业 那些石油消费大国们的做法 就更加的高明 更加的有力 他们向S国方面施压 向利伦德王子索要赔偿 顿时 整个中东地区风起云涌 国际油价又一轮上涨开始 利伦德王子居然失踪了 S国方面焦头烂额 他们的国王也完全无法应对 无奈之中宣布下令攻击利伦德王子 且开出了高额的赏金 和利伦德王子走得比较近的几名军方重要人物 还几名部长等等 全部被抓了起来 但这不足以停息大家的怒火 注意到事态的发展 王旭东放心起来 至于利伦德王子失踪 王旭东一点不及 别人无法找到这个利伦德王子 王旭东要找到这个家伙 轻而易举 升级之后的神级大矿主 系统有一项新的搜索功能 只要提供被搜索目标的基本资料 只要目标没有超出 半径2000公里的范围 系统就能将这目标搜出来 不过 王旭东还没有来得及 搜索利伦德王子 我在哪里 哈桑王子到了龙岛 找上了王旭东 近期在他们背国发现了一处油气田 他过来 主要也是为了油气资源的联合开发事宜 对 联合开发 一架直升机从远处飞来 在龙岛机场降落 走下直升机之后 哈桑王子上了一辆前来迎接的 高级黑色小轿车 过来之前 哈桑王子主动给王旭东打了电话 王旭东也客气 吩咐宋青松 派人派车到机场迎接一下 龙哥 哈桑王子过来 看到王旭东 马上客气地打招呼 王旭东微微一笑 请坐吧 恭喜你们 在美国发现了一处油气田 龙哥 可能和不久之前的大地震有关 S国的油气资源 可能跑了一部分过来 发现油气资源 这是最近的事情 美国在他们的境内发现了油气资源 正在进行勘探 据具体储量还不清楚 但有迹象表明 储量应该比较大 考虑到旭东矿业集团 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业集团 也是世界上企业的一哥 加之美国方面和王旭东的关系极好 他们想和旭东矿业集团 一起联合开发这些油气资源 当然和美国国力弱小 也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他们单独开发这些油气资源 可能会引起一些也有用心的人和势力的窥视 如在虎武装 如某一些大国等等 和旭东矿业集团联合开发 那就不一样了 没有人敢进行窥视 起码塞虎武装不敢 一些大国考虑到旭东矿业集团的影响力 估计也要掂量一下 东哥 我们的勘探正在起步阶段 尤其资源的储量和规模 暂时还不清楚 但应该不会小 我们的意思和东哥一起进行开发 说明来意之后 哈桑王子满怀 希望的看着王旭东 王旭东心中一阵欣喜 真是瞌睡 有人送枕头啊 自己在印度洋的海底深处 还藏着大量的油气资源呢 如果和美国方面联合开采他们的那些油气资源 王旭东就能将这些藏着的油气资源转过来 在美国境内缔造出超级油气田 再开采出大量的油气资源 1285张联合开发 注意到王旭东脸色的变化 哈桑王子大喜 东哥 你同意了 王旭东点一点头 嗯 可以考虑联合开发事宜 具体的合作细节 我们可以详谈 哈桑王子道 东哥 我们出土地 出地方 你们进行油田的大建设 咱们进行联合开采 利益按三期分成 不 二八也行啊 美国比较穷 国力比较弱小 他们有大片的土地 也有即将被勘探出来的大量的油气资源 但缺乏开发建设的资金 缺乏油气田建设和管理的经验 这些都需要许东矿业集团帮忙 他们指出土地和资源 占三成的利益甚至只占两成 倒也算是公道 两人坐下来 详细谈了合作事宜 最终基本将一切合作事宜谈妥 为国方面出土地和资源 旭东矿业集团出资金和技术 共同开发建设这座新的油气田 利益按二八分成 一切谈好 哈桑王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目送哈桑王子离开 王旭东心中想到 我没有占你们的便宜 你们应该感谢我 如果没有我 你们这座油气田 最多只能算是大型 还算不上特大型 或是超级油气田 有了我 这座油气田就会摇身一变 成为超级油气田 即使你们只占二成 也将受益匪浅 王旭东心中想到 心中这么想着 王旭东启动了神级大矿主系统 开始扫描 美国境内那处新发现的 正在进行勘探的油气田 这是以天然气为主的油气田 天然气储量数百亿立方 不算小 还有部分的宁锡油 大约数一桶的样子 既然这里将交给旭东矿业集团 进行开发 王旭东就准备重新缔造一番 聚集大量的油气资源 缔造出一座全新的超级大油气田 反正只是在勘探的起步阶段吗 油气资源储量不明朗 正好给王旭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于是王旭东利用神级大矿主系统 聚集了大约数千亿立方的天然气 此外还有大约两三百亿桶的优质原油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超级油气田 将来以开采天然气为主 也出产部分石油 做完这些 王旭东心中想到 这个利伦德王子 躲在哪个角落里去了呢 通过神级大矿主系统 王旭东告知 矿工一号关于利伦德王子的基本资料 开启了系统的搜索功能 安静两千公里 全部在系统的搜索范围之内 只要利伦德王子在这个范围内 系统就能将他找出来 让王旭东微微有一点惊恶的事 矿工一号回答 东哥没有发现目标 什么没有发现 可以肯定利伦德王子已经不在中东地区 这个家伙我到哪里去了呢 王旭东也仅仅只是这么想了想 他是跑不了的 世界再大 在这么多大国面前 他绝无藏身之处 那些大国会将他揪出来 嗯 也该回家了 还真有一点想念小彤了 王旭东心中这么想着 至于利伦德王子 王旭东暂时不去想他 估计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找出来 自己等着看好戏就行了 我要回东海市了 今天就回去 有一点想小彤了 傍晚时分 一架弯流G650飞机在东海机场降落 来机场迎接的不但有郑晓彤和刘宇 也有梁洪波和许借 郑晓彤欣喜地一路小跑过来 出进王旭东的怀中 东哥 我好想你 王旭东抱着郑晓彤的腰 在他的嘴唇上亲了一口 轻声地道 我也一样 这步我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 郑晓彤一笑 东哥 东哥 刘宇 梁洪波和许杰都走了过来 纷纷向王旭东问好 王旭东大手一挥 朗声地道 走 我们回世纪皇家酒店 我有好事情要告诉你们 哦 梁洪波和许杰悄悄对视一眼 两人心中想到 不知道是什么好消息 嗯 等一下就知道了 一行人上了车 朝着国际金融大傻而去 乘坐在车内 靠在王旭东的肩膀上面 郑晓彤吐气如蓝 在王旭东的耳边轻声地说着话 王旭东也说一些龙岛的事情 如龙岛的变化 如龙岛二号大油田的勘探等等 时间过得很快 感觉上没有多久 车子就到了国际金融大傻门口 走下轿车 王旭东和郑晓彤走在最前面 大家纷纷跟上 宛如众星拱月一样 一起进了一楼大厅 进了电梯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走进包厢之中 梁洪波示意一下 物务人员宛如行云流水般地 将菜肴端了上来 梁洪波拿过一瓶好酒 亲自打开 亲自给大家倒酒 东哥 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咱们的龙岛二号油田 将要开始进行开发建设了 龙岛西南海域 那里的勘探已经接近人生 从开始勘探到结束没有多少天 最多只能算是初步勘探 王旭东也用不着进行仔细的全面勘探 那里的油气资源情况 王旭东再清楚不过 多此一举的请了勘探队进行大勘探 主要只是需要一个依据和说法而已 由这支勘探队对外正式宣布 在龙岛西南海域发现大量的油气资源 再由旭东矿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对外宣布 事情就合情合理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龙岛西南海域发现了超过一千亿碗石油 上述千亿立方的天然气主量 既然不用再进行继续勘探 接下来的就是这座油气田的大建设 梁宏波高兴主动倒酒 说要庆祝 王旭东举杯 站起来朗生的道 确实需要庆祝一下 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需要告诉大家 美国方面主动找到了我 他们境内有一处储量巨大的油气田 想和我们进行联合开发 有这样的好事 梁宏波和许杰两人甚至有一点微微的激动 这应该是旭东矿业集团的第三座海外油气田 如果它也是超级油气田 那旭东矿业集团旗下在海外 就有三座超级油气田 将来建成之后 肯定将开采出大量的油气资源 到了那个时候 旭东矿业集团在国际石油市场的 话语权就大了 谁掌握的油气资源大 谁手上的石油多 谁就能在国际石油市场有更大的话语权 旭东矿业集团三座海外超级大油田 将来每年出产的石油肯定高达数十亿人 天然气也肯定不少 这么巨大的产量 很多需要石油和天然气的人 肯定必须尊敬旭东矿业集团 旭东矿业集团说一些什么 他们也必须要重视 东哥 美国境内有超级油气田 想要和我们联合进行开发 黄旭东道 对 具体的一些细节我已经和哈桑王子谈好了 正式的合同和协议你们去弄 黄旭东是老板 将调子和总体框架定下来 具体的东西肯定由下面的人去办理 包括正式协议和合同 正式的联合开发建设事宜等等 梁红波马上道 东哥 我们会马上和哈桑王子联系 尽快将事情搞定 尽快启动这座超级油气田的联合开发建设 有了这一喜讯 这顿晚饭 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梁红波更是喝的 有几分醉意 最后有酒店的工作人员 扶回客房休息 黄旭东回来了 中东地区的S国则乱成了一锅粥 上至他们的国王 下至他们的政客们 一个个焦头烂额 S国也抓了一大批人 全是和利伦德王子走得近的人 可以这么说 利伦德王子在S国的势力 基本被铲除 但这不足以平息大家的怒火 这部S国的王宫之中 正在召开一次会议 果园形的会议桌一侧 坐着的是S国的国王和几位王子 以及好几位政要 另外一侧则坐着的是 几个石油消费大国的代表们 几家极为著名的石油集团的总裁 他们不但要人 要求S国方面交出利伦德王子 也要石油 要求S国方面按照订单和合同要求 如期交付他们订购的石油 无论是哪一点 S国方面都做不到 面对这么多的举头级人物 S国的国王不敢怎么样 只能用哀求的口吻到 先生们能否再宽限几天 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个家伙 他口中的那个家伙 就是利伦德王子 这个家伙已经不知所踪 应该已经不在中东地区 为了平息这些巨头们的怒火 S国方面只能将这个利伦德王子交出来 只是暂时不知道 这个家伙夺夺哪里去了 不只是S国方面 这些巨头们也是一样 在全力搜寻利伦德王子的去向 只是暂时无果 很多人猜测 可能这个利伦德王子 已经不在中东地区 某一大国代表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拿出手机一看 见识他们情报部门的电话 神色一正 马上接听了这个电话 他接这个电话的时候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大家都看着他接听这个电话 等他接听完之后 有人问了起来 杰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接电话的杰克先生兴奋得到 我们国家情报部门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利伦德王子很有可能离开了中东地区 他目前应该正在前往华夏的飞机上 利伦德王子跑到华夏去了 很多人想不明白 利伦德王子跑到华夏去干什么 且还在这个时候去华夏 这286张何必当初呢 这个时候完全的浪口风尖 中东石油市场就不用说 简直就是一锅粥 很多国际邮轮在S国最大的原油输出港 怕垃圾港等待着原油的装运 但这个港连每天300万桶的原油供应都无法保证 已经下降到150万桶 估计再过两三天就会彻底中断原油供应 很多国际性的石油集团 很多石油消费国 纷纷派人到了S国 目的很明确 要S国方面交出利伦德王子 要S国方面按订单要求 按其供应原油 这个时候 利伦德王子居然跑去了华夏 很多人想不明白 只有少部分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们心中想到 听说利伦德王子和旭东矿业集团的 王旭东总裁有一些恩怨 这个时候 他不会是去找王旭东报仇 来一个鱼死网破吧 S国的国王也是大惊失色 刷的一下站起来 脸色都变了 大声的道 什么 他去了华夏 他这是想干什么呢 随即S国的国王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中担心的想到 这个家伙不会是想去找王旭东报仇吧 如果真是这样 事情就大调了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那S国在国际上面对的大国 就会加上一个华夏 华夏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 实力强大 如果华夏也参与进来 一起采取一些什么针对S国的制裁措施 那S国的国王根本就不敢往下想 联盟拿出手帕 轻轻地擦了擦脑袋上满头的大汗 东海 紫园别墅 王旭东醒来了 看了看怀着睡得很香甜的郑晓彤 再想一想昨晚大家热情的场景 心中想到 幸好东哥果是海量 要不还真醉倒了 昨晚大家太热情 一方面是感谢王旭东 今年的年终奖励 相比去年上涨了一大截 另外一方面是 又听闻了一个好消息 美国方面将和旭东矿业集团联合开采油气田 这是旭东矿业集团的第三座海外超级油田 有了这座油田之后 旭东矿业集团在国际原油市场 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 占有的份额就会达到一个可喜的比重 话语权也会重很多 到了那个时候 旭东矿业集团说一句什么话 所有需要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 那些巨头公司等都会掂量一下 就像旭东矿业集团 现在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的影响力一样 现在的旭东矿业集团 已每年开采超过12亿吨的铁矿石 不但完全满足华夏国内对铁矿石的需求 完全改变了以前那种铁矿石需要大量进口的局面 而且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 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的一些游戏规则 行业标准等等 基本都由旭东矿业集团制定 铁矿石的定价权 基本也在旭东矿业集团的手上 旭东矿业集团现在是国际铁矿石史上的 名副其实的超级巨无霸 将来在国际原油市场上也有希望达到一定的高度 虽然不敢奢望制定游戏规则 取得石油的定价权等 起码将具有很大的话语权 王旭东轻轻地甩了甩脑袋 微微一笑 昨晚还真喝了不少 起床之后舒舒服服地放完水 准备去洗漱一下 郑晓彤醒来了 东哥 你已经起来了 王旭东体贴的道 晓彤 你先多睡一会儿 郑晓彤点一点头 抱着大枕头 继续睡觉 他有的是时间 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起床 王旭东呢 准备今天去一趟旭东矿业集团 起述完毕之后 王旭东收到了一条 贺笑云发来的短信 老板 利伦德王子已经到了东海市 短信比较长 详细地说了利伦德 王子先从S国出境 中途转了好几个国家 转了一大圈 这才乘坐普通航班 到了东海市 短信之中 还提及了利伦德王子乘坐的是哪一趟航班 王旭东微微一愣 利伦德王子这个时候 来了东海市 还真有一点 出乎王旭东的意料 王旭东还以为这个家伙 躲在哪个角落里 我逼着追捕呢 没有想到 他居然来了东海市 毫无疑问 利伦德来东海市的目标 就是自己 王旭东心中想到 这个家伙来找自己 到底是想改什么 报仇吗 王旭东很快就摇了摇脑袋 听说利伦德王子 在S国境内的势力 被全部铲除 几乎成了光感司令 他已经没有这个资本 和自己较量 再说了 这里是华夏 是东海市 这里是自己的地盘 利伦德王子 有什么资格 和自己叫板 既然不是过来 和自己较量的 那 王旭东 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心中想到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给贺孝云 回复了一条短信 王旭东吃完早餐 由林虎驾车 去旭东矿业集团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王旭东就到了 旭东矿业集团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之后不久 梁洪波就一脸喜色的 敲门进来了 东哥 许杰代人 亲自去了中东地区 将和哈桑王子祥谈 会将正式合同 和协议敲定 梁洪波会报道 速度蛮快吗 王旭东满意的 点一点头 昨天自己 才说起这件事情 今天一早 许杰就亲自带队 去了微博 这样一来 相关的合同和合作协议 很快就会签订 宏波 抓紧这座油田的大建设 现在的国际油价 天然气价格 非常的喜人 利润非常可观 我们要抓紧机会 S国境内的石油资源枯竭 国际石油市场 几乎造成了 国际石油市场的恐慌 油价一路高歌猛进 利伦德王子宣传 他们在西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 这一粒好消息传出 国际油价的上涨趋势有一定的缓解 但很快大家都知道 这是利伦德王子在放空炮 那里根本就没有石油 于是国际油价又一阵恐慌性的猛涨 几乎接近了历史的最高价格 幸好旭东矿业集团宣布在龙岛西南地区 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 将会在那里开发建设 一座超级油气田 这样一来 国际油价才稍有回落 目前每桶维持在80多美元的价格 这样的高价 形势喜人啊 作为商人 王旭东自然希望自己大量出货 尽可能多的卖出石油 国内的三大油田全力开采 龙岛一号油田迅速提高产量 除了这些之外 龙岛二号油田抓紧开发建设 尽快开采出石油 内国境内的油气田也抓紧建设 梁洪波道 东哥 根据目前的情况 未来至少好几个月油气价格 都将非常的喜人 我们肯定将赚的盆满钵满 我敢肯定 下一个财年 我们旭东矿业集团 作为世界500强的领头羊 一定会遥遥领先 将第二名彻底的甩开 今年财富杂志 公布了世界500强的排名 旭东矿业集团 以100余亿美元的微弱优势胜出 成为世界第一 随着旭东矿业集团 在海外攻城掠地 开发建设一座又一座的超级油气田 这种优势会被迅速扩大 差距会是数百亿 甚至上千亿美元 旭东矿业集团会遥遥领先 距离越来越大 王旭东挥手道 抓紧我们旗下油气田的大建设 我们要尽可能多的大量卖出石油 梁洪波赶紧点一点头 他完全赞同这一点 东海国际机场 一架国际航班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飞行 在机场降落 从飞上下来的数百名乘客之中 有这么一行人 他们一共五人 领头的青年男子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戴着大墨镜 续着胡子 其他四人看上去 像是属下或随从之内 有两人手中提着密码箱 他们出了机场之后 打了两辆车 先去酒店 到了东海市一家著名的 五星级酒店入住之后 青年男子脸色阴郁 显得心事重重 透过房间的窗户 看着远处 宛如鹤立鸡群的国际金融大厦 在远处这栋摩天大楼的第88层 那是旭东矿业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这名中年男子 正是大家都在寻找的利伦德王子 平时的利伦德王子 典型的中东装束和打扮 穿着中东地区传统的服饰 穿着长袍 戴着头巾 现在的利伦德王子 完全改变了以前的装饰 穿起了西装 搭起领带 还戴上了大墨镜和假的大胡子 乍一看 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 这样费尽心思的 乔装打扮一番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追捕 秘密的出了S国之后 先辗转了好几个国家 转了一大圈之后 才从西欧某中立国乘坐国际航班 到了东海市 费了这么大的劲 跑到华夏的东海市 利伦德王子的目的就是过来找王旭东 在自己入住的酒店房间之中 利伦德看着远处的国际金融大厦 心中在打鼓 不知道王旭东会不会见他 如果王旭东连见都不愿意见 那事情就严重了 他的打算和计划就会全部落空 没错 这次过来 利伦德想好了全盘的计划 这个计划能否实现 关键在于王旭东 第1287章想见王旭东 这个时候秘密的悄悄的跑到东海市 利伦德王子心怀他的计划和打算 说白了就是已经走投无路 宛如丧家之权 不得已过来找王旭东 利伦德王子站在窗户前 一动不动 看着远处的国际金融大厦 一直看了良久 不知道他的脑袋之中在想着什么 咚咚咚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他的一名亲父属下进来 低声地道 王子殿下 咱们的行程已经泄露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到了东海市 什么 行程已经泄露 利伦德王子脸色变了变 没有想到费尽心思 行程这么快就泄露了 他心中想到 既然都知道自己到了东海市 那很多国家就会和华夏政府方面联系 可能会将自己抓回去 如果真被抓回S或被其他国家抓走 那彻底完蛋 利伦德王子不敢继续往下想 挥手道 我们马上去旭东矿业集团 我要见王旭东 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倒是想起了王旭东 早干嘛去了 此前 利伦德王子是多么的狂妄和嚣张呢 居然想然指龙岛一号油田 妄想从中分一杯羹 他也不照一照镜子 以为他是S国的一位王子 旗下控制着大量的石油资源 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 有很大的影响力 就狂妄地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想打旭东矿业集团的主意 被王旭东一口拒绝之后 利伦德王子居然疯狂地报复王旭东 先是制造汽车炸弹 接着又收买腮虎武装 派人到龙岛进海搞事 妄想刺杀王旭东 简直就是狗胆包天 现在走投无路了吧 居然想要王旭东救他 真是可笑 利伦德王子来到东海市 准备找王旭东 其目的就是想要王旭东救一救他 这件事情 他思考了很久 觉得这件事情的操作可能性很大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利伦德王子奉信这一点 且深信不疑 所以才想去找王旭东 行踪已经泄露 利伦德王子脸色一变 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马上道 走 我们现在就去旭东矿业集团 他不敢再耽误了 如果再拖延一下 再晚一点 可能别人就会上门来抓人 他必须马上去旭东矿业集团 于是利伦德王子带着他的几名心腹属下 急急忙忙去了旭东矿业集团 想去见王旭东 旭东矿业集团总部 王旭东和梁洪波交代完一些事情之后 拿着桌上的一些文件和报表看了起来 甚至起身泡了一杯茶 一边品茶 一边看文件和报表 旭东矿业集团 近期的经营状况一直良好 利润额很高 形势一片喜人 不管是在铁矿石行业 还是在石油行业 一天然气的销售量这么大 王旭东注意到了天然气的销售情况 以及售价情况 从报表上可以看出来 这一个月的天然气价比较高 上涨到了差不多三成 销售量更是增加了将近五成 在国际上 天然气的供应比较紧张 一方面是因为冬季 进入了天然气的消费旺季 很多国家冬季取暖的 主要燃料就是天然气 另外一方面 还是因为S国境内的油气资源枯竭 没有他们大量天然气的供应 国际市场上出现了需求大于供应的状况 拉动了天然气的价格一直上涨 目前自己仅仅只有八阴线一座油气田 产量还是有一点小 跟不上需求的脚步 必须尽快将龙岛二号油田建成 龙岛二号油田是油气田 除了有超过一千亿桶的天然气之外 还有数千亿立方的天然气 这座油气田如果全面建成 除了每天出产数百万桶的优质石油之外 还将出产大量的天然气 稀土行情也不错嘛 看完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报表之后 王旭东看到了稀土的开采和销售情况 澳洲的这座大稀土矿已经稳产 每天出产的成品稀土矿砂稳定在三十万吨以上 巴西国境内的那座超级稀土矿更加喜人 产量也达到了每天三十万吨的规模 产能还在继续扩大 产量还在增加 估计迈进每天五十万吨问题不大 稀土不愧是锦翘的资源 战略级的很多国家和大企业都抢着要 就算是旭东矿业集团这么大的开采量 订单还是一直排在半年之后 两大稀土矿 每一座矿的订单满满的 王旭东心情不错 一边品查 一边看着这些文件和报表 东东东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王旭东朗声的道 红波进来吧 只要一听这敲门的节奏和力度 王旭东就知道门外的是梁红波 头都不用抬 埋头就这样大声的道 梁红波鼓门进来 神色巍巍的凝重 见状 王旭东一愣 问道 红波有什么事情 梁红波也万万没有想到 利伦德王子居然找上门来了 就在刚才 梁红波接到汇报 有数人上门 其中领头的青年男子 说是S国的利伦德王子 要求见王旭东 下面的工作人员不敢大意 核实了男子的身份之后 见真是利伦德王子 马上将情况进行一集集的汇报 最后到了梁红波这里 什么 利伦德王子 乍一听到这样的汇报 梁红波一阵惊热 第一反应是 这个家伙跑到旭东矿业集团来干什么 身为旭东矿业集团的总经理 又是王旭东的铁杆兄弟 梁红波深知王旭东和利伦德王子之间的恩恩怨怨 也清楚的知道利伦德王子曾经是怎么样针对王旭东的 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居然跑到旭东矿业集团来 表明身份 指明了要见东哥 梁红波简直有一点不敢相信 确定真是这个利伦德王子无误之后 梁红波马上敲门进了王旭东的办公室 将情况汇报了一遍 王旭东今天早晨就收到了贺孝云的短信 知道这个利伦德王子到了东海市 也基本猜测到了这个家伙是为了找自己才过来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王旭东还知道 这个利伦德王子是上门来求自己救他的 哼哼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求自己 早干嘛去了 王旭东想都不想 挥手道 将他们轰走 我没有空见他们 嗯 梁红波点一点头 出了王旭东的办公室 准备亲自过去告诉利伦德王子 咱们东哥没空 没有时间见他 咱们东哥 岂是你一个被废掉的王子 想见就见他 梁红波心中这么想着 出了王旭东的办公室 到了旭东矿业集团总部前台 旭东矿业集团几个炕金大字 很有气势 利伦德王子带着他的几名属下 再也到了前台 正被几名保安拦住了 不准他们再进去 梁红波过来了 旭东矿业集团的人 纷纷向梁红波打招呼 梁总 梁总好 梁红波轻轻地点一点头 看到了利伦德王子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此人 但梁红波也猜测出来了 这应该就是那位 曾经非常嚣张 非常狂妄的王子殿下 不过现在嘛 和丧家之犬差不多 你就是利伦德王子 利伦德王子 见旭东矿业集团的人 纷纷称呼梁红波为梁总 他就知道梁红波的身份 站在他面前的 就是旭东矿业集团的总经理 梁总 您好 我是利伦德王子 他说的是英语 不会说中文 旁边的他的一位随从 连忙进行翻译 梁红波道 我们王董事长没空 非常忙 没有时间见你 你回去吧 什么 不见自己 利伦德王子急了 马上到 梁总 请转告王总裁 我必须见到他 不然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 直到他愿意见我为止 利伦德王子知道 如果他就这样走了 那就完蛋了 现在这个时候 能救他的 只有王旭东 梁红波一阵冷笑 心中想到 此前你数次遇对东哥不利 现在居然还想要东哥救你 梁红波懒得和这样的人废话 挥手道 保安 将他们给我请出去国际金融大厦 不是请出旭东矿业集团总部 而是国际金融大厦 说请 那是客气的说法 这些保安们哪里不知道梁红波的意思 领头的保安队长马上做出手势 示意利伦德王子等人马上离开 不然他们就要使用暴力手段 将利伦德王子他们轰出去了 利伦德王子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绝望 知道如果真被轰不出 他就彻底完蛋 那些等着被那些要石油的人 会将他撕成碎片吧 请发 保安队长见利伦德王子不想走 再次做出了请的手势 也给其他几名保安一个眼神 其余的保安心领神会 纷纷走了过来 只要这个利伦德王子不走 他们就会一起动手 将这个利伦德王子封出去 我要见王旭东 我要见王旭东 利伦德王子宛如一个市井 无赖一样 居然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哪里还有一点 曾经是王子的形象和修养 梁红波也算是大跌眼镜 利伦德王子居然这样 这样的一个无赖般的人 哪里配是东哥的对手 将他拉走 梁红波有一点不耐烦了 挥手喊了起来 也不再用请这样的字 而是直接说将他拉着 保安队长领头 就准备动手 哪里知道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梁红波都差一点呆住了 这288章 你没有能打动我的东西 利伦德王子居然朝着梁红波鞠躬 面带哀求之色 鞠躬 曾经的王子殿下居然朝着鞠躬 梁红波叹了一口气 缓缓的闹 行了 你和我来吧 梁红波带着利伦德王子朝里面走 至于利伦德王子的那几名属下随从等 只能暂时待在旭东矿业集团总部的前亭区 没有资格进去 梁红波将利伦德王子安排在二号会客室 这才又去王旭东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利伦德王子只能等待着 满怀希望的在心中道 王旭东一定会过来见我的 一定会的 他这次来找王旭东 就是想面见王旭东 哀求王旭东救他 放眼整个世界 也只有王旭东能救他 利伦德王子 此前接了这么多的原油订单 而又无法再继续供货 那些下了订单的人 已经怒火滔天 恨不得将这个利伦德王子撕成碎片 利伦德王子知道 要平息这些人的滔天怒火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如期的向他们供应石油 而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王旭东 旭东矿业集团 在国内有三座超级大油田 出产的石油 除了满足华夏国内的需要之外 也有一部分出口 龙岛一号油田出产的石油 则全部出口 满足国际石油市场的需要 龙岛二号油田被发现 建设开发在即 将来也能租产大量的石油 利伦德王子手上 有三十几亿桶的石油订单 这么多的石油 只有旭东矿业集团 有这个能力满负 于是利伦德王子准备过来 面见和哀求王旭东 希望王旭东能将这些订单接过去 向那些下单的人交付石油 满足他们的需要 如果石油能恢复供应 这些下单的人的怒火 就会渐渐的平息 就会放过他 这样一来 他就有了一线生机 利伦德王子心中是这么想的 什么 办公室之中 王旭东听了梁洪波的汇报 也是一阵惊弱 没有想到 曾经狂妄之急的利伦德王子 居然会向梁洪波鞠躬哀求 想了想 王旭东道 走 我们去见一见这个利伦德王子 看他怎么说 嗯 梁洪波点一点头 跟着王旭东 一起到了二号会客室 看到梁洪波 陪着王旭东一起进来 利伦德王子 马上低着脑袋 放低姿态 低声的道 王总裁 希望你能救我 王旭东冷冷一笑 心中想到 这个家伙也有今天呢 以前是多么的狂妄 没有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现在居然这样 王旭东讽刺道 你不是想打我们龙岛 一号油田的主意 不是想杀我的吗 利伦德王子心中一颤 马上轻轻的擦了擦 额头上的冷汗 一声道 王总裁 以前是我不对 我向您道歉 说完 对王旭东 鞠躬道歉 王旭东心中道 这个家伙 为了活命 将身份 完全放下去了 估计自己 要他下跪 他真的会放下尊严 在自己墓前下跪 既然这样 那就开门见山吧 王旭东道 我也懒得废话 说吧 要我怎么帮你 利伦德王子 似乎看到了希望 心中大喜 只是不敢表露出来 连忙道 王总裁 你应该知道 我手上接了 三十多一桶的石油订单 我想请您将这些订单 接过去 王旭东不懈的道 这些石油订单 对我可没有什么吸引力 不是我说大话 只要我们旭东矿业集团 想接石油订单 马上有大把的人 挥舞着钞票 蜂拥过来 向我们下单 这一点 王旭东还真没有说假话 旭东矿业集团 仅仅只是在官方网站上 公布在龙岛西南海域 发现了一座超级油气田 甚至都用不着 召开新闻发布会 马上就有很多企业 很多国家方面的人 打来电话 或发来传真询问 目的就是想订购石油 王旭东如果想接订单 估计也能接到 二三十一桶的石油订单 所以说旭东矿业集团 并不缺订单 李伦德王子手上的 这些石油订单 对王旭东完全没有吸引力 李伦德王子面露悲惨之色 知道自己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 人家根本就不稀罕 这些石油订单 可笑的是 李伦德王子为了接到 这些石油订单 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 又是借着媒体大肆鼓吹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接到这些订单 而人家旭东矿业集团呢 根本就不喜欢 人家如果想接订单 只要放出消息 马上就会有大量的人 蜂拥过来下订单 李伦德王子大受打击 王总裁 我还有几座大油田 只要你能救我 我愿意将这几座大油田 第一家卖给你 王旭东就笑了 如果是以前 李伦德王子 要将这几座油田 卖给自己 王旭东肯定会笑呢 因为这是现成的大油田 不用再重新建设 一接手 就能进行石油的开采 尤其是瓦尔加油田 阿德干油田 这两座超级大油田 产量极高 全是自喷井 初产的石油 也非常的优质 还有粗大的输油管道 将石油输送至 S国最大的原油出口港 现在嘛 这些油田 完全是废田 没有石油资源 可以开采 买过来 有一个毛的用处 李伦德王子急了 马上道 王总裁 我可以白送给你们 一分钱都不要 条件只有一个 将我手上的订单 接收过去 由你们向那些下订单的人 继续供应石油 王旭东轻轻地摇一摇头 提醒李伦德王子道 你不要忘记了 不管是瓦尔加油田 还是阿德干油田 油气资源已经粗节 我要来一点用处都没有 李伦德王子马上道 不 我相信这两座油田 还有大量的油气资源 只是因为地震 地底出现了一些断裂带 和一些巨大的地底间隙 油层发生了变化 只要你们肯花时间 一定能在这两座油田 重新勘探出大量的油气资源 如果是别人 可能还真被李伦德王子忽悠了 但王旭东最清楚这些油田的状况 那里真的没有什么油气资源 天下人都知道 不管是瓦尔加油田 还是阿德干油田 油气资源已经粗节 如果王旭东一接手 马上就又勘探出大量的油气资源 有一点不合理 王旭东也不想给自己惹事 于是王旭东否定道 这些油田我是不会要的 在我看来 根本就没有在开发的价值 李伦德王子一咬牙 也算下了血本 王总裁 我给你钱 我有很多钱 我给你五十亿美元 不 一百亿美元 只要你能救我 王旭东笑了 仿佛在说 我像一个缺钱的人吗 如果换成其他人 一百亿美元足以被打动 但这对王旭东的吸引力不大 从内心来讲 王旭东并不希望 这个李伦德王子活下去 只是王旭东仁慈 不准备自己动手 准备让李伦德王子 自生自灭而已 王旭东起身道 李伦德王子 你没有打动我的东西 我们没有必要 再继续谈下去了 说完 王旭东后都不回得走了 留给李伦德王子的 只有一个背影 李伦德王子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他失魂落魄 踏上了返回S国的航班 快过年了 郑晓彤挽着王旭东的胳膊 两人正在一起逛街 买一些年货和礼物 再过几天 郑晓彤也将回京城 王旭东将亲自送他回去 两人已经约定好了 大年初二的时候 王旭东将再次赏京 面见郑家的长辈 正式将两人的婚期 确定下来 东哥 这条围巾怎么样 这是一条羊绒围巾 知名品牌 郑晓彤给自己妈妈选的礼物 王旭东接过来 看了看到 不错 手感也一流 我看阿姨肯定喜欢 那就买了 林虎跟在后面不远处 他的手上已经提了几个购物袋 全是郑晓彤买下来的东西 有给吴亚萍买的 也有给郑明买的礼物 再过几天 林虎也将放假了 王旭东亲自给他放假 林虎一直跟着王旭东 几乎是不离左右 快过年了 王旭东自然不好让他 再跟随在自己的身边 而是给他放假 让他也休息一下 关键和他的家人团聚一下 在内心之中 林虎一直心存感激 因为王旭东对他不薄 放眼全世界的保镖行业 林虎的收入应该是最高的 林虎说了 他要继续陪同在王旭东的身边 算是表达他对王旭东的感激之情 不过王旭东坚持给他放假 过两天就要他回家去 王旭东和郑晓彤高高兴兴地逛街 购物一起吃饭等等 直到傍晚时分 两人才一起回旅 游林虎驾车 三人一起回紫园大别墅 在这辆车的后备箱里面 塞满了一个个的购物袋 全是两人今天买的东西 郑晓彤甚至开玩笑式地说了 这么多东西怎么带回京城去 王旭东说了 咱们有自己的飞机 再多的东西也装得下 在车上 王旭东和郑晓彤有说有笑 两人的兴致很高 车子快进入紫园别墅区的时候 王旭东接到了一个电话 贺孝云从中东地区打回来的 老板 最新消息 利伦德王子已经死了 1289张巨大喜讯 利伦德王子死了 这个家伙居然这么快就死了 利伦德王子昨天离开东海市 王旭东是知道的 也猜测到了 他一回到S 我肯定会被抓起来 然后用来平息 那些下了大量订单 又无法得到石油的人的怒火 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死得这么快 孝云 他是怎么死的呢 贺孝云将情况汇报了一遍 听完之后 王旭东心中道 这个家伙终于死了 也算恶有恶报 死得其所 利伦德王子回到S国之后 在回他自己家别墅的路上 还没有被S国方面抓起来 就遇到车祸 他乘坐的车子 被一辆横冲过来的重型卡车 撞得稀烂 车里的利伦德王子 死得不能再死 用脚都能想出来 肯定是有一些人 早就想让利伦德王子死 迫不及待地下了手 具体是谁策划的 可能是S国的某一位王子 也可能是利伦德王子 曾经的仇家 但王旭东猜测 最有可能的应该是曾经向利伦德王子下了大订单的人 他们向利伦德王子下了大订单 订购了大量的石油 结果利伦德王子违约 再也无力交付石油 于是这些人恨不得将利伦德王子碎尸万段 当初订购石油的时候 原油国际价格为每桶五六十美元左右 为了吸引订单 利伦德王子已低于市场价格意二美元的价格 大肆接订单 现在石油价格高达八十多美元一桶 这些人如果再找其他卖家订购石油 就意味着要付出八十多美元一桶的价格 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利伦德王子造成的 于是利伦德王子一回到埃斯国 马上就有这次车祸 王旭东不会去浪费脑细胞 到底是谁制造了这起车祸 反正人已经死了 祸害已经没有了 王旭东应该高兴和开心才是 东哥 什么事情 郑晓彤好奇地问了起来 他依稀听到了 似乎是利伦德王子死了 于是他面带微笑 显得很高兴 王旭东也是心中一阵轻松 这个利伦德王子死了 中东地区少了一个大祸害 估计短时间之内 没有人敢打自己油田的主意 打自己主意的利伦德王子死了 在乎武装怕了 无形之中 王旭东在中东地区的微信就渐渐地凸显出来 再有什么人或势力 再想打什么歪主意 那要掂量掂量才行 王旭东高兴地道 利伦德王子死了 且死得很惨 被一辆重型卡车撞得稀烂 面目全非 东哥 太好了 郑晓晓彤高兴地拍手称好 这个家伙该死 没有想到要他死的人还真多 这么快他就死了 连郑晓彤都知道 利伦德王子遇到的不是简单的车祸 而是肯定有幕后黑手 王旭东挥手道 谁制造的这起车祸 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反正这个家伙死了 走 咱们去庆祝一下 王旭东心情大好 带着郑晓彤 选了一家不错的高档餐厅 开了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 一起享用烛光晚餐 取决到了中东地区 昨天 他们一行数人抵达卫国的国都 一家有巨东矿业集团 请目标志的挽留G-550飞机 在卫国国都机场降落 走下飞机的许杰等人 受到了卫国方面的隆重欢迎 哈桑王子带人带车 亲自到机场迎接 见许杰走下飞机 哈桑王子快步走过来 热情地和许杰握手 掏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欢迎许杰等人的到来 看得出来 卫国上上下下对这次和旭东矿业集团的合作 非常重视 哈桑王子接上许杰之后 车队浩浩荡荡地出了机场 去了卫国的王宫 老国王社宴亲自接待许杰等人 给足了面子 这么隆重 规格这么高 一方面是因为许杰代表着的是旭东矿业集团 另外一方面 卫国希望通过这次合作 彻底改变他们国力弱小的局面 以改现在的贫穷 希望迈入富裕国家的行列 他们的邻国S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数十年之前的S国也贫穷落后 他们境内大部分都是荒漠 连粮食都需要进口 国民基本在温饱线上挣扎 S国境内发现储量丰富的石油之后 一跃成为世界上产油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也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当然 现在的S国境内已经没有多少油气资源 谁让李伦德王子不知天高地厚 得罪了王旭东 咱们东哥一夜之间让他们成为了贫油国 S国因为石油而富裕起来 美国自然羡慕万分 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在他们境内发现什么油气资源 只能仅限于眼红一下 感谢真主 自己的国内终于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 且还将和世界排名第一的旭东矿业集团 一起联合开发 V国上下重视万分 将这当成了头等大事来抓 许杰等人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款待 第二天更是由哈桑王子陪同 随行的还有魏国的庶民高官和政要等等 浩浩荡荡的车队出了魏国的国都 前往发现油气资源的六号区域 魏国和S国相邻 自从S国发生大地震 他们境内的油气资源莫名的消失之后 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抱着这样一种猜测 可能是因为地震的缘故 地底出现了很多断裂带 一些大间隙 原有的油气资源顺着这些断裂带 或是大间隙流走了 这样的解释和猜测非常的牵强 但确实是大量的油气资源 莫名的消失了 除了这样的解释之外 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解释 于是这样的解释和猜测 被大家渐渐的接受 魏国的高层们动了心 既然S国巨量的油气资源流走了 是不是有一部分流到了他们的境内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 魏国将在他们境内划分了很多的勘探区域 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终于在6号区域传来喜区 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 结合初步的勘探情况 有专家推测 6号区域的油气资源储量可能极大 面对这么多的油气资源 魏国上下还算领志 知道必须要和强大的对象合作开发才行 如果光凭他们魏国独自进行开发 肯定会引起很多人和实力的眼红 搞不好钱没有赚到 还会惹一身骚 于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王旭东 想要和旭东矿业集团一起进行联合开采 面对这种送上门来的好事 王旭东自然一口同意 那就一起联合进行开发 且同意了哈桑王子提出的二八分成的方案 王旭东知道 在中东地区光有龙岛一号和二号油田还不够 最好再有第三座超级油气田 在威国六号区域开发建设一座超级油气田 不错 许杰来了将和威国方面签订正式的合作框架协议 车队浩浩荡荡 行驶数百公里 抵达六号区域 在哈桑王子的带领下 许杰开始实际考察 看得出来这里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大勘探 自从发现这里有油气资源 且储量还可能几大之后 美国方面加大的勘探力度又是几天过去 情况越来越明朗 勘探负责人过来了 王子殿下 您好 哈桑王子高兴的到 萨曼勘探情况怎么样 萨曼一脸的喜色 这几天 他感觉到像在做梦一样 心中反复出现一个念头 真主保佑 我们发财了 我们美国境内将出现一座超级油气田 对 超级的那种 见哈桑王子问起来 萨曼高兴的回答道 王子殿下 勘探情况越来越明朗起来 根据我们目前的勘探情况 我们一致推测 这里有储量惊人的油气资源 且以天然气为主 这里的天然气储量应该有数千亿立方 甚至有可能会接近一万亿立方 喜人的是 除了天然气之外 还有大量的石油 我们推断是宁溪油 储量在三百亿桶左右 整个现场 只有萨曼滔滔不绝的介绍声 大家都几乎惊呆了 心中在狂呼 天哪 这么多的天然气 这么多的石油 近万亿立方的天然气 三百亿桶左右的石油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场的每一位都知道 这样巨大的储量 这座油气田 足以迈入世界前十的油气田之列 如果单论天然气的储量 估计能排入世界前三 哈桑王子彻底的激动起来 用力的抓住 萨曼的手臂 大声的道 萨曼 你没有骗我 这里真的有这么多的油气资源 王子殿下 我不敢骗您 根据目前的勘探情况推测 这个储量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好 太好了 哈桑王子连连叫好 心中想到 我要马上向国王陛下 汇报这一巨大的喜讯 许杰听了翻译之后 同样的激动和欣喜万分 在心中道 无愧是东哥 目光真不错 不行 我要给东哥打电话 于是 许杰拿出他的手机 马上要给王旭东打电话 汇报这个喜讯 没有人注意到 这一群人之中 也有人悄悄地拿出了手机 悄悄地拨了一个号码 趁着没有人注意 悄悄地将电话打了出去 第1290章 戛然而止 大家都在光喜和激动之中 真没有人注意到 这个小动作 许杰更是拿出电话 欣喜万分地道 东哥 巨大好消息 Z国的6号 区域勘探情况 已经渐渐的明朗 这一带的天然气资源储量 接近1万亿立方 石油储量在300亿桶左右 王旭东即使早就知道 这里的油气资源情况 但接到许杰的电话之后 带着浓浓喜色的话 还是传了过来 许杰 这么多的天然气和石油啊 马上和卫国方面 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 抓紧这座超级油气田的大建设 王旭东希望这里 尽快启动建设 尽快地开采出天然气和石油 因为旭东矿业集团 必须扩大在国际石油市场 所占的比重 目前来说 国际上每天大约开采 九千余万桶石油 旭东矿业集团 国内三座油气田 再加上刚刚投产 不久的龙岛一号油田 每天大约开采 大约一千四百余万桶 这一千四百余万桶 大约有超过一千万桶 供应国内市场 除满足国内石油消费的需要 也有部分作为战备石油 被储存起来 华夏每年的石油消费量 大约三十五亿桶左右 也就是大约每天近一千万桶 别看旭东矿业集团 每天的石油产量 超过了一千四百万桶 其实真正出售到 国际石油市场的并不多 大约每天三四百万桶 这么一点石油 相对每天需求 起码八九千万桶的国际市场 简直九牛一毛 不足挂齿 且随着工业的发展 汽车拥有量越来越多 国际石油消费量 还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旭东矿业集团 不迅速地扩大产量 尤其是扩大 现有油田的产量 那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比重 就会越来越小 你占有的比重小 也就意味着 没什么话语权 王旭东可不希望将话语权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于是吩咐许杰 马上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 马上启动这座大油田的建设 等龙岛一号油田 二号油田 以及这座超级油气田 建成投产 旭东矿业集团 面向国际市场出售的石油 估计每天都会超过一千万桶 甚至是一千五百万桶 每天向国际市场供应一千五百万桶石油 将占有国际石油市场大约一成半 或近两成的份额 到了那个时候 旭东矿业集团在国际原油市场将具有很大的话语权 甚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许杰完全明白这一点 朗生的道 东哥放心 我会马上办妥一切 也会尽快启动这座超级油气田的大建设 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许杰挥手道 哈桑王子 我看接下来我们要签订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尽快启动这里的大建设 哈桑王子正有此意 美国方面也希望这里尽快建成并投产 那样的话 他们就能赚取大量的资金 有了这些钱 他们可以投入到他们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中 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局面 双方之间一拍即合 从这里回去之后 双方之间签署了一系列的正式合作协议 白纸黑字的写得清清楚楚 美国方面也表态 全力配合旭东矿业集团 为这座超级油气田的大建设 要人给人 要东西给东西 一路路登 什么 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应该是赛胡武装的首领 马克里赛胡 听到这个消息 他大势一惊 他们就是美国最大的武装之一 控制着美国边陲地区的好几座城市和面积广大的地区 早就希望旗下有油气田 以此开采出大量的油气资源并对外出售 赚取他们需要的资金 如果有几座大型油气田 他们就不会暗中收立伦德王子的数千万美金 他们也不会为了有足够的钱购买军火而绞尽脑汁 中东地区很多国家都有储量异常丰富的油气资源 可惜帝国境内油气资源匮乏 赛胡武装想拥有几座油气田完全成了奢望 完全不可能实现 除非他们向其他国家发展 去附近有丰富石油的国家的动手 罢占一片地区 控制一两座大油田 现在好了 卫国境内居然勘探出了储量异常巨大的超级油气田 马克里赛胡很心动 他的属下更是汇报道 首领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超级油气田 我们在6号区域有人 他悄悄地打回了电话 根据目前的勘探情况推测 那里的天然气储量估计有近一万亿立方 石油储量也达到了三百亿宫左右 什么 旁边很多人脸色都变了 全是激动和兴奋之色 一个个仿佛中了超级大奖一样 马克里赛胡本人更是像打了鸡血一样 想都不想 马上挥手道 马上集合人马 我们要向6号地区进军 占领并彻底控制这一地区 他差一点喊出来了 这个地区就是他的 谁也别想想 于是一道道命令下达下去 整个赛胡武装都行动起来 这一一场举动 当然瞒不过卫国军方 得知赛胡武装可能将有大行动 卫国军方吓了一跳 也准备马上调动军队 但还没有来得及调动任何一支军队 他们遇到了一件怪事情 百思不得其解 完全是一头雾水 本来蠢蠢欲动的赛胡武装 居然戛然而取 一下子又安静下来 没有在行动的迹象 这是怎么了 整个卫国军方 很多高层人员脑袋里面塞满了问号 心中在问 赛胡武装这是搞什么名堂 赛胡武装自然是放弃了行动 不敢轻举妄动 甚至连马克里 赛胡自己都吓出了一声毛毛汗 按道一声侥幸 原来 马克里赛胡 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座超级油气田 将由卫国方面和旭东矿业集团联合开发 这不是什么秘密 许杰等一行数人抵达卫国 整个行程并没有保密 马克里赛胡得知 这一情况并不奇怪 马克里赛胡差一点惊呼 我的妈呀 幸好我没有采取行动 他的一名格力手下 显然非常眼红 这座超级油田 心有不甘的道 首领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吗 阿医生 马克里赛胡狠狠地抽了 他这名属下一巴掌 你也不想一想 人家是旭东矿业集团 难道你想和人家 搬一搬手啊 反正看马克里赛胡不敢 利伦德王子牛叉吧 曾经还妄想 染指龙岛一号油田 妄想杀了王旭东 结果呢 王旭东好端端的 利伦德王子则已经死了 再说他自己 死前两次策划针对王旭东 结果呢 整个赛胡武装损失坦重 马克里赛胡真的怕了 早就想好 遇到旭东矿业集团 他要躲得远远的 有多远躲多远 哪里还敢去打 这座油气田的主意 首领 美国方面这次变聪明了 另外有一名属下 这样道 马克里赛胡 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道 对 美国这帮人 真的变聪明了 如果他们不和 旭东矿业集团联合开发 如果是他们自己 进行开发 我早就打过去了 这件事情 只能就此打住 马克里赛胡 不敢再有其他想法 美国在六号地区 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 消息不静而走 短时间之内 就几乎传遍了 整个中东地区 听闻到这个消息 很多人和势力心动 因为他们知道 美国实力弱小 完全可以向美国方面施压 借此从中分一杯羹 或是接着联合开发的名义 从中分的一部分的利益 很快 那些怀有这样想法的人 就打消了念头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美国方面将和许东矿业集团 联合开发 这座超级油气填 双方之中 连正式的合作协议都签订了 一条条的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很多人只能不干得到 美国方面 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 知道和许东矿业集团 进行联合开发 表面上看 似乎是美国方面吃了大亏 实际上 仔细一想就会知道 这一次 美国方面干得非常漂亮 某著名石油集团 这是国际石油巨头之一 他们每年都要从中东地区 进口不少的石油 对中东地区的风吹草动 一般都比较关注 这步他们就得知了 美国和许东矿业集团 联合开发的事宜 什么 这岂不是说 许东矿业集团旗下 又将多了一座超级油气填 龙岛一号油田 二号油气填 现在的这座超级油气填 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这家石油集团的总裁 甚至有一个念头 不行 不要马上去许东矿业集团 向他们订购石油 抱有这样想法和打算的 何止是他 很多人需要石油的人 都有同样的想法 小张是许东矿业集团 营销部的一名员工 这两天他忙得团团转 接的最多的就是各种电话 各种传真 这些电话和传真 全部来自各大石油集团 甚至有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 内容都基本相同 就是想要订购石油或天然气 这部小张还没得急喘一口气 他办公桌上的电话 又急促地响了起来 第1291章真正的蜂拥而至 花旗国某司宅 萨姆斯坎迪泡了一杯咖啡 感受着房间内暖暖的暖气 坐在沙发上 拿起一份报纸 这样看了起来 这份报纸上也有关于 旭东矿业集团的相关报道 萨姆斯坎迪心中这么想着 这两天 关于旭东矿业集团的报道 总是建筑与保端 或是频繁出现在电视新闻之中 这份花旗国的报纸上 很大的篇幅报道了旭东矿业集团 海外油气田的情况 龙岛一号油田 二号油气田 美国境内的超级油气田等等 因为和王旭东私交还不错 萨姆斯坎迪一般比较关注旭东矿业集团的情况 也比较清楚旭东矿业集团近期开发建设的海外油气田 已经有三座海外油气田 且全是超级油气田 萨姆斯坎迪心中这么想着 然后一口喝完咖啡 起身朝外走去 也不顾风雪交加 一面穿着外套大衣 一边吩咐他的助手道 准备车子 我要去见总统阁下 作为花旗国的重量级人物 萨姆斯坎迪完全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对自己国家的重要性 甚至为了油气资源 花旗国方面不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旭东矿业集团三座海外油气田的出现 让萨姆斯坎迪心中一动 要得到足够的油气资源 也许不仅仅限于战争 和旭东矿业集团保持良好的关系 也能订购到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 于是萨姆斯坎迪去见了他们的总统 且他的说辞一定程度上打动了他们的总统先生 可能用不了几天 花旗国的一些油气巨头 会主动和旭东矿业集团联系 订购石油和天然气 旭东矿业集团 梁洪波和许杰在一起 正在办公室之中盘着 从两人的表情可以看出来 心情都不错 这几天旭东矿业集团的电话几乎被打冒 很多油气巨头们纷纷打电话过来询问 想要订购石油和天然气 许杰感慨地道 红波简直不敢想象 感觉完全像在做梦一样 我们即将拥有三座海外油气田 这么多的人想订购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 梁洪波点头道 是啊 还是东哥厉害 去了几次中东地区 不但有了龙岛 而且有了一座又一座海外油气田 先是龙岛一号油田 石油储量1000亿公里上 名副其实的超级大油田 关键是那片海域的位置和地理环境都极好 现在更是已经开采石油 每天的石油开采量已经达到了两三百万坨 且还在增加中 龙岛二号油田出现了 这是一座超级油气田 石油储量巨大 天然气的储量也同样巨大 已经结束初步勘探 正在着手进行开发建设 许杰从中东回来了 漂亮的完成了使命 它代表旭东矿业集团和微博方面 签署了正式的合作协议 旭东矿业集团也留下了团队在微博 将主导这座超级油气田的开发建设 可以预见在微博的六号地区 将出现一座世界著名的超级油气田 红波 我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大家纷纷表示 要订购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 我们是否来一个年底大订购 再过十来天就是农历新年 原本按照计划 在农历新年之后 旭东矿业集团将召开一次 油气资源订购大会 接受一部分石油和天然气订单 但架不住大家的强烈需求 如果旭东矿业集团 死咬着暂不接受外界的石油和天然气订单 估计会得罪不少人 因为他们迫切地需要石油 尤其是受到S国的油气资源 枯竭的影响 很多需要油气资源的大体业 很多油气资源消费大国 他们都急需石油和天然气 许杰赞同的道 现在的石油和天然气行情都不错 我觉得可以在农历新年之前 接受一部分订单 两人很快就统一了一点 且去了王旭东的办公室 随即旭东矿业集团正式对外宣布 2月1日在世纪皇家酒店 正式召开石油和天然气订购大会 欢迎需要客户的前来下单 消息一传出 整个国际油气市场一片震动 这一粒好消息 让很多人放下一切事物 急急忙忙的赶往华夏的东海市 东海国际机场 细心的工作机场工作人员会发现 这几天前来东海市的老外们明显多了起来 各种都有 有白人 也有黑人 东海市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很多外国人在机场近近 出出是很正常 但这几天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 很多老外都是成群结队 并不是单独出现 这部一架从欧洲某国而来的国际航班 在机场降落之后 从飞机上下来的一帮老外就明显不一样 他们一行七八人 领头的老外很有气势 一看就不知道不是普通人 这是欧洲某著名企业的负责人 他亲自带队过来 目的就是为了订购旭东矿业集团的石油和天然气 总裁 您看 他旁边的助手轻声地提醒 领头的老外也看到了 微微地点一点头 远处也是一群人 家在人群之中正朝外走 大家都是同行 都在石油市场混着 自然彼此之间都认识 远处的那群人 也是某一家著名石油企业人 由一名高层带队 显然也是去旭东矿业集团的 机场外面 两名出租车司机趁着空闲 正在那里闲聊 其中一人道 刘哥看到没有 又是一群人 嗯 看到了 他们俩看到不远处的一群老外 上了一辆豪华大巴车 两人知道 生意又跑了 人家有专车前往国际金融大厦 常年在机场这一带拉生意 他们最喜欢的客人就是各种老外 倒不是想要宰客 而是如果运气好 往往能得到一些小费 从机场出来的老外 很多都上了在机场外面 等候的豪华大巴车 或是高级商务车 两人也知道 这些豪华大巴和高级商务车 都是旭东矿业集团的 其中那几辆豪华大巴车的车身上 还有旭东矿业集团的醒目标志 每一辆豪华大巴车坐满 马上就将有一辆高级商务车领头离开这里 前往国际金融大厦 自从旭东矿业集团正式宣布 将在2月1号举行石油和天然气订购大会之后 很多人就蜂拥而至 国际金融大厦门口 一辆高级商务车 两辆豪华大巴车过来了 在大门口挺好 旭东矿业集团的人组织大家有去下车 然后带着大家走进大厦 前往世纪皇家酒店 哦 上帝 你们看 和传闻之中的一样 这一群人走进一楼大厅 看到大厅之中那头栩栩如生的大金牛 很多人发出了惊呼之声 许多人是第一次来这里 此前只是听说过 在国际金融大厦的一楼四个大厅各有 一头栩栩如生的大金牛 听说每一头金牛用了十吨黄金 乍一看到这这头金牛 很多人不可控制的一阵阵惊呼 看到这些人的表情 旭东矿业集团的几名工作人员 脸上写满了自豪 心中想到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大金牛 代表着牛气冲天 先生们 女士们 抓紧时间进电梯 见很多人被大厅之中的大金牛 牢牢吸引 迈不动脚步 旭东矿业集团的工作人员 才朗声催促起来 很多老外到了 全是要来订购石油和天然气的 整个世纪皇家酒店几乎住满 这就一点夸张了 这可是规模很大的超五星级酒店 各种客房一千多间 可以想象前来的老外有多少人 世纪皇家酒店总经理刘化风的心中 一直在道 不得了了 再这样下去 整个酒店被挤爆了 挤爆了 擦一擦额头上的汗水 不得不拿起电话 打给了附近另外一家五星级酒店求救 如果这里客买 其他的客人就只能安排到 另外那一家五星级酒店 旭东矿业集团总部 梁洪波和许杰两人正在看着 刚送过来的清单 这是已经抵达 世纪皇家酒店的客户名单 我的个老天 这也太火爆了吧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神之中的震惊 就算两人早有心理准备 但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爆 这么多的人居然赶了过来 这简直就是挥舞着钞票 蜂拥而至 两人在欣喜之余 也很快统一了意见 鉴于人太多 每一家企业或需要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 最多派三人参加明天的订购大会 没办法 人实在太多了 紫园大别墅之中 王旭东在亲自为郑晓彤整理行李 计划明天送郑晓彤回京 马上就要到农历新年 郑家长辈催得紧 想要郑晓彤回京过年 东西不少 大行李箱整整装了好几只 大部分都是王旭东和郑晓彤买给郑家长辈们的礼物 郑晓彤道 东哥幸好咱们有自己的飞机 不然这么多的行李还真在不走 王旭东点一点头 满意的看一看这些行李箱 一共五只 总算全部弄好 明天上午就可以去京城了 手机响起来了 王旭东拿出来一看 见是梁洪波打过来的 毫不迟疑的接了这个电话 接完这个电话之后 王旭东脸上浮现出明显的喜色 再高兴之余 也带着微微歉一道 小彤看来咱们要推迟一天去京城了 文言郑晓彤好奇的看着王旭东 目光之中带着询问之色 仿佛在说 东哥 什么事情 需要推迟一天呢 第1292章公前的圣会 这是喜事 大喜事 对旭东矿业集团也是一大盛事 和送郑晓彤去京城相比 这件事情显得重要得多 王旭东原本以为将事情交给梁洪波和许杰两人足矣 不用自己再去操心 自己完全可以安安心心的前往京城 哪里想到 前来上门订购石油和天然气的客户火爆如斯 在刚才的电话之中 梁洪说了 已经抵达世纪皇家酒店的企业和国家代表超过了一千人 分布代表着一百多家需要石油和天然气的大企业 以及数十个需要油气资源的国家 这么多人 这么多企业 这么多的国家 王旭东也知道这将是一大盛事 马上决定推迟一天再去京城 明天将亲自去旭东矿业集团 听王旭东将事情讲了一遍之后 郑晓彤懂事的道 东哥 你明天去集团吧 我晚一两天去京城没事 我会和爸爸妈妈说的 见晓彤这么懂事 王旭东揽住郑晓彤的腰支 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晓彤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后天再去京城 郑晓彤点一点头 哇 你们也太亲热了吧 一个夸张的声音响起来 且带着善意的笑声 这是王月兰 他放寒假了 前几天就从东海大学回来了 一般住在家里面 或陪一陪杨红 或和郑晓彤宛如姐妹一样 出门逛一逛 或去他东海市的同学家里面 玩一玩 这部打扮得漂漂亮 看样子又准备出门 下楼正好看到 打厅之中的王旭东 抱着郑晓彤的腰 顿时开起了玩笑 王旭东笑骂道 你这个丫头 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怎么 又去找你同学逛街去吗 王月兰自豪的道 哥 你这次可猜错了 我今天去东海市第一医院 我们有一个帮助的对象 昨天的手术很成功 我们去看一看 他是东海大学市义工协会的会长 经常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如一些患有重大疾病 而又无前医治的人 王旭东道 是应该去看一看 我支持你 王月兰道 哥 我还需要感谢你呢 如果不是你的资金支持 我们义工协会也没有这么多钱 去帮助别人 他们义工协会经常去做一些义务性的劳动 只是其一 有了王旭东上次给他的空白支票 他们帮助了不少的人 其中重病患者就有好几人 王旭东道 小事一桩 以后需要钱找你哥我 钱不是问题 哥 你真好 王月兰一脸的高兴 然后向王旭东和郑晓彤挥手打一个招呼 欢欢喜喜的出了门 王旭东和郑晓彤相视一笑 旭东矿业集团 王旭东来的比较早 且还是自己驾车来的 林虎已经被王旭东放了长假 王旭东也没有要其他保镖或司机开车 干脆自己开车 来到了国际金融大厦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动手泡了一杯茶 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 心中想到 这个时候 订购大会应该将要开始了 王旭东没有抛头露面的打算 订购大会由梁洪波和许杰两人负责 王旭东只要在办公室等待结果就可以了 这一次 王旭东算是坐镇幕后 打开自己的电脑 连接上会议大厅的摄像头 整个会议大厅的情况 以直播的形式展现在王旭东的面前 这个时候 弱大的会议大厅已经坐无虚席 这是世纪皇家酒店最大的会议大厅 足以容纳数百人 幸好旭东矿业集团有先见之名 每一家企业或国家只能派三人参加 严格限制了参加的人数 不然还真坐不下这么多人 趁着订购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很多人都在侧头交谈着 整个大厅毫不热闹 有幸参加这次订购大会的数家知名媒体的记者们 打起了12分的精神 这是大新闻 国际石油行业的重磅性新闻 很多媒体本来都想来参加 其中有很多还是知名的海外媒体 考虑再三 主要是场地有限 旭东矿业集团通过了三家国内媒体 两家海外媒体的申请 能有幸到这里来采访的媒体 一家家都不简单 国内的三家媒体之中有两家是官媒 另外一家也是大名鼎鼎 在普通老百姓之中的关注度极高 两家海外媒体也不简单 一家是老牌的 就不盛名的西欧媒体 另外一家是花旗国有名的媒体 这些媒体记者们早早的做好了准备 只在订购大会的开始 而那些需要石油和天然气的人 趁着大会还没有开始 正在一阵热议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喜色 太好了 我们终于将有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了 很多人心中彻底的松了一口气 此前S国爆出的油气资源危机 让很多人有了紧迫感 甚至心中有一点恐慌 尤其是那些曾经向利伦德王子 下了石油订单的人 心中对石油的需求就更加的迫切 即使现在油价比较高 他们也想再下大量订单 先搞定一批石油再说 于是他们希望这一次旭东矿业集团 能拿出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 供大家订购 每一个人都能订购自己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 不知道旭东矿业集团这次 能拿出多少石油和天然气供大家订购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很多人在心中希望尽量多一些 最好不要出现增多粥少的局面 此前旭东矿业集团 曾经为龙岛一号油田举行了专场订购会 那次限额五一桶 没办法 最后还采取抓丘的形式 那些运气好的 还订购了两千万桶的石油 听说龙岛一号油田的日产量 已经达到了两三百万桶 龙岛一号油气田 已经开工建设 为国境内的超级油气田也将动工 我估计这一次 许东矿业集团拿出来供大家订购的油气资源 不会少 希望如此 越多越好 我们至少要订购一亿桶的石油 有人财大气粗 一副不差钱的表情 一开口就是一亿桶 马上有人似乎更有钱 朗生的道 我们要订购两亿桶石油 三十亿立方天然气 整个大厅之中热闹非凡 临近上午九点半 热闹的会议大厅突然渐渐的安静下来 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的看向了会议大厅的门口 梁洪波和许杰领头 后面跟着旭东矿业集团的庶名中高层 大家昂首挺胸 迈步走了进来 梁总和许总来了 看到旭东矿业集团的两巨头 顶肩进来 整个会议大厅之中瞬间安静 大家的目光非常的热气 有人甚至心情微微紧张 心中在祈祷 上帝保佑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订购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 旭东矿业集团的名气摆在那里 信用度有极高 从来没有发生违约的事情 大家可以放心的下订单 在大家的目光之中 在一阵咔嚓咔嚓声的照相声之中 梁洪波等沿着红地毯 走进了会议大厅 走上了主席台 在上面就坐 整个大厅之中依旧安静 大家都在等待着梁洪波等人发言 梁洪波环顾了一下 整个座无虚席 一片安静的大厅 心中一阵满意 对着话筒朗声的道 先生们 女士们 朋友们 大家尚无好 梁洪波开始了热情的开场来 首先热情的欢迎大家的到来 热烈的欢迎此之后 由许杰介绍旭东矿业集团的三座海外油气田 旭东矿业集团方面准备的非常充分 图文并茂 中英文结合 通过大屏幕向大家介绍龙岛一号和二号油田 以及非国境内的那座超级油气田 许杰豪气的道 我们旗下的龙岛一号油田传来了喜讯 日产量已经突破三百万桶 我们有信心 在半个月之后达到四百万桶 在一个月之后达到五百万桶 整个会议大厅之中 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经久不息 这不仅仅对旭东矿业集团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对大家来说也同样是大好消息 龙岛一号油田的产量上来了 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石油可以供应给大家 许杰继续介绍到 龙岛二号油田的建设已经启动 我们有把握在三个月之内建成第一口油井 介绍完龙岛二号油气田之后 许杰介绍卫国六号地区的油气资源勘探情况 什么 近万亿立方的天然气 大约三百亿孔的石油 在大家的惊呼声之中 许杰道 这是我们旭东矿业集团旗下的第三座海外油气田 马上将进行大建设 同时也欢迎大家订购这座超级油气田的石油和天然气 许杰一个又一个好消息放出来 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在掌声渐渐平息之中 梁洪波开口说话了 正式宣布这次将拿出来供大家订购的油气资源的数量 大家知道 重口气来了 整个会议大厅马上安静下来 大家目光火热 全部集中在梁洪波的身上 第1293章暂不考虑 这一次旭东矿业集团到底能拿出多少油气供大家订购呢 大家热切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梁洪波的身上 而梁洪波似乎也知道大家的想法 底气十足的环顾了一下整个会议大厅 目光从大家的身上一一扫过 先生们 女士们 朋友们 我们能深刻体会到 你们需要石油和天然气的迫切心情 经过我们集团的慎重考虑 领着尽量满足大家需要的原则 我们的龙岛一号油田将在接受大家 十一桶原油的定中 声音一落 震天的掌声响起来 有人甚至大呼 哦 太好了 十一桶 听见没有 是十一桶 十一桶啊 很多需要石油的人似乎看到了希望 一个个神情振奋起来 更是拼命的鼓掌 会议大厅之中的掌声一阵又一阵 龙岛一号油田目前的日产量已经达到了三百万桶 产量还在提高之中 先前被订购的五一桶未来几个月就能全部交付完毕 然后就可以交付这十一桶石油 也就是说 现在向旭东矿业集团下订单 订购龙岛一号油田的石油 再过几个月就能从龙岛运走他们订购的石油 想到能一传传的大量运走石油 很多人心中不免一阵激动 有人甚至大声的喊起来 我要订购五千万桶 我要订购一桶 我要八千万桶 掌声叫喊声 瞬间就将整个订购大会的气氛飞向了顶点 感受到这种氛围 梁洪波高兴一笑 足足过了两三分钟之后 他才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热闹的会议大厅渐渐的安静下来 梁洪波继续道 我们的龙岛二号油田已经开工建设 这是一座超级油气田 不但有超过一千亿桶的石油储量 也有数千亿立方的优质天然气 按照我们的计划 再过几个月 这座油气田将开采出第一批油气资源 这些油气资源将通过海底输油管道 直抵龙岛 为了满足大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要 我们的龙岛二号油气田可以接受五亿桶石油 一共两百亿立方天然气的定中 五亿桶石油 两百亿立方天然气 这不算少 对于一座刚开工建设的油气田来说 已经算得上非常给力 大家又是一阵阵的鼓掌 然后梁洪波又宣布在微博境内的那座超级油气田 他也将接受大家的订购 这座超级油气田以出产天然气为主 因为是路上油气田 建设工程量相对小一些 也容易一些 投产的日期可能还在龙岛二号油气田之前 五亿桶三百亿立方 又是一阵掌声响起来 这也太给力了 大家都知道 这座超级油气田的第一批油气 尤其是天然气的供应 这才算刚刚起步 现在是三百亿立方 将来可以是五百亿立方 上千亿立方 甚至更多 在大家的掌声停息之后 梁洪波宣布了一系列的订购规则 如遵循旭东矿业集团定价的原则 如遵循自己上门运走油气资源的原则等等 旭东矿业集团的定价非常的功道 完全遵循国际油价和国际天然气价格的原则 每周公布一次价格 涨跌完全符合国家价格的涨跌 宣布完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之后 接下来才是此次订购大会的重点 也是大家最希望的 办公室之中 王旭东虽然没有亲临订购大会现场 但通过现场直播 对情况了如指掌 梁洪波所说的一切 如拿出来订购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 以及宣布的那些订购规则等等 完全是依照王旭东所要求的在进行 嗯 不错 这个时候 王旭东已经彻底的放心了 这次订购大会必定将非常的成功 也必定再一次成为世界的热点新闻 20桶石油 500亿立方的天然气 用脚趾想一想都知道 这些石油和天然气肯定会被抢购一空 看似数量巨大 但相对于巨大的国际市场来说 还是显得有一点太少了 国际石油市场 每年的原油交易量高达数百亿桶以上 天然气也以万亿立方计算 这么巨大的成交量 旭东矿业集团的20亿桶 500亿立方相对来说分量不大 看来还是要提高产量才行 王旭东心中想到 王旭东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之内 让旭东矿业集团牢牢占据国际石油市场 两成以上的份额 争取能达到三成左右 也就是说这三座海外油气田全年的总产量 加在一起必须达到60亿桶以上 至于华夏市场 对不起 除了部分本来就有的国内油气田之外 其他人别想进入这个市场 国内对油气资源的需要完全由旭东矿业集团满足 临近中午时分 梁洪波和许杰一起进了王旭东的办公室 两人的任务圆满完成 整个订购大会非常的成功 接下来就是一张张订单和合同的签订 这种具体事宜也用不着两人去亲力亲为 有旭东矿业集团的那些中高层人员即可 两人最多在谈妥的订单上 最后签有一下子而已 东哥 见两人进来 王旭东道 做怎么样 非常成功吧 嗯 梁洪波道 完全是疯抢 咱们20亿桶石油 500亿立方的天然气马上被抢走了 剩下的就是一张张订单的签订 许杰更是道 咱们能拿出来的石油和天然气 还是少了一点 看样子 接下来就是抓紧大建设 让咱们的二号和三号油气田尽快筹产 三人聊着这次订购大会的情况 也聊着油气田的大建设等等 似乎都差一点忘记了吃中饭 还是王旭东笑着道 哎呦 已经12点半了 走 咱们去吃饭 好好的庆祝一下 也不用去太远的地方 就在世纪皇家酒店就有王旭东的专用包间 这个豪华包间一般都一直为王旭东留着 就算是王旭东没有去用餐 那里也不会有人用餐 三人一起进了这个豪华大包厢 点了一桌好菜 开了一瓶好酒 还有庆祝的意思 至于那些订购石油和天然气的客户 自然有旭东矿业集团 其他人陪同用餐 还用不着王旭东 梁洪波和许杰这样的三大巨头去陪同 梁洪波兴致勃勃勃 举杯道 东哥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这么大 看样子 我们必须还要有第四座海外油气田才行 王旭东笑了 说实话 王旭东已经非常满足了 国内三座超级油气田 再加上在中东地区的又是三座超级油气田 放眼整个世界 谁能和旭东矿业集团相比 能源市场的水太深了 涉及到很多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大国的利益 王旭东知道 不能吃毒食 旭东矿业集团能占据国际市场 两成以上的份额就非常不错了 王旭东笑着道 我们国内的三座油气田有部分石油和天然气能出口 再加上中东地区的三座海外油气田 出口量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没有再建设第四座海外油气田的打算 文言 梁洪波微微失望 王旭东道 洪波 知足常乐 你就知足吧 如果我们的这三座海外油气田全面建设 完成且达到文产 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谁还能和我们相比 对哦 确实是这样 想通这一点 梁洪波笑起来 朗生的道 东哥 你说的对 接下来 我们的重点 就将这三座海外油气田的全面建成 让他们达到文产 三人在包厢之中举杯庆祝 并金融大厦门口 来了一群人 这几人一看就是这样 引起了很多人的策务 尤其现在是中午时分 正值国际金融大厦之中 各大公司的中午休息之间 大厦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这几人身材普遍不高 基本都在上股群 留着一坨黑胡 胡桑人和华夏都是黄色人群 但本质上还有很大的股群 一般能分辨出来 这几人就是全是胡桑人 来了这么多的胡桑人 不知道他们是要去哪里 国际金融大厦是顶级铁的楼 里面有很多知名的跨国公司 来了一些胡桑人 乍一看似乎也没有什么 但有不少人的知道 金许东矿业集团 今天在世纪黄家酒店 召开进做大会 这些胡桑人进了国际金融大厦 居然直接去了世纪黄家酒店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一群人到了世纪黄家酒店的前台打通之后 马上被酒店的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工作人员礼貌的道 对不起 我们酒店已经客满了 如果想入住酒店的话 已经没有房间了 这倒是直行 这么多的人挥舞着钞票 赶过来参加订做大会 偌大的酒店早就已经暴满 没有空余的房间 这些胡桑人移到酒店之后 居然直接朝里面 自然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不能让他们往里面充 领头的胡桑人道 我们不入住酒店 我们要参加许东矿业集团 今天举行的石油和渲染器 订购大会 参加订购大会 这个时候酒店的工作人员 完全看不明白了 订购大会上午 就已经举行了好不好 现在更是已经基本结束 下午则要开始订单的 正式签订 1294张去机场接人 酒店的工作人员 觉得事情非常的怪异 马上拦住这些扶桑人 并将情况上报给了 酒店总经理刘化风 什么 扶桑人过来要参加石油和天然气订购大会 不会吧 乍一听这个消息 刘化风直呼不可能 马上急急忙忙的过来 准备一看究竟 他作为这次订购大会的筹备人之一 清楚的知道 集团没有允许任何一家扶桑企业参加 泡菜国的企业倒是有一家 因为这家企业一直和旭东矿业集团的关系 还算比较好 但不管是石油和天然气都进行了严格的限额 刘化风过来 看到这些扶桑人 马上沉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过来干什么的 领头的扶桑人居然底气十足的道 我们是大扶桑帝国的代表 听闻你们面向全球举行石油和天然气订购大会 我们想向你们订购部分石油和天然气 接着又补充一句道 放心吧 我们有钱 可以现款 价格方面比国际售价稍微高一点都可以 刘化风笑了 心中道 你马的 你们脑子嗅逗了吧 有钱了不起啊 咱就不卖给你们石油和天然气 他清楚的知道 集团对扶桑国不但实行铁矿石的禁售 石油和天然气也是一样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像他们哪怕出售过一吨石油或一立方的天然气 扶桑是石油消费大国 他们需要大量的石油 也需要不少的天然气 此前他们一般从中东地区的S国进口 现在这条路已经断了 于是派人过来 居然想从旭东矿业集团订购油气资源 刘化风道 对不起 我们的订购大会已经结束了 领头的扶桑人并不甘心 我们知道来迟了一点 我们可以和梁总或许总单独谈 刘化风嘲讽道 不用了 我们梁总和许总都很忙 没有空见你们 见刘化风的态度很坚决 四周已经有不少的保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只要刘化风一挥手 这些保安估计就会涌过来 见状领头的扶桑人才一脸的不甘心 又坚持了一番 最后还是只能离开 这些扶桑人一走 刘化风则赶紧将情况上报 世纪皇家酒店之中 王旭东 梁洪波和许杰在一起用餐 三人的心情都不错 这次订购大会的火爆宛如还在眼前 二十一桶石油 五百亿立方的天然气 三人心中都充满了雄心壮志 接下来肯定大干一番 扩大产能 三座海外油气田也将开采出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梁洪波接到了一个电话 听完之后 他笑了起来 东哥 刚才来了一群斗饼 居然嚷着要订购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 哦 王旭东也笑着道 是不是扶桑人 正是扶桑人 看样子 S 所有其资源的枯竭很大程度 让扶桑人受了刺激 居然开始派人上门来试探我们的态度 王旭东点了点头 这些扶桑人看似比较逗比 但王旭东也知道 这是扶桑方面的试探 即他们想要试一试 能否从自己这里订购到石油和天然气 事业没用 在扶桑高层的态度没有彻底的改变之前 王旭东是不会卖给他们石油和天然气的 有钱也不行 不管他们 来 咱们兄弟再干一杯 王旭东举杯 梁洪波和许杰站了起来 三人的杯子轻轻的碰到了一起 三人又一起喝了一口白酒 兄弟三人一边吃饭喝酒 一边谈着旭东矿业集团未来的发展 王旭东也将调子定了下来 暂不考虑开发建设 第四座海外油田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抓紧目前现有的 三座海外油气田的大建设 整个下午 旭东矿业集团都非常的忙碌 一张张的订单被正式签订 签好订单的人高高兴兴的离开 满天的欢喜 旭东矿业集团拿出这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供大家订购 很多人受益 大家多少都订购到了石油和天然气 只有那些巨头们觉得有一点微微的遗憾 因为旭东矿业集团规定 石油订购的最高限额为八千万公 天然气的最高订购限额为二十亿立方 这次订购大会成了国际能源行业的热点事件 很多媒体争相进行了汇报 因为主角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集团 异常的火爆 尤其是在国内 王旭东非常的明智 没有将自己摆在封肩浪口 而是一直待在幕后 甚至都没有出现在订购大会上 当大家都在热议这次事情的时候 王旭东已经低调的出了紫园大别墅 现在是早晨 一共两辆车 由保镖们驾车 带着数只行李箱 前往东海国际机场 车子抵达机场 飞机则早就准备好了 那架弯留G650飞机 已经在等待着他的主人的到来 舱门打开 保镖们将行李箱搬上了飞机 王旭东牵着郑晓彤的手 一起上了飞机 不久之后 飞机起飞 京城 东方石油集团总部 郑伟伟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但细心的人会发现 今天的郑总 已经不止一次 看了他手腕上的名表 尤其是快到上午十点的时候 会议节奏明显加快 郑伟伟有急事 没有再细说各项事项 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一笔带过 只重点说了 一些重要事物 大约到了上午十点的时候 郑伟伟又抬手 看了看时间 草草地说了几句 将会议交给下面一位副总主持 准备带着助手出了会议室 很多人心中道 郑总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物 似乎看出大家心中的猜测 郑伟伟一笑道 我要去机场接人 接来下的会议由张副总主持 放着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开 郑总居然仅仅只是去机场接人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牛叉 值得郑总亲自去机场迎接 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事关东方石油集团明年的战略布局 现在的东方石油集团规模已经很大 虽然还没法和三大国字号巨头相比 但在一众民营石油企业当中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今年的销售总额已经达到两三千亿元 利润高达数百亿 且发展势头非常的强劲 这样一家公司的老总 身份是多么的尊贵 现在居然放下重要会议去机场接人 郑维维很忙 抓紧时间开了会议 到了上午十点的时候 急急忙忙的出了会议室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别人会怎么想 如果大家知道 郑维维去机场迎接是王旭东 估计会一个个惊呼起来 王旭东啊 世界五百强排名第一的旭东矿业集团的总裁 京城机场 一架弯流G650飞机在机场降落 王旭东和郑晓彤到了 飞机停稳之后 两人一起走出了飞机 然后看到了不远处前来迎接自己的郑维维 东哥 姐 看到王旭东和郑晓彤的身影 郑维维一路小跑过来 高兴地喊起来 王旭东一笑 也高兴地道 维维 三人见面 一番欢喜 被带过来的行李也搬下了飞机 看到一共四只大好行李箱 郑维维开玩笑试地道 姐 你将超市都搬回来了吧 郑晓彤笑骂道 要你管 赶紧给我搬东西 郑维维乐意之急 撸起袖子就开干 亲自动手将行李箱搬入越野车的后备箱 旁边的助手健壮 也赶紧动手 开玩笑 郑总这么大一个人物都在搬行李箱 他一个小助手肯定要更卖力才行 而不是待在一旁不动手 如果有东方石油集团的人看到 平时威严的郑总亲自当起搬运工 可能大家的下巴会掉一地 给东哥当搬运工算什么 咱乐意 郑维维乐呵呵地 一边搬一边开玩笑试地道 姐 这里面有没有给我的礼物 郑晓彤脱长的声音 故意大声地道 有 郑维维一笑 更加地卖力 将行李箱全部搬入了越野车的后备箱 现在他知道了 为什么东哥说了 至少准备两辆越野车 一共四个大号的行李箱 如果只有一辆越野车 还真装不下来 东西装好 郑维维拉开车门 请王旭东和郑晓彤上车 不久之后 车子离开机场 朝着郑晓彤家行驶而去 小别墅当中 乌亚平在忙碌着 厨房里面不用说 各种新鲜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只等下锅 今天中午肯定将是丰盛的大餐 郑明也难得的在家 系着围裙 将水果洗好 用果盘装好摆好 郑明笑着道 老婆 小童和旭东回来 看把你乐的 一整天嘴巴都没有合拢过 乌亚平道 老郑 你还说我 你连班都没有去上 听说今天你还有重要会议的 郑明道 会议已经安排老刘主持了 会议哪里有小童和旭东回来重要 嗯 他们应该也快到了 郑明将新鲜的葡萄洗好 擦一擦手 然后就听到了门外的汽车声 马上高兴地喊道 快 应该是小童和旭东到了 文言 乌亚平 连忙放下手里东西 赶紧擦一擦 湿漉漉的手 连围裙都来不及解下来 马上跟着郑明 往外面走 第1295章 彭润伟的不甘心 确实是王旭东和郑晓彤到了 两辆越野车行驶到了小别墅门口 第一个下车的是郑伟伟 他亲自拉开车门 王旭东笑着道 伟伟 我们自己来 不用这么客气 郑伟伟连忙道 东哥 这是应该的 你们是客人 两人之间还没有来得及客气两句 郑明和吴亚平 就一脸喜色的出来了 甚至连围裙都没有解下来 爸爸 妈妈 叔叔 阿姨 王旭东和郑晓彤 几乎同时喊起来 两人也一样高兴一场 想一想 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看到两位老人了 回来了 快进屋 这个时候 用不着过多的言语 一切都在 这种浓浓的亲情之中 郑明甚至只对郑伟伟 点一点头 瞬间 连郑伟伟都感受到了 这种几乎浓的 无法化开的亲情 连忙跟着一起 进了别墅 大厅之中 大家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这个时候 才开始轻松地聊着 郑晓彤更是亲热地 挽着吴亚平的胳膊 一口一个妈妈地叫着 让吴亚平眉开眼笑 聊一些家常 仅此而已 气氛非常的轻松 郑晓彤亲自拉过来 一支大行李箱 打开来将带过来的礼物 送给郑明和吴亚平 两位老人 眉开眼笑 倒不是说 礼物值多少钱 而是感受到了 王旭东和郑晓彤的 那番心意 中午的时候 一家人一起吃饭 非常丰盛的一桌 郑伟伟也被留了下来 三位男人开了一瓶酒 小酌了两杯 直到饭后 郑明才将王旭东 叫去了书房 翁旭两人一番长谈 郑伟伟则去了 东方石油集团 郑晓彤陪着吴亚平在客厅 翁旭两人 谈了起码一个多小时 所谈的都是一些正事 如旭东矿业集团的情况 郑家的情况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谈到了王旭东和郑晓彤的婚事 第二天 郑家老宅可就热闹了 郑家的主要成员都出现在老宅 这可是不常见的 一般只有重大节日才会这样 平时都各自在自己的小家庭中 在外地的郑家成员 也放下一切事物回来了 大家庭这么隆重的聚集在一起 只有一件事情 王旭东和郑晓彤回来了 且要商定郑氏的婚事 难得的是郑其荣从大洪门内回到了老宅 将王旭东叫去了书房 郑氏谈好了婚事 定于明年5月1日 让王旭东和郑晓彤正式完婚 郑家很多人身居高位 如果在国内举行盛大的婚礼 有一点不好 必须低调 而王旭东又希望风风光光地迎娶郑晓彤 于是商量之后将婚礼定在龙岛举行 再过几个月 龙岛建设的也差不多了 一切渐渐地完善 整个龙岛风景优美 设施完善 却是一个举行婚礼的好地方 龙岛位于中东地区 远离华夏 只要不邀请媒体记者参加 王旭东将婚礼场面搞得再大 也没有人会知道 最多仅限于一定的小圈子之内 终身大事就这样的定下来 王旭东心中充满了幸福感 郑家长辈也非常的满意 郑家的公主将要结婚了 且嫁给的还是王旭东 大家心中高兴 一起吃饭的时候更是气氛热烈 郑其荣因为身居高位 非常的繁忙 和王旭东谈完之后 马上就去了大鸿门内 没有和大家一起吃饭 老爷子不在 大家就更放得开 郑家的几个晚辈 更是轮番向王旭东敬酒 幸好王旭东是海量 忽然还真有 可能被他们灌醉了 军方大楼 办公室之中 彭润伟正在看着一份 可行性分析报告 从他微皱的眉头 可以看出来 心情应该比较凝重 这是比较罕见的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彭润伟如此眉头微皱呢 按理来说 他近期的心情 应该是开心而轻松的 军方的武器装备 大面积的更新换代 战力快速跃升 尤其是空军更加不得了 开始大面积的 列装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 飞龙战机 战略运输机超级大胖子 也开始列装 还有先进的预警机 战略轰炸机等等 和几年前相比 简直不可 同一日而语 这一切 彭润伟功不可没 而这幕后的最大功臣 则是王旭东 正是因为有了王旭东 将大量的技术资料 悄悄地送到了 彭润伟的电脑之中 这才有了一款 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 空军的武器装备 几乎能换一茬 陆军的主要装备 也在更新换代 海军万吨级大区 也在按王旭东提供的技术资料 进行制造 彭润伟现在正在看的是 国产航母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没错 确实是航母 华夏作为一个大国 必须要有自己的航母 且应该不是一两艘 而是多艘航母 军方主导已经启动了 国产航母的研制 不要和现实挂钩 本书和现实有很大的出入 先期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也送到了彭润伟的案头 这只能算是一艘中型航母 排水量只有六万余吨 没有彭润伟希望的电磁弹射 而是准备采用传统的 华越式起飞方式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 也是一个军事大国 彭润伟知道 华夏不但要有世界一流的空军 也要有世界一流的海军 空军有了飞龙战机 有了远程战略轰炸机 远程战略运输机 先进的预警机等等 成为世界一流 甚至领跑整个世界空军 已经成为定局 要想成为海军强国 光有先进的驱逐舰还不行 必须要有强大的航母战斗群 而这个战斗群的核心就是航母 最好是先进的大型航母 从这份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来 这艘国产航母的研制 有一点保守 步子卖得不够大 这一切是因为受到技术的限制 必须要摸着石头过河 一切慢慢地来 从小到大 急不得 哎 横润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心中感到微微的失望 也感到无奈 华夏没有制造 先进大型航母的经验 乍一上马 制造大型航母 可能会遇到 大量的技术难题 没办法啊 只能从中小航母起步 一步一步地来 横润伟拿起笔 准备在可行性分析 报告上签字 但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放了下来 再等两天 让我再想一想吧 横润伟的心中 非常的不甘心 也万般地无奈 如果能制造 先进的大型航母 那该多好啊 横润伟放下笔 合上这份分析报告 暂时放到一边 拿起其他的文件 开始批阅 有空的时候 他也看一看 世界上先进航母的资料 批阅其他文件的时候 横润伟发现自己 老是在走神 脑海之中 总是会浮现那些世界 先进航母的身影 可惜 那样的航母 不是华夏的 是其他国家的 咚咚咚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他的秘书敲门进来 汇报道 横总 王总才到了京城 哦 旭东在京城 听到这个消息 彭润伟感觉到 自己的心脏 莫名的一阵跳动 马上挥手道 将我那罐最好的茶叶带上 换上便装 和我出去一趟 秘书提醒道 彭总 十分钟之后 您有一个重要会议 参加讨论我们 国产航母的技术方案 这可是大事 事关航母的技术方案 专家们拿出了几套方案 彭润伟也大致看过 都差不多 都是排水量五六万吨的中型航母 全部采用滑越式甲板 设计上都比较保守 都不是彭润伟希望的 如果技术上允许的话 彭润伟希望制造先进的大型航母 如十万吨级的那种大航母 只有这样的航母 才和华夏的实力相匹配 彭润伟挥手道 这个会议暂时取消 再等通知吧 秘书心中暗暗惊乐 但也不好问什么 马上出去办理 彭润伟则拿起了电话 打到了王旭东的手机上 这个时候 王旭东正带着郑晓彤 在逛街 大事基本定了 也已经面见了郑家的长辈 这次上京该干的事情 都已经干完了 整个人都轻松起来 郑晓彤也是一样 轻松而充满幸福 挽着王旭东的胳膊 挽如一个小女生一样 一起和王旭东逛街 购物 享受美食 看电影等等 今天的天气极好 阳光也不错 两人正从一家著名的 超级购物中心出来 王旭东的手上 提着两个购物袋 这是两人今天的收获 东哥 再晚几天 再陪一陪 人家再回去吗 郑晓彤摇晃着 王旭东的胳膊 一阵阵的撒娇 王旭东笑着道 行 行 再多晚两天 农历新年临近 王旭东本来计划明 后天就回东海市 等新年初二的时候 再到京城 一方面是给郑家的长辈们拜年 另外一方面则是 将郑晓彤接回去 见王旭东同意 郑晓彤高兴一场 抱着王旭东的胳膊 主动地在王旭东的脸上 亲了一口 东哥 那就这么说定了 再晚几天 我看了天气预报 未来几天的天气都非常好 我们明天一起去爬长城 怎么样 王旭东爽快地道 行 明天去爬长城 东哥 你真好 郑晓彤高高兴兴 挽着王旭东的胳膊 两人一起出了购物中心 一起到了停车场 上了车子 郑晓彤心情好 主动要开车 王旭东也不坚持 干脆就坐在了副驾驶上 由郑晓彤驾车出了停车场 在车上 王旭东接到了一个电话 拿起手机一看 赫然是彭润伟打过来了 在296张双体航母 彭叔叔找我 王旭东轻声地对郑晓彤说了一声 知道彭润伟这个时候将电话打过来 可能有重要事物 旭东 听说你到了京城 是不是 王旭东笑着道 彭叔叔 您消息真灵通 刚到京城 没有两天 主要送晓彤回京 彭润伟朗声地道 旭东 应该不仅仅只是送晓彤回来吧 我听老领导说 你和小彤的婚事将要正式定下来 他口中的老领导自然指的是郑其荣 王旭东也不隐瞒 如实地道 对 我和小彤的婚事基本已经定下来了 定于明年5月1日在龙岛举行婚礼 哦 已经定了 旋即彭润伟的语气明显地喜悦起来 旭东 恭喜你们 到时候 我一定要来喝一杯喜酒 王旭东道 彭叔叔 你如果能来 那是我和小彤的荣幸 两人在电话之中稍微聊了几句 然后 王旭东道 彭叔叔 找我有事吧 我正好有空 您说一个地方吧 彭润伟很忙 就算是和王旭东关系极好 也不可能敞开聊这么久 这种情况说明 肯定有重要事物 电话里面也不是谈正事的地方 王旭东觉得自己反正有时间 如果真有重要事物 那还不如找一个地方 两人坐下来谈一谈 彭润伟道 旭东 我正好有一点好茶叶 咱们坐下来喝一喝茶 王旭东已经能肯定 彭润伟肯定有非同一般的事情 找自己当面谈 忽然不可能闲得找自己喝茶 知道这一点 王旭东爽快地答应 行 没问题 彭润伟说了一个地方 那是一家当次不错的茶馆 距离军方大楼也不算远 只隔着一条街道 东哥 我送你过去 知道王旭东和彭叔叔 有重要事情商谈 郑晓彤很懂事 且主动要求送王旭东过去 王旭东点头道 好 到了那里 我下车之后 你先回去 那间茶馆距离 也不算太远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郑晓彤就驾车到了茶馆门口 王旭东下车 小童 你自己回去 路上慢一点开 小心一点 郑晓彤道 东哥 我知道脸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放心吧 我到家了会给你短信 两人之间挥手暂时分开 王旭东目送郑晓彤 驾车渐渐远去之后 这才收回目光 然后迈不朝茶馆里面走去 王先生 请随我来 王旭东刚进茶馆一楼 一名穿着变装的青年就过来 轻声地这样道 王旭东知道 这是彭润伟下面的人 只是没有穿军装而已 跟着这名青年 王旭东上了茶馆的三楼 在一间雅氏门口 王旭东还看到 站着一名变装青年 彭润伟应该在里面 王先生 彭总在里面 吩咐过了 您来了之后可以直接进去 不必要敲门 王旭东点一点头 轻轻地推开门 看到了雅氏里面的 一身变装的彭润伟 王旭东赶紧进去 并轻轻地将门关上 看到王旭东进来 彭润伟起身 朗声地道 旭东来了 快 坐这边来 彭润伟轻轻地拍了拍 他旁边的空位置 王旭东一笑 走过去坐了下来 拿起茶壶 自己动手倒了一杯茶 轻轻地闻了问 王旭东道 彭叔叔 这是顶级的普洱 且还是老朱普洱 应该有一些年头了 这样的茶叶有价无事 不是有钱能买到的 常年喝茶 王旭东也不再是一个外行 绝大部分的茶叶 一看一闻就知道 这部 马上就认出了这茶叶 彭润伟道 一个老朋友送的 也就这么一点 我全带来了 剩下的等一下 你带回去 这么好的茶叶 王旭东非常的喜欢 也不推辞 笑着道 彭叔叔 那我就不客气了 等一下拿回去 以后慢慢喝 嗯 彭润伟点一点头 和王旭东一起喝茶 一起聊天 关切地询问了 旭东矿业集团的事情 也称赞了三联特纲集团 山河重工集团 为军方做出的贡献等等 三联特纲集团的 超级金属一号 特种钢材大量地提供给军方 广泛地用于各式武器装备的制造上面 山河重工集团 生产制造的各式发动机 不但用于战车 主战坦克 也用于各式舰船等等 不管是三联特纲集团 还是山河重工集团 对军方的贡献巨大 彭润伟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两人之间聊了一会儿之后 渐渐地切入了正题 王旭东道 彭叔叔 看你眉宇之中有一丝忧愁 难道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 彭润伟轻轻地啪了一口气 哎 实不相瞒 确实遇到了一点棘手的事情 哎 可能是我的要求太高了 哦 王旭东微微疑惑 暂时没有猜测到具体是什么事情 目光之中带着询问的意思 以两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王旭东对军方的巨大贡献 只要不是十分机密的事情 彭润伟一般会告知一二 果然 彭润伟轻轻地摇了摇头 缓缓地道 旭东 你可能也听说过 我们军方准备研制国产航母 这件事情 王旭东确实听说过 在网络上面 尤其是一些军事论坛里面 不是什么秘密 早就有这一方面的内容 外媒更是早就报道过 只是军方一直没有正式对外宣布什么 从来没有官方承认过国产航母的研制 一切似乎只是传言 事情一直扑朔迷离 王旭东点头道 嗯 听到过一些消息 不知咱们国产航母研制是真是假 进展怎么样了 彭润伟道 传言基本是真是的 国产航母的研制工作已经启动 且拿出了几套方案 也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和论证 只是 说到这里 彭润伟轻轻地摇了摇头 王旭东心中猜测 难道是国产航母在研制工作遇到了技术上的难题 或干脆就是困难重重 举步维艰 在神级大矿主系统的资料库之中 有航母的全套技术资料 且还是先进的 综合性能非常出色的双体航母的技术资料 这些技术资料 王旭东大致翻看过 即使不是内航 但王旭东也知道 凭借华夏的整体工业实力 有了这整套的技术资料 能轻轻松松地将这款双体航母制造出来 有了全套的技术资料 连研制过程 论证过程等等 审码的全部可以省去 可以直接开工建造 周期会大大缩短 这是系统出品的东西 按技术资料上的要求进行建造 肯定会非常的顺利 基本不会有什么技术上的难题 这一点在飞龙战机 超级大胖子战略运输机 以及目前正在建造的万吨级大区的身上 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国产航母研制遇到了大难题 王旭东心中一动 也完全明白了 彭润伟找自己的原因 即使王旭东从来没有承认过 之前的武器装备的技术资料 是他自己提供的 但他和彭润伟之间 早就心照不宣 这是属于两人之间的秘密 王旭东不承认 彭润伟也不点破 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王旭东朗生地道 彭叔叔 我们华夏是一个大国 也是一个强国 我们有辽阔的海江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航母战斗群 更要有自己建造航母的能力 文言彭润伟一喜 心中猜测道 旭东底气这么足 这么豪气 难道手上真有航母的全套技术资料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彭润伟最希望的就是 拥有某一款先进大型航母的全套技术资料 现在看来有希望了 彭润伟心中顿时就轻松起来 也豪气万丈地道 对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航母战斗群 必须要有自己建造的航母 两人之间心照不宣 都知道彼此心中的想法 谁也没点破 事情到这里就可以了 彭润伟亲自给王旭东倒满了茶 邀请道 旭东 这茶越喝越有味道 来 咱们再品一品 说完 彭润伟端着杯子 轻轻地喝了一口 王旭东也是一样 气氛轻松起来 两人聊着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这样聊了一会儿 王旭东知道彭润伟很忙 准备再过几分钟就起身告辞 不耽误彭总宝贵的时间 咚咚咚 雅士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彭润伟知道应该是自己的秘书 朗声地道 进来吧 他的秘书也是一身变装 就是刚才带王旭东进来的那名青年 他走过来 在彭润伟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 顿时 彭润伟的脸色就微微变化了一下 只是他酒居高位 早就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一般的事情绝对会面不改色 这次脸色居然微微变了变 肯定是大事 王旭东的听力很好 就算不是故意想听 但还是一字不落 听得清清楚楚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之后 王旭东心中道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1297章旭东 你太给力了 什么 外国专家走了 听到汇报之后 彭润伟的脸色微微一变 心中愤怒地想道 这几名外国专家还真难伺候 为了国产航母 不仅仅只是彭润伟 很多人可以用低声下气 忍气吞声来形容 没办法 因为华夏没有建造航母的经验 需要依仗这些外国专家们 为了国产航母的研制 军方也算动用了很大的关系网 从W国悄悄地 请来了航母建造专家 再汇集国内的一大群专家们 一起研制国产航母 W国经济实力不行 国力也一般般 但他们有航母建造经验 曾经建造过多艘多个型号的航母 军方正是看重这一点 这才花了大代价 悄悄地请了几名 W国的航母建造专家 彭润伟也曾经听下面的人反应过 这几名W国的专家很傲慢 很难伺候 听到这样的汇报 彭润伟没有放在心上 认为有技术人的人 傲慢一点可能也正常 现在则太出格了 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要走人 顿时彭润伟心中的怒火 疼疼地就上来了 这是典型的要夹我们的脖子 以为他们走了 我们就无法研制出航母 王旭东清除了事情的缘由 刚才一字不漏地听得清清楚楚 注意到彭润伟脸色的微变 于是安慰到 彭叔叔没有张屠夫 难道我们还能吃带毛猪固城 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如果是之前 彭润伟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几名W国的专家留下来 现在嘛 见王旭东这么说 彭润伟就知道 王旭东肯定有全套的 关于先进航母的技术资料 那些专家要走 就让他们走吧 彭润伟的目光看着王旭东 似乎在说 旭东 你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 手上一定要有 先进航母的技术资料 迎着彭润伟的目光 王旭东信心十足 微微一笑 端着茶杯 轻轻地喝了一口 感受到王旭东的自信 彭润伟放心下来 不耐烦挥手道 那些专家 要走就让他们走 不要挽留了 什么 彭润伟的助手 大惊失色 心中焦急万分 如果这些专家走了 那我们国产航母的研制 岂不泡汤了 就算是能研制出来 肯定也会在整个研制过程之中 磕碰碰 没有好几年的时间 休想 数次想开口说话 劝阻一下彭总 但还是忍住了 彭润伟的助手 轻轻地点了点头 出了这间雅室 某著名研究中心 偌大的会议室之中 烟雾缭绕 这里坐满了专家们 如果有认识他们的人 在这里 肯定会大吃一惊 我的老天 国内著名的船舶研究专家 武器装备专家 雷达专家等等 居然全部汇集在了这里 大家的共同目标 是国产航母的研制 此前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甚至拿出了 一共三套航母的方案 供军方领导参考和拍板 在大家看来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距离全面展开 研制应该不远了 这个关键时刻 那几名W国专家 居然要走人 事关重大 大家都谈一谈吧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我建议 极力挽留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 光凭我们 闭门造车的话 会走很多弯路 我也是这个意见 请示高层 将这几名 W国的专家 留下来 待遇可以再提高一些 很多人 是这样的意见 但也人非常的硬气 愤愤地道 早就受够他们的鸟气 他们要走 就让他们走 我们不阻拦 难道没有他们 我们就不能 研制出航母吗 就是要走 就让他们走 我们最多走一些弯路 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 大家争论的不可开交 意见形成两派 有人赞同 继续忍气吞声地挽留 也有人硬气地表示 这次就要争一口气 军方的消息传来了 最新只是 让那几位W国的专家走人 无必要挽留 什么 很多人心中一阵震撼 也有人心中喝彩 干得漂亮 就是应该这样 不争馒头争口气 就是要这么硬气 既然军方定了调子 那就这么办 他们要走就走 绝不挽留 研究中心附属宾馆 这几名W国的专家 待遇一流 出门有专车专人接送 配有专门的服务团队 住宿条件也是高规格的 每人在这座宾馆之中 有专门的豪华套间 别看表面上 这里只是附属宾馆 其实环境非常不错 并不比某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逊色 入住在这里 且有自己单独的豪华套间 可见这几名专家的待遇 非同一般 完全被当成了宝贝一样 这几个人似乎并不知足 正聚集在一起商议着 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他们集体提出 想回W国 并不想继续参与 接下来的国产航母的研制 在他们看来 华夏方面应该要急了 马上会派人过来和他们谈 也会极力地挽留 再许诺一些优厚的条件等等 哪里想到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似乎没有什么动静 难道研究中心方面不想挽留吗 他们之中 有人心中想到 哼 没有我们 你们国产航母的研制 就会成为炮影 即使有再强大的工业实力 在雄厚的资金实力也不行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见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他们之中有人似乎有一点急了 微微担忧地道 怎么一回事 怎么还没有人过来 马上有人非常笃定地道 不用担心 他们需要我们 也迫切地想研制他们的航母 没有我们 他们不可能成功 相信他们深知这一点 嗯 有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正是因为笃定了这一点 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不担心 知道可能再等一会儿 华夏方面会派人过来 再次哀求他们留下来 不久之后 研究中心方面倒是派人过来了 但并没有按他们编写的剧本一样 而是一改常态 告诉他们 既然各位想回去 那就回去吧 车子已经安排好了 马上送他们去机场 什么 这些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梁九才反应来 有人跳了起来 大声地嚷嚷道 你们不挽留我们吗 没有我们 你们不可能研制出航母 见他们这副模样 研究中心方面的人大爽 早就受够了这份鸟气 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 各位请吧 车子已经到楼下了 既然是你们自己提出来不想干了 那就如你们所愿 车子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这些W国专家们肠子都悔清了 更后悔的事情还在几个月之后 简直上吊自杀的心情都有了 当然这是后话 智商是硬伤啊 如果不完这一出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现在呢 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回去之后 估计也没有人会再请他们 毕竟想要自己建造航母的国家 屈指可数 他们在这里还有用武之地 回去之后 完全没有他们发挥的空间 W国可没有这个财力 自己建造航母 请吧 这几人只能灰溜溜地收拾行李 然后上车离开宾馆 彭润伟早早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秘书心中微微惊讶 以他跟随彭润伟多年的经验之道 彭总一般准点到办公室 比闹钟还准确 今天则好像足足早了十几分钟 这是怎么了 秘书心中有一点不紧 但还是敲门进去 汇报了W国那几名专家的事情 彭总 W国的那几名专家 昨天被送走了 彭润伟泄气地道 送走了好 这样的大爷 我们伺候不起 对了 没事不要进来 打搅我 秘书猜测到彭润伟 可能有重要事情 见他这么说 心中更加的笃定 连忙点头 轻轻地退出办公室 且将办公室的大门关上 彭润伟深呼吸了一口气 心中想到 旭东 W国的那几名专家 已经被我们送走了 这一次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即使到了彭润伟这样的高位 心中也有一点紧张和担心 他深知已经没有后路 必须依仗王旭东提供的 关于航母的技术资料 如果没有技术资料 又没有了W国的那几名专家 那国产航母的研制就麻烦了 旭东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心中这么想着 彭润伟坐了下来 开始打开并启动自己的电脑 以前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在这台电脑上面 会出现自己需要的 关于武器装备的全套技术资料 飞龙战机的技术资料是如此 超级大胖子远程战略运输机的 技术资料也是如此 其他各款先进武器装备的 技术资料统统如此 都是奇迹般的出现在自己的电脑上 彭润伟不是没有派人查过 甚至动用了军方顶级的电脑专家 但是没有人能查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这些技术资料仿佛凭空出现的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王旭东不承认 这些技术资料是他提供的 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这和王旭东有关 但彭润伟知道 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每次自己和王旭东提及军方需要 某一款先进的武器装备 然后短则几个小时 最多也不过两天 他的电脑之中就会出现这些 相关的技术资料 这次也应该一样 彭润伟心中这么想着 等电脑打开之后 他马上查看起来 电脑桌面上似乎没有变化 彭润伟仔细地看了一遍 确实没有变化 再打开电脑的各个硬盘查看起来 在最大的一个硬盘上 赫然出现了一个新文件夹 顿时彭润伟的一颗心激动起来 连忙打开了这个文件夹 这两百九十八张移动的领土 这是一个大文件夹 彭润伟这台电脑的一盘几乎被塞满 要知道 一盘是这台电脑中容量最大的硬盘 足足两百多个G的空间 看到这个文件夹 彭润伟一颗心瞬间就激动起来 心中暗暗喝彩 旭东你真给力 即使没有查看里面的内容也知道 这肯定是某一款航母的全套技术资料 于是彭润伟想到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航母呢 它排水量多大 性能怎么样 能有多少架舰载机 彭润伟的脑海之中 一下子闪过了很多东西 同时也打开了这个文件夹 首先看的是航母的总体介绍 图文并茂 尤其是那几张高清彩图 非常的吸引目光 一下子将彭润伟的目光牢牢的吸住 再也无法离开 双体航母 居然双体航母 彭润伟的反应极大 一下子啊了一声 然后一脸的欣喜 如果有人在这里 看到我们的彭总一改以往的威严 居然这样的表情 大家的眼镜估计会跌满一地 彭润伟有过多次设想 猜测王旭东提供的可能是某大型航母的整套技术资料 如8万甚至10万吨的排水量 具备电磁弹射 先进的综合性能等等 但绝对没有想到是双体航母 双体航母对彭润伟来说并不陌生 网上有很多关于这种航母的一些构想 甚至有一些想象图 但放眼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制造双体航母 连研制工作都鲜有启动 倒不是双体航母不好 而是技术要求更高 工程难度比单体航母更大 除了这些之外 双体航母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是排水量大 意味着能搭载更多的舰载机 其二是至少有两条飞机跑道 能同时供舰载机的起降 互不影响 效率比单体航母高得多 彭润伟马上欣喜地看着这款双体航母的介绍 这份介绍资料图文并茂 有多张高清彩图 也大量的文字说明和介绍 包括主要性能介绍 参数介绍等等 排水量18万吨 能搭载130架飞龙战机 彭润伟一下子沉浸到了这份介绍资料之中 完全忘记了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 直到他的秘书敲门进来 彭总 十分钟之后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您主持 彭润伟想都不想 直接到会议取消 另外通知我们的专家们 明天上午九点在我们军方大楼召开会议 一起讨论新航母的制造事宜 国产航母的方案不是被彭总否定了吗 彭润伟的秘书心中大为不解 但又不好问 只能将疑惑藏在心中 点头道 彭总 我马上就通知我们的专家们 去吧 彭润伟轻轻地挥一挥手 又一头扎进了这些技术资料之中 就算他不是航母设计制造的专家 彭润伟也几乎看懂了一个大概 更加知道 有了这一整套的技术资料 国产航母的研制再无问题 喜人的是 这是双体航母 世界上第一艘双体航母 估计将要在华夏问世 被华夏制造出来 如果这个消息 让外界知道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整个一上午 彭润伟都几乎待在 自己的办公室之中 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看着这款航母的技术资料 看了航母的介绍资料 了解它的性能和技术参数 也大致看了设计资料 制造技术资料等等 京城某酒店 这里距离军方大楼不远 这家酒店也有一定的军方背景 得到通知的专家们 被安排下榻在这座酒店之中 到了傍晚的时候 大部分参与国产航母研制的专家们 都到了 同样的 大家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军方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于是 很多专家们在一起 聊着这次事情 老贺 我们的方案不是被毙掉了吗 怎么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 也许是准备重启 某一项研制方案吧 部分人心中猜测 可能是军方 在没有更好设计方案的前提下 从之前的那几套方案之中 选其中一套 然后准备启动全面研制工作 准备研制我们的国产航母 想到全面启动研制工作 很多人心中还是非常兴奋的 对明天的上午九点的会议 也是充满了期待 京城郊外 长城脚下 在夕阳之中 王旭东牵着郑晓彤的小手 两人一起走下了长城 今天两人一起又游览了长城 非常的尽兴 站在长城的最高点 举目远眺 四周的风景一览无遗 碧蓝的天空 再加上挨挨白雪 北国风光 分外妖娆 东哥 今天真高兴 郑晓彤穿着白色的羽绒服 戴着羊绒帽 漂亮的脸蛋白里透红 由于寒冷的缘故 鼻子有一点通红 看上去另有一番漂亮 王旭东也高兴得到 对 今天这种感觉棒极了 可惜 明天我要回去了 不然 还想去京郊的滑雪场滑雪 郑晓彤亲人的 碗上王旭东的胳膊 笑嘻嘻地道 东哥 要不再晚两天 再晚一点再回去 王旭东道 不行啊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 咱妈还等着我回去呢 正月初二 我就过来 陪你在京城 再晚几天 然后咱们再回东海市 嗯 郑晓彤懂事的点一点头 非常的乖巧 再过几天 就是农历新年 她知道王旭东 必须回东海市 不能一直在京城 陪着自己 王旭东和郑晓彤一起 下了长城 上了自己的车子 在夕阳之中 车子离开长城景区 一边驾车 王旭东 一边心中想到 彭叔叔收到了 自己送上的大旅 应该非常高兴 接下来军方 将采取什么举动呢 是马上启动 新航母的研制 还是等过完年 再说呢 军方哪里 会等这么久 已经通知原来参加 国产航母研制的 专家们进京 准备明天召开 全面启动大会 只是王旭东 暂时还不知道而已 军方迫切地 需要航母 曾经尝试举国之力 研制国产航母 现在有了 王旭东的 强力技术支持 有了综合性能 非常出色的 双体航母 哪里还会 等到过年之后 明天就全面启动 新航母的 研制工作 军方大楼 某大型会议室之中 满满地做了上百位 行业内顶尖的专家 有船舶专家 有雷达专家 有武器专家 甚至有材料专家 战机设计师等等 大家汇聚一堂 就是为了 新型航母的研制 不过 军方的保密工作 做得好 直到现在 大家还不知道 是新型的双体航母 还以为是之前 曾经拿出来 讨论过的某一 国产航母 研制方案 看来军方选定了其中一款航母 嗯 不知道是哪一款航母 是A方案 还是B方案 趁着会议还没有开始 专家们侧头低声交谈 内容只有一个 军方看中的到底是哪种一航母 大家不知道 巨大的惊喜 已经在等着他们 这一次 军方拿出来的 将是综合性能 非常出众的双体航母 而不是之前那几套 国产航母的方案 上午九点整 军方的一行人 在彭润伟的带领下 走进了会议室 顿时 整个会议室 马上就安静下来 大家的目光 全部集中在军方的人身上 准确地说 集中在彭润伟的身上 有一些细心的人 甚至发觉 今天的彭总 似乎气色和心情都不错 难道 很多人心中一动 联想到了之前 宛敦级大区 研制会议 全面启动时的场景 那个时候 彭总似乎 也是这样的气色 难道军方 有先进航母的技术资料 仅仅只是这么一想 没有人敢再往下面想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是巨大的惊喜 只有少部分人 联想到了军方爽快的 放行那几名 W国的专家 没有挽留的意思 这似乎表明 军方的底气十足 有可能已经掌握了 某一先进航母的建造技术 在大家的目光之中 彭润伟走到 他自己的位置上 坐下来 示意会议 可以开始了 主持会议的 是军方的一名上校 上校同志 对着话筒 环顾了一下 整个会议室 然后朗生地道 各位专家们 我们新型航母的研制大会 终于召开了 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可谓是望穿秋水 等待已久 我们华夏是一个经济大国 也是一个军事大国 更是一个海洋大国 我们必须要从大国转向强国 而成为强国的标准之一 就是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要成为军事强国 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 我们的万吨级大驱在进行建造 且首艘已经下水 光有万吨级大驱不行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国产航母 这名大校洋洋洒洒说了 骑马二三十分钟 听得大家热血沸腾 很多心中想到 毫无疑问 国产航母的研制即将全面启动 只是不知道 这将是一款什么样的航母 这名大校讲完之后 彭润伟对着话筒朗声地道 各位专家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们终于有了 航母的整套技术资料 我们的航母制造工作 可以在今天全面启动了 什么 看样子不是 之前的那几套方案 军方居然有了航母的 整套技术资料 这惊喜 宛如一颗重磅炸弹般地 投了下来 1299章过年落 彭润伟的话一落 本来安静的会议室之中 顿时就不一样了 热一声轰然响起来 老刘 听见没有 航母的整套技术资料 这个消息太振奋了 我简直觉得自己 像在做梦一样 县城的技术资料 只是不知道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航母 是中型航母 还是大型航母 希望是大型航母 最好是90万吨的排水量 热烈的气氛在会议室之中弥漫 充斥着整个空间 彭润伟完全能体会到大家此刻的心情 并没制止 而是难得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给足大家消化的时间 耐心地等待着 为了航母的研制 大家可谓压力巨大 无奈之下不得不请了W国的专家们过来 为此也受尽了鸟气 现在好了 军方拿出了县城的整套技术资料 一切拦在大家面前的技术性难题应该没有了 一条坦途仿佛已经缓缓地出现 耐心地等了两三分钟 等大家讨论和消化的差不多了 彭润伟才抬手往下压了压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整个会议室之中瞬间就安静下来 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彭润伟的身上 大家都知道 重磅戏要来了 果然 彭润伟大手一挥 会议室的大屏幕开启 顿时 大家的目光就从彭润伟的身上 转移到了这个大屏幕上 偌大的彩色屏幕上 出现了一艘航母的高清晰彩图 这幅图的出现 一下子又让本来已经安静的会议室 响起了惊呼声 这是双体航母 大家都是航母研制方面的专家 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航母 只是因为内心实在太震撼了 忍不住就大声喊了出来 双体航母啊 这是很多做梦都想不到的 原本还以为某大中型航母 能有电磁弹射之类的就非常满足了 现在好了 军方拿出来的直接是双体航母 有人马上就联想到了死前的飞龙战机 超级大胖子远程战略运输机 这两款飞机能甩同类飞机好几条件 完全是同类飞机之中的佼佼者 遥遥领先 这款航母的性能应该也非常的先进 心中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会议室之中马上又安静下来 彭润为满意的点一点头 抬手微微示意 刚才那名上校点头 心领神会 开始向大家介绍这款航母 首先展示出来的是双体航母的介绍资料 这份介绍资料出自神级大矿主系统 图文并茂 介绍详实 有多张高清彩图 全方位的 非常直观地将双体航母 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再加上文字和参数介绍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沉浸进去 脑海之中全是这款航母 再无其他东西 介绍资料很详细 足足数十页 全方面地介绍了这款航母 这名上校介绍 也足足用了将近一个小时 介绍完毕 整个会议室依旧十分的安静 夸张一点说 几乎掉一根针 在地上都能听见 专家们完全沉浸在了喜悦和激动之中 很多人在心中惊呼 我的老天 排水量18万吨 搭载130架飞龙战机 还有配套的反潜巡逻机 预警机等辅助机种 先进的电磁盘射系统 牛叉到天的雷达系统 强大的防护火力 核动力系统等等 这是一块移动的领土 任何航母在它面前完全不够看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上的 如果说这款双体航母是一个壮汉 那其他大型航母就是一个小孩 战力上完全不对等 我们华夏将有这样的航母 太激动人心了 心中这么想着 即使身为专家 很多人也悄悄地掐了自己一把 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而是真实的 介绍完毕之后 彭润伟正式宣布 这一款航母的制造 在今天全面启动 参加会议的某特大型造船厂的负责人 站了起来 从军方手中接过了制造军令状 这名负责人红光满脸 倍感自豪 这么光荣的任务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他心中想到 世界上的第一艘双体航母 将在他们造船厂问世 彭润伟说的是全面启动制造工作 而不是研制工作 因为有了这整套的技术资料 根本就用不着研制 直接省去设计过程 直接开工建造 设计专家们要做的 就是消化这些技术资料 掌控于心 为航母的开工建造提供技术支持 彭润伟亲自做总结性发言 不但进行了分工 也再次重申了保密条令 该项目严格保密 暂时不向外界透露 会议圆满结束 双体航母的建造全面启动 王旭东准备回东海市 一共三辆车通过特殊通道行驶 进入了京城机场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 这三辆车全是东方石油集团的 这家企业是京城的明星企业之一 发展非常的迅猛 不到两年的时间 居然达到了年营业额两三千亿 数家大型的炼油厂 加油站更是达到数千家 遍布全国各地 再过两天是农历新年 东哥也回东海市 郑伟伟主动请应 热情地要送王旭东去机场 且车子都准备好了 东海石油集团最好的三辆车子 全部过来了 急剧档次 王旭东也没有坚持 笑纳了郑伟伟的好意 辞别郑家的几位长辈 包括郑明夫妇 乘坐车子离开小别墅 郑明和吴亚平坚持要送王旭东到机场 王旭东推辞不过 于是一行人到了机场 下车之后 郑晓彤亲热地挽着王旭东的胳膊 显然有一点舍不得 东哥 记得你的承诺 大年初二我在京城等你 王旭东在郑晓彤的额头上 轻轻地亲了一口 小童 我初二一定过来 郑明夫妇也下车了 看到不远处 飞机已经准备好 郑明道 旭东 马上快过年了 我就不再挽留你了 过几天再过来玩 吴亚平也热情地道 旭东 阿姨等着你再过来 再给你做好吃的 阿姨 辛苦你了 王旭东又对郑明道 叔叔 我过几天再来 好好的玩几天 好好 郑明连声称好 对这个未来女婿 十二分的满意 一家人不舍的道别 王旭东登上了 自己的这架 弯流G650飞机 站在咸梯上面 朝大家挥手 然后才转身 进了飞机 在郑晓彤 郑明夫妇 不舍的目光之中 飞机舱门缓缓地关闭 发动机启动 风鸣声传来 飞机开始朝着跑道滑行 飞机加速 飞向蓝天 渐渐地远处 直到看不见了 郑晓彤还是一脸不舍地 看着飞机消失的方向 郑明道 小彤 走 我们回去吧 再过几天 旭东会再来 你们又可以在一起 吴亚平也安慰道 小彤 今年你就陪着我们 过一个热闹的新年 等明年你结婚之后 估计就只剩下我们两老口 在一起过年了 郑维维走过来 提醒道 东哥已经走了 大家上车吧 外面冷 郑晓彤 郑明和吴亚平 一起上车离开 王旭东 从京城回来了 每天不是和郑晓彤 打一打电话 就是亲自准备着 过年的事情 一些东西 王旭东 甚至亲自去采购 而不是交代下面的人 买好 送到紫园大别墅 亲自做这一切 才有过年的味道 两天的时间一晃 就过去了 到了大年 三十下午 一家人一起动手 准备着年夜饭 杨红是主力 亲自下厨 一些大菜 必须他亲自掌勺 王旭东兄妹两人 打下手 其乐融融 呵 明年过年 我们家的力量 就更强大了 嫂子肯定和我们一起 王月兰改口了 不再叫小彤姐 而是叫起了嫂子 王旭东和郑小彤的婚事 已经正式定了 明年五一的时候 将在龙岛盛大完婚 杨红也道 旭东 我早就想抱孙子了 你和小彤都努力一点 明年让我抱上孙子 王旭东笑着道 哪里有这么快 先结婚再说 晚上是丰盛的年夜饭 满满的一大桌 王旭东在杨红的指导下 也炒了两个菜 王月兰则拿来了一瓶好酒 这是一瓶红酒 三个玻璃杯 每人一杯 一边喝一点红酒 一边幸福的吃着年夜饭 饭后 一家人看春晚 王旭东也给郑小彤打了电话 给郑家的长辈打电话祝贺新年 渐渐的 王旭东的电话就忙碌起来 旭东矿业集团的中高层们 纷纷打电话向王旭东祝贺新年 此外 王旭东的一些朋友 包括海外的一些朋友们 也打电话过来 王月兰甚至开玩笑似的笑着说 哥 你比人家总统还忙 王旭东开心而自豪 这是自己面子大 不然 哪里有这么多的电话打过来 时间临近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外面响起了鞭炮的声音 王月兰拉着王旭东 去外面放烟花庆祝新年 王旭东欣然答应 兄妹两人一起出了别墅 一起点燃了准备好的烟花 浓浓的年味弥漫开来 当时珍和分钟指向十二点的时候 新年的钟声也敲响起来 旧的一年过去 新的一年来了 三百张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旭东在东海市待了几天 正月初二的时候 乘坐自己的飞机抵达京城 如约到了郑家 给郑家的各位长辈们拜年 也在京城玩了几天 带着郑小彤 两人的足迹遍布了京城很多的地方 各大购物中心 繁华街道 一些百年老店 京城的老胡同等等 正月初五那天 京城的天色难得得好 阳光明媚 天空之中居然出现了蔚蓝 王旭东和郑小彤两人 游京城的老胡同 雇了一辆人力车 慢悠悠 在一条条老胡同之中穿行 不但体验京城浓浓的年味 也感受老胡同浓浓的 历史沉淀和韵味 在京城玩了几天之后 王旭东正月初六 辞别郑家的长辈们 带着郑小彤回了东海市 回到家的时候 杨红和王月兰 早就在等待了 东西已经收拾好 准备很多的礼物 准备回一趟武江市 回王家平镇上 看一看 过年之前 老家的亲戚们 纷纷打电话过来 说要到东海市 来给王旭东和杨红拜年 亲戚们这么热情 很大程度看到的是 王旭东的身份和出息 即使这样 杨红也高兴一场 感觉杨美吐气 于是杨红决定 干脆回一趟武江市 在王家平镇上的老宅 接受个亲戚们的拜年 对于几位长者 杨红也准备去走一走 给长者们拜年 王旭东自然不反对 好久没有回武江市 王旭东也准备 去自己的老家看一看 一家准备 出发去东海市 正月初八早晨 几辆车子 就到了东海国际机场 一家人乘坐那架 弯流G650飞机 离开东海市 前往武江市 一个多小时之后 飞机就在武江市机场降落 飞机停稳 准备下机的时候 杨红道 旭东 咱们武江市 有了机场还真方便 这么远的距离 一会儿就到了 王月兰自豪地道 妈妈 这一切哥哥功不可没 没有哥哥 就没有现在的武江市 也没有这么好的机场 这倒是实情 准确地说是 如果没有现在的 旭东矿业集团公司 就没有武江市的今天 一座三四线城市 想要修建一座 这么好的机场 几乎没有可能 旭东矿业集团 在这座四线城市起步 随着旭东矿业集团的 发展壮大 现在的武江市 今非西比 比一般的大城市 都不会逊色多少 城区扩大一倍都不止 老城区在这短短两 三年之内 几乎消失不见了 崭新的 现代化的城区出现 一栋栋高楼大厦 拔地而起 似乎在告诉人们 这是一座富足的新兴的工业城市 斗力山矿区 黄塘矿区 基明山超级大煤矿 再加上三连特钢集团 武江钢铁集团 武江钢铁联合公司等等 武江市的GDP相比几年之前 不知道增长了多少倍 王旭东没有否认自己的功劳 心底之中也有一股自豪感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的旭东矿业集团 还真没有现在的武江市 目光透过闲窗玻璃 看到外面的情况 王旭东微微一笑 自己反复交代 无必要兴师动众 但还是来了很多人 王旭东势力好 依稀看见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陈三连 陈光 周国强 哥 我们下飞机吧 我要回王家平镇上看一看 走一走 听说那里电话很大 王旭东点一点头 心中知道 自己今天去王家平镇上 应该成了奢望 这么多人过来 必须要应酬一番 走吧 我们下机 王旭东带着大家走下了飞机 远处一大群人迎了过来 领头的陈三连朗声地道 旭东 新年快乐 王董事长好 王总 新年好 老板 我们向您拜年了 大家纷纷向王旭东拜年问好 王旭东笑着回礼 大家新年好 有劳大家到机场来迎接 陈三连连忙客气地道 旭东 这是应该的 听说你回来 大家都坚持要到机场来迎接 我劝都不劝不住 大家前来机场迎接 那是一番好意 既然来了 王旭东也没有任何的不满和不高兴 相反 脸上笑容十足 和大家寒暄客气几句 然后大家一群人上车 离开机场 这支车队的规模就有一点大 足足有二十几辆车 其中不乏数百万级的豪车 如陈三连的座驾就价值不非 旭东矿业集团武江市分公司的几辆豪车 也全来了机场 当地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也几乎全部来了 这样一来 规模确实有一点大 且还有一辆警车开到 这样的一支车队 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有人惊呼 你们看 这是谁来了武江市 好牛叉啊 好家伙 武江市的一号车和二号车 导成了在前方开到的车辆 熟悉车牌的人都知道 领头的那几辆黑色小轿车 全是当地政府的 后面跟着的则一辆辆价值不非的豪车 有人爆料道 这是王董事长回了武江市 啊 王董事长回来了 难怪 明白事情的缘由 很多人一副恍然的表情 难怪呢 原来是旭东矿业集团的董事长 回了武江市 在武江市 如果说不知道王董事长是谁 那会被人嘲笑的 王旭东在当地鼎鼎大名 如雷贯耳 有人甚至为一睹王旭东的真容为豪 他们垫着脚尖 伸长脖子 一边张望 一边道 谁知道王董事长乘坐在哪辆车里面 快告诉我 我要看一看王董事长的样子 抱有这样心思的人 何止一个 可惜从外面根本就看不见车子里面的情况 王旭东乘坐在车内 透过玻璃看到车外的情况 不禁一笑 自己回来一趟 这动静也太大了一点 动静比较大 武江电视台也马上进行了报道 大家还很热情 没办法 王旭东只好暂时和郑晓彤 自己的妈妈和妹妹分开 知道王旭东要去应酬 郑晓彤和杨红等先回了云露古大别墅 准备明天回一趟王家平镇 武江大酒店热闹非凡 甚至打出了热烈欢迎王旭东董事长 回家乡的横幅标语 在酒店准备了丰盛的午宴 当地官员更是十二分的热情 多次集体向王旭东敬酒 连陈三连都举杯 向王旭东敬了一杯酒 旭东 吃完饭之后 我带你去咱们三连特纲集团走一走 看一看 三连特纲发展非常迅猛 凭借过硬的产品 尤其是超级金属一号特种钢材 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特种钢材集团之一 国内四座超级大工厂 开足马力 直野链生产超级金属一号特种钢材 还是远远跟不上需要 国内需要这种特种钢材 海外很多国家更是热切需要 为了弄到这种特种钢材 它们更是各显神通 想尽各种办法 武江市也建了一座超级大工厂 一期厂区已经完工 已经开始野链生产 超级金属一号特种钢材 听陈三连这么说 王旭东也想看一看 王旭东欣然同意 行啊 老陈 吃完饭 咱们就去三连特纲集团看一看 陈光在旁边道 东哥 明天我请你去蓝河县 咱们的野链工厂也投产了 也炼了各种贵重金属 好 明天去蓝河县 在蓝河县不仅有三连特纲集团旗下的一座野链工厂 也有旭东矿业集团旗下的大铜矿 这座野链工厂专门从事铜矿石的加工 在野链炼出大量的金属铜锅之外 也从矿石之中提炼出大量的贵重金属 如银 金 鉑金等等 王旭东想去哪里 自然有充足的决定权 武江市的领导们本来还想邀请王旭东到市政府去做客的 只能放弃 反后 陈三连陪着王旭东先去了三连特纲集团总部 然后又去了已经完成一期厂区建设的超级野链大工厂 王旭东在那里看到了一座超大的野链工厂 也看到了野链出来的一批批的超级金属一号特种钢材 直到晚上的时候 王旭东才回到云露谷的大别墅 第二天的一早 杨红 郑晓彤和王岳兰去王家平镇 陈光如约而至 早早地到了王旭东的大别墅门口 接上王旭东前往蓝河县 乘坐在车内 陈光一个劲地向王旭东介绍在蓝河县的那座野链工厂 工厂当初开工建设的时候 王旭东曾经去看过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再去 王旭东心中想到 应该已经大变样了吧 从武江市到蓝河县 全程高速 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不算太远 车子下了高速之后 并不进入蓝河县城区 而是沿着一条崭新的八车道大道 快速行驶 王旭东道 陈光 我记得以前没有这样一条大道 陈光自豪地道 东哥 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这是新修建的 直通咱们的厂区 不止这里通往铜矿矿区的也是高标准的八车道大道 看见没有 王旭东看到了 前方是一个路口 这条大道一分为二 一条直通铜矿矿区 另外一条则通往冶炼厂区 过了路口 行驶几分钟 王旭东就看到了一座偌大的厂区 也看到了气派的工厂大门 心中道 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这里就是当初建设之中的厂区 1301张喜人的贵重金属 这是一座巨大的厂区 也是兰河县最大的厂区 没有之一 它也是国内最大的铜矿冶炼厂区之一 等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全部建设完成 这里可能还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石冶炼基地 大量的铜矿石从矿区运过来 在这里进行冶炼 成品是大量的成品铜定 也有它的副产物 各种贵重金属 兰河县大铜矿 有一处矿脉是半生矿 不但金属铜的品位 达到了喜人的百分之十左右 还半生着各种贵重金属 品位还不算低 看着不远处这巨大的厂区 王旭东欣喜地道 变化真大 我记得几个月之前来这里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处巨大的工地 陈光道 东哥 这里是当地政府的一号项目 大量支持各种政策倾斜 再加上日夜施工 工程进展非常快 作为陈三连未来的接班人 陈光在这里锻炼 负责这里的所有事宜 担任这座大工厂的总经理 陈光在这里的收获也满满的 偌大的厂区 出具规模 一期工厂完工并投入使用 开始也练出喜人的产品 五 一列火车 明着汽笛 沿着远处的铁路 缓缓地行驶进入厂区 这是从矿区而来的火车 它是运行在厂区和矿区之间的内燃机车 每天都从矿区运来大量的铜矿石 矿区开采出来的铜矿石 不止运到这里 更多的通过铁路 运往全国各大铜矿石加工和冶炼企业 被冶炼出大量的成品铜定 又被加工成各种铜材 王旭东心中想到 看完这里 我要去铜矿石 矿区看一看 那里的变化也翻天覆地 对于矿区的情况 王旭东只是通过图片看过 以及各种报表 真正的去实地 那还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 车子行驶到厂区门口 并不停留 行驶而入 一直行驶到厂区内的办公楼前 才停下来 这栋崭新的办公大楼 设计的极具特色 尤其是玻璃外墙很漂亮 让它的档次无形之中就上来了 东哥 到我办公室去坐一坐 面对陈光的邀请 王旭东笑着道 不 我们先去厂区看一看 然后再去你办公室之中 喝一喝茶 行 陈光爽快地答应 带着王旭东 在厂区内转了起来 听闻传说之中的 真正大老板来了 工厂的几名高层 闻讯赶来 不过 王旭东不想弄出 很大的阵仗 将他们赶走了 显然陈光 对这座工厂非常熟悉 带着王旭东 一边参观 一边介绍讲解 如这里采用了 先进的冶炼生产线 自动程度很高 如采用了 先进的环保设备 对产生的废水 和废气进行处理 对当地生态和环境 基本没有影响 等等 王旭东也注意到了 虽然是冶炼工厂 但并没有传统 冶炼工厂的那种脏乱差 整个厂区非常的整洁 绿化工作也做得不错 看了一大圈之后 陈光带着王旭东 到了仓储物流区 大量的成品铜钉 在这里存放 并被运走 可以通过铁路 也可以通过大型货车等 大量的成品铜钉 被运走 这么大的厂区 且已经投产 王旭东以为 应该在仓库里面 有大量的成品铜钉呢 走进去才发现 其实铜钉并不多 倒是看到了很多 等待装货的大货车 陈光自豪的道 东哥 我们的产品 非常的抢手 基本一倍也练出来 一运抵这里 马上就装车运走 仓库之中 很难留下多少成品 原来这里 王旭东看到了部分 等待装车的成品铜钉 这些铜钉显得很精美 每一个上面还有编码 也有五十千克这样字样 一个这样的铜钉 重量是一百斤 东哥 我带你去一地方 陈光的语气之中 透着一股神秘感 闻言 王旭东来了兴致 欣然道 行啊 带我去看一看 其实王旭东猜测到了几分 应该是去贵重金属仓库 因为这座工厂 不但也练生产大量的 优质成品铜钉 也收获不少的贵重金属 在陈光的带领之下 两人来了一个处 完全不一样的库区 这里的等级显然高多了 不但有醒目的 闲人免入的牌子 还有大量的摄像头 装有先进的监控和防盗系统 就算是王旭东和陈光 进入这里也不例外 必须通过相关仪器的 扫描和检测 通过好几道密码门 两人踩到仓库的核心库区 王旭东看玩笑式的说了 这里简直堪比大银行的金库重地 想要从这里带出贵重金属 简直不可能 从语气之中也能听得出来 王旭东对这里非常的满意 这里存放着的是大量贵重金属 必须要有这样的严格要求 陈光输入密码 配合指纹 这才打开最后一道大门 里面是一间大库房 一排排的货架上 买了不少的东西 这是白银 银定 一进来入库房 王旭东首先看到的 整排货架上 全部银白色的一片 全是马放的 整整齐齐的银定 王旭东走过去 拿起一个 陈甸甸甸压手的感觉很棒 银定上面 有一千G的字样 这是一公斤重的银定 还有十千克重的 一共两种 东哥 到这边来 陈光喊了起来 带着王旭东 到了另外一排货架 王旭东觉得眼前 金灿灿的一片 货架上全是金条 起码有数百根金条 马放的整整齐齐 金条精致和精美 就算王旭东 在澳洲大金矿 曾经见过大量的金条 甚至是金钉 但再次看到这么多的金条 摆在自己的面前 还是一阵兴奋 不错 真不错 王旭东在心中赞到 这里除了白银和黄金 还有鉑金 爬金等贵重金属 乳鉑金 是一根根的鉑金条 拿在手上看起来 足以让人异常的喜悦 这座工厂最大的收益 应该不是表面上的金属铜 而是各种贵重金属 铜矿石的贵重金属品位不低 如银的品位超过了每吨十克 其他贵重金属普遍在几克不等 就算是稀有的鉑金 都达到了每吨1.6克的平均品位 也就是说 这座冶炼工厂 每冶炼加工一吨铜矿石 起码能得到十几克的银 几克黄金 就算是鉑金 从每吨矿石之中 也能野炼出大约1.6克的样子 王旭东在这间库房之中 是待得最久的 也看到了各种贵重金属 最后一由未尽地离开 因为时间到了中午 陈光道 东哥 蓝河县有一个地方不错 我带你去坐一坐 王旭东抬起手腕 一看时间 笑着道 哎呀 时间过得可真快 已经到中午了 肚子也饿了 咱们去吃一点饭 然后下午去大铜矿看一看 早上从武江市出发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到蓝河县 已经将近上午十点 再在工厂 这么看一圈 时间就到了中午十二点多 幸好王旭东 非常的明智 这次蓝河县之行 非常的低调 如果惊动了当地政府 肯定要高阶远送 时间上要花费更多 王旭东可不想这样 低调一点 简单一点比较好 两人一起说说笑笑 出了仓库 出了冶炼工厂 由陈光 下车去了郊外的一处私人山庄 那是一家私人餐馆 很有特色 显然山庄的老板 对陈光很熟悉 见陈光的车子过来 人还没有下车 山庄老板就一脸热情的 小跑过来 陈总 您来了 包厢给您留着 陈光点一点头 下车之后见 东哥 地方不错吧 山清水秀 空气新鲜 难得的是这里经常有很多野味 老板似乎猜测到了 王旭东的身份非同一般 没看见陈光都以小弟自居 叫着东哥吗 于是老板连忙道 我们这里全部是绿色食材 原生太的 正好有山民送来了野兔 张子 陈光挥手道 行了 好东西都送上来 东哥 这边 陈光陪同着王旭东进了山庄 熟门熟路 很快就来到了他经常来的那个包厢 山庄老板呆呆地站在那里 在他的眼中 陈光已经是天一般的存在 想一想都觉得高不可攀 牛叉得不行的那种 三联特纲集团的太子爷 兰河县野炼工厂的总经理 这样的身份 在这山庄老板眼中 简直就是高山洋指般的存在 就算是蓝河县的一把手留夜 见了陈光都要客客气气 何况这山庄老板 这样牛叉到天的牛人 居然宛如小弟一样 陪同着刚才那年轻人 进了山庄里面 这年轻人到底是谁 山庄老板自然不认识王旭东 一方面是两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另外一方面 则是王旭东平时比较低调 曝光率很低 如果知道这是旭东矿业集团的老板 世界首富 山庄老板估计会惊骇的连下巴都掉在地上 陈光陪同王旭东进了包厢 邀请王旭东坐下来之后道 东哥怎么样 环境是否还比较满意 嗯 王旭东稍微打量了一下 满意的点了点头 包厢装修不错 也是王旭东喜欢的中式装修风格 这应该是山庄最好的包厢之一 两人坐下来没有多久 各式菜肴被送上来了 看到这些菜肴 王旭东眼睛微微一亮 没有想到蓝河县这个小地方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难怪陈光带自己来这里 东哥 试一试味道怎么样 王旭东拿起筷子准备动手 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 应该是山庄大门方向 王旭东微微好奇 放下筷子 透过窗户玻璃看了过去 这个包厢在三楼 位置比较高 山庄大门的情况正好能一览无遗 王旭东看了过去 陈光也是一样 看到那边的情况 王旭东知道 自己想安静都不可能了 那里来了很多人 其中的领头的人 王旭东还比较熟悉 第1302章 刘夜来了 王旭东很低调 也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轻车减刑 什么人也没有带 身边仅仅只有陈光 目的就是让自己轻松一点 在蓝河县看一番 下午就回武江市 反正也不算远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而已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蓝河县方面 还是知道了王旭东的到来 这不 刘夜带着一大帮人来了 直接到了这处山庄的大门口 正朝里面而来 透过窗户玻璃 看到这一幕 陈光道 东哥 看样子我们想低调 都完全不可能了 这些人的鼻子真灵 居然找到这里来了 王旭东 缓缓地点一点头 是啊 估计又是一番大阵仗 我们想安静一点都不可能咯 从语气之中可以听出来 王旭东倒也没有多少不满 人家巴巴地赶过来 那是给自己面子 自己自然不好给他们冷脸色 山庄老板在门口迎接 看到刘夜等一大群人下车 心中微微惊弱 想到刘书记他们难道是过来吃饭吗 不对 如果刘书记他们是过来吃饭 早就有电话打过来 吩咐自己准备了 这样突然而来 到底是为什么呢 山庄老板一头雾水 刘夜也不废话 看到山庄老板过来了 马上朗声问道 赵老板 陈总和王董事长 在哪个包厢用餐 快带我们过去 陈总 王董事长 赵老板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刘夜说的是什么人 刘夜的秘书显然有一点不耐烦了 马上提醒道 三连特纲集团的太子爷 我们蓝河县野炼厂的总经理 陈光陈总 旭东矿业集团的王旭东董事长 他们在哪个包厢用餐 什么 赵老板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莫名的震惊 陈光他是知道的 但万万没有想到 陈光陪同过来的那年轻人 居然是旭东矿业集团的董事长 这可是世界首富啊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王旭东的真容 但王旭东的名字 以及旭东矿业集团的名字 那简直是如雷贯耳啊 赵老板用颤抖的语气道 杨 杨秘书 王董事长和陈总在三楼的六号包厢 我带你们过去 说话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可见赵老板此刻心中的喜悦和激动 心中在狂呼 我的老天 旭东矿业集团的董事长 来了我们山庄吃饭 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不行 以后我要好好的宣传一下 世界首富曾经在我这里吃过饭 刘叶道没有理会赵老板此刻的模样 挥手道 走 我们进去 一大群人进了山庄 一起到了三楼 但赶进六号包厢的只有刘叶一个人 其他人在外面等候着 赵老板倒也终于从激动之中 稍微回过了一点神 连忙将六号包厢旁边的另外一个大包厢打开 让其他的人进去 刘叶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觉得没有什么不整齐的支泪后 深深呼吸一口 努力平静一下他自己的心情 轻轻地敲响了六号包厢的大门 刘叶此刻的心情也一样的激动和喜悦 只是没有像赵老板那样表现得这么明显 毕竟是蓝河县的一把手 心理素质要强很多 王董事长来到了蓝河县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 刘叶放下一切事物 甚至连中午的重要饭局都推掉了 带着所有在家的蓝河县的重要领导们 一起来了这处山庄 刘叶在激动之余 心中也充满了感激 如果没有旭东矿业集团 没有王旭东 就没有蓝河县的今天 自从旭东矿业集团在这里建设矿区之后 蓝河县的变化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模样 最主要的是 蓝河县的很多闲置劳动力 都找到了让人羡慕的好工作 不是在矿区工作 就是在野炼工厂上班 蓝河县也富足起来 GDP突飞猛进 税收也翻来了好几番 刘叶这次是代表着蓝河县全体老百姓 过来感谢王旭东的 听到门外的敲门声 王旭东一笑 和陈光对视一眼 交流了一下眼神 两人轻轻地点一点头 知道应该是刘叶过来了 进来吧 刘叶推门进来了 就他一个人 连秘书都没有跟随 他有一点担心会影响到 王旭东的用餐 王董事长 陈总 听说你们来了蓝河县 我还以为消息有误 没有想到这是真的 刘叶的脸上全是惊喜 这可不是装出来的 此刻他的心情 确实是欣喜万分 陈光道 刘书记 东哥没有通知你们 主要是行程 不想被打搅 王旭东点一点头 我只是来蓝河县看一看 下午就回武江市 这样吧 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陪我们去矿区转一转 其他人就让他们回去吧 别影响了工作 刘叶受宠若惊 没有想到能有幸坐下来和王旭东一起吃饭 连忙道谢并坐下来 也拿出电话打了出去 吩咐其他人先回去 王董事长不想被打搅 三人坐下来 开始用餐 刘叶也充满了感激 亲自为王旭东介绍整个蓝河县的变化 以及当地老百姓对王旭东的感谢 不久之后 包厢的大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山庄的赵老板来了 后面还带着好几名服务员 不但送了一瓶好酒 也端了好几个大菜 这全是赵老板的珍藏 平时舍不得吃的 知道在这里用餐的是王旭东之后 马上吩咐大厨们一阵忙碌 将这些菜做好并送上来 刘叶道 赵老板 你这是 赵老板连忙道 王董事长是我们山庄最尊贵的客人 今天算我请客 还望王董事长不要嫌弃 说完一挥手 后面的几名服务员鱼贯进入包厢 将这几个大菜一一摆上了餐桌 好家伙 这全是硬菜 看着就有食欲 王旭东道 赵老板 那就谢谢了 赵老板连忙道 王董事长喜欢就好 不用谢 然后微微拱着身子 轻轻地退了出去 他可不敢在这里酒流 害怕打搅王旭东等人的用餐 这么多好菜又有好酒 王旭东也不客气 一边吃喝 一边听着刘叶介绍兰河县 翻天覆地的变化 饭后 王旭东起身离开 不过还是吩咐 陈光以后 一定要将这仗悄悄地截了 王旭东可不想来吃人家的东西 刘叶八面玲珑 办事很是不错 蓝河县的那一帮领导们 果然全部回去了 外面只有两辆车 一辆是警车 另外一辆是刘叶 他自己的车子 上面只有司机和他的秘书 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带 警车在前面开到带路 中间的是陈光的车子 刘叶的车子跟在后面 一起出了这处山庄 朝着矿区而去 不久之后 车子就上了崭新漂亮的百游大道 八车道的大道 直通十几公里之外的矿区 王旭东记得 几个月之前 自己来这里的时候 这条大道才刚刚建设 路面铺设的还是沙石 现在居然已经建成 还这么漂亮 无 一声气笛声传来 王旭东连忙朝不远处的铁路望去 正好看到一列长长的火车 数十节车厢 满载铜矿石正在离开 渐渐地远去 行驶几分钟之后 矿区已经在望 王旭东乘坐在车内 透过车窗玻璃 已经能看到远处巨大的矿区 和几个月之前相比 这里的变化几乎让王旭东都认不出来了 当初这里刚开始 同矿石开采的时候 王旭东曾经来过 现在看到的场景和当初看到的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剧烈的冲击 敢让王旭东都微微激动起来 老天 这就是我的矿区 偌大的一片谷地 全部建成了巨大的矿区 能看到不少的人 不少的车辆在忙碌着 三百吨级的大矿车 在来回运走着矿石 矿石堆厂上 大量的大产车在工作 将矿石装上一辆辆重卡 或是装上矿石输送带 送往矿石火车站 这座专业化的 自动化程度很高的 矿石火车站 显然是新建成不久的 正有几列长长的火车 停在车站的铁轨上面 正在装载着铜矿石 对于这种超级大矿区来说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 往往是矿石开采区 这里也是一样 巨大的开采区 已经呈现出一极极的 巨大阶梯状 沿着山坡 几乎到了半山腰 整个开采区 起码有十几辆联合采矿车 在进行工作 将大量的铜矿石开采出来 通过三百吨级的大矿车 运到巨大的矿石堆厂 老板 您好 王旭东一下车 矿区的总经理胡春宝 就带着一帮人 快步走了过来 他是知道 王旭东要来矿区 也早早地做好了准备 早就带着大家 站在那里迎接 王旭东的车子 还没有停稳 就走了过来 王旭东高兴地道 胡总 矿区的变化真大 走 带我参观一下 王旭东的兴致很高 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到矿区走一走 看一看 了解一下 这座大铜矿 这应该是 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之一 王旭东心中这么想到 面对王旭东 想要参观矿区的要求 胡春宝自然求之不得 在这里努力建设这么久 现在到了交上答卷的时候 他要向王旭东好好地展示一下这座矿区 要让王旭东高兴高兴 王旭东的目光从巨大的矿区扫过 心中想到这么巨大的矿区也应该再做一点什么了 很快 王旭东想到了神级大矿主系统升级到第十级之后出现的一个新功能 对 就用这个新功能 1303张狗头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功能呢 神级大矿主系统能聚集某一种稀有金属 或某一种矿物 甚至也可以是某一种元素单质 系统能将这些东西聚集过来 高度复集在一起 理论上纯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当初为这座大铜矿聚集矿石的时候 王旭东一共聚集了铜矿石四亿四千六百万吨 品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不等 折合金属铜大约近三千万吨 此外 还有部分贵重金属 矿床的金属储罪分别是 铜两千六百七十六万吨 黄金六百八十一吨 国金五百一十二吨 白银一千七百吨 此外 还有上一吨的铁 该矿床是一个铜一金一银一铁综合矿床 当初的神级大矿主系统是九级 扫描半径一千公里 现在则是十级 扫描半径达到了两千公里 更有了聚集某一种物质的新功能 黄金好啊 上午的时候 王旭东在冶炼工厂的贵重金属库之中 看到了不少金灿灿的金条 心中十分喜欢 对一座金矿而言 一般有自然金的存在 也就是俗称的狗头金 这里有富含黄金等贵重金属的矿脉 并不比一般金矿差 在矿脉之中 应该要有狗头金的存在 于是 王旭东心中一动 用神级大矿主系统的这项新功能 为这座大铜矿聚集狗头金 一切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也没有人能察觉到 王旭东正在做这件事情 胡春宝等陪同着王旭东 正在大铜矿矿区参观 王旭东在富含贵重金属的矿脉之中 聚集了一部分的狗头金 数量达到了数百块之多 大小不一 小的只有几十克 大的足有好几公斤重 纯度从7% 80%到90%几步等 对于最大的一块狗头金 王旭东还花了一番心思 它重量达到了 好八九公斤 纯度百分之九十多 关键是造型独特 看上去有一点 像华夏的传说之中的龙 且埋藏比较浅 就在开采区的表面位置 可能很快就能被开采出来 做完这些 王旭东心中一阵欣喜 也许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将来在贵重金属矿脉的 开采过程之中 各种惊喜还将接连不断 因为不时的就会发现 天然存在的狗头金 除了王旭东 暂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些 大家陪同着王旭东 正在矿区参观 这里走一走 那里看一看 矿区很大 一个多小时 很快就过去了 大家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去开采区瞧一瞧 直到太阳偏西 大家才到了矿石开采区 这里一片繁忙 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 尤其是看到一辆辆巨无霸的联合采矿车 一辆辆足有两层楼高的 三百吨级的大矿车 东哥 这边就是贵重金属矿层 它和普通铜矿石矿层 经味分明 真是大自然的奇迹 陈光指着前方 一脸的高兴 这里的矿层分为普通矿层 和贵重金属矿层 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 这样现象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只能归结于这是大自然的奇迹 王旭东的目光 也投向了这片贵重金属开采区 这里开采出的矿石 主要是铜矿石 矿石之中除了富含铜之外 每吨矿石之中 还起码含有十几克的白银 好几克的黄金 以及其他的一些贵重金属 如钵金 扒金等等 这里的开采 和普通矿层的开采有一些不同 除了联合开采矿车 和300吨大矿车之外 还有一台台的采挖机械 这些采挖机 也是山河重工集团制造的 它们的主要作用 就是将矿层剥离 挖松 方便联合采矿车的开采 其实也不用这样 但胡春宝和陈光两人 都觉得这里是贵重金属矿层 说不定有自然存在的高纯度贵重金属 如狗头金之类的东西 如果只有用联合大矿车进行开采 在这个采矿大力气之下 什么东西的结局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粉身碎骨 成为细小的矿石颗粒 贵重金属矿层之中 如果真有狗头金之类的东西 通过联合采矿车之后 也会被破碎成了细小的 面目全非的金块 价值就大打折扣 胡春宝稍微有一点遗憾的道 只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 任何的狗头金之类的极具 价值的贵重金属 陈光倒是信心十足 胡总 我想一定会有的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并不代表着将来没有 王旭东点一点头 就在刚才 王旭东用神级大矿主 在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狗头金 有的造型独特 相比同等重量的黄金 价值翻了十数倍都不止 先用采挖设备开挖一下 再用联合采矿车进行开采 效率并没有降低 我看可以这样进行开采 王旭东道 大家一起走进了这片开采区 近距离地观看了矿石的开采 看到一车一车的成品矿石被运出来 一个个心中一片欣喜 心情都不错 这些喜人的矿石被单独隔开堆放在一起 然后会被装上火车 运到十几公里之外的蓝河县矿石冶炼工厂 不但冶炼出金属铜 也会从中冶炼出各种贵重金属 东哥 你看陈光眼间似乎看到了什么 连忙指着不远处的矿石开采区 那里似乎发生了什么 胡春宝也看到了 顿时他的一颗心脏有力地跳动起来 心情有一点激动 心中惊喜地想到 莫非发现了什么 王旭东势力比大家都好 看得清楚一些 马上挥手道 走 我们过去 看一看 大家一群人 跟着王旭东 快步朝那里 走了过去 没有多久 大家就进了 大家就走进了 这里围了十几名采矿工人 大家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 一个个脸上 全是惊喜 见王旭东等人过来 他们连忙让开 王旭东看到了 这绝对是一块狗头巾 刚才自己聚集的 那数百块狗头巾之中的其中一块 个头还不小 陈光更是惊喜地大喊起来 东哥 好像是狗头巾 太好了 大家的脚步加快 走了过去 那名手中 拿着这块狗头巾的采矿工人 更是激动地道 胡总 您看 胡春宝 将这块狗头巾接过来 在手中颠了颠 看了看 然后给了王旭东 老板 您看一看 足有一公斤以上 王旭东接过来 稍微看一看 然后递给大家都看一看 这块狗头 巾在大家的手中 转了一圈 大家的脸上 全都浮现出了喜色 这里终于出现了狗头巾 胡春宝更是暗暗地 看了王旭东一眼 心中想到 老板真是神人 这里一直未能 开采出狗头巾 老板一来 这里就有这样惊喜的大发现 老板的福气真是逆天 这是一个好兆头 胡春宝欣喜的道 老板 这是我们矿区的第一块狗头巾 王旭东 朗声的道 这是第一块 将来还会有第二块 第三块 有了这块狗头巾的出现 大家的心情更好 气氛也热烈起来 在胡春宝的带领下 继续参观矿区 看了贵重金属矿层的开采 也看了普通矿层的开采 普通矿层的开采 规模大得多 不管是开采面积 还是联合采矿车 和300吨级大矿车的数量 都多得多 看到这样规模的开采场景 王旭东心中更好 如果不是 已经快到傍晚时分 王旭东真想再看下去 东哥 真有一点舍不得离开啊 陈光道 王旭东点一点头 将刚才那块狗头巾 送给了陈光 来 这个送给你 我们也该回武江市了 陈光大喜 这块狗头 金他是真喜欢 拿在手里 忍不住想法玩一番 但知道东哥 要回武江市 只是稍微看一看 然后放在车上 等有时间的时候 再好好的把玩 这样的狗头巾 在这片矿区有不少 其中最大的一块 更是足有八 九公斤 也有很多块造型 非常独特 将来开采出来的 最好的狗头巾 会直接送到 旭东矿业集团总部 王旭东并不缺狗头巾 送一块给陈光 又何妨 陈光一尝欣喜 主动给王旭东充当车夫 准备离开矿区 胡春宝见王旭东将要离开 热情地送王旭东上车 老板 我们的矿区将来会越来越好 欢迎您经常过来看一看 王旭东道 我一定会再来的 今天我就先回武江市了 说完 说完 王旭东朝大家挥一挥手 上了陈光的车子 以胡春宝领头 大家纷纷朝王旭东挥手道别 刘烨也上了他的车子 跟在后面 还是由那辆警车开头 陈光的车子居中 刘烨的车子垫后 一共三辆车子离开矿区 渐渐地远去 乘坐在车内 王旭东透过车窗玻璃 看着这巨大的矿区 正好看到一列火车满在矿石 明着汽笛 正在离开 看到这些人的场景 王旭东心中想到 随着蓝河县 这座大铜矿的崛起 国内不再需要 从国际市场进口铜矿石 旭东矿业集团旗下 更是有世界上最大的两座铜矿 不止满足国内的需要 还有大量的优质铜矿石 可以出口 在国际铜矿石市场 进行销售 三辆车子出了矿区 渐渐地到了蓝河县城区 但王旭东没有进城的打算 看一看这座 正在翻天覆地变化着的县城 车子从县城边上经过 准备上高速 回五江市 行驶几公里之后 前方就是高速公路入口 突然 陈光将车速放缓 王旭东也看到了 前方高速公路入口处的 惊人场景 1304张快速发展 这是蓝河县的高速入口 距离县城城区 只有几公里 王旭东都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王旭东高兴一笑 完全明白 这肯定是刘业通知下去的 如果没有刘业的电话 不会在这里出现这么多人 这么多车 起码有十几辆车 数十人 全是蓝河县的头头脑脑 他们今天中午的时候 部分人到了王旭东 用餐的那处山庄 不过 王旭东不想太高调 也不想耽误 大家的工作时间 吩咐他们回去了 现在是临近傍晚时分 他们已经下班 留下一个电话 通知下去 他们全来了 正在公路旁边 站得整整齐齐 看着王旭东过来的方向 来了 来了 王董事长来了 大家看到领头的警车 以及陈光的车子 马上一个个兴奋起来 有人甚至伸长脖子 垫着脚尖 朝着这边张望 蓝河县有今天 主要归功于旭东矿业集团 在这里投资 建设了巨大的铜矿矿区 强劲地带动了 这座县城的发展 光这一座矿区 现在每天就开采出 二三十万吨的铜矿石 一年下来 没有一亿吨 开采量也在八千万吨以上 为蓝河县带来的GDP不可想象 此外还有三联特钢集团 在这里建设的冶炼厂 每天冶炼加工 数万吨的铜矿石 冶炼出大量的成品铜顶之外 还提炼出大量的贵重金属 也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蓝河县的官员们 见自己的家乡发展飞快 越来越好 对旭东矿业集团 对王旭东 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夸张一点说 蓝河县大铜矿 旭东矿业集团的员工 走到县城 都很受尊敬 谁家如果有人 在大铜矿工作 那是扬眉吐气的一件事情 得知王旭东来到了蓝河县 自留业以下 很多人一起到了 王旭东中午用餐的宾馆 只是王旭东 婉拒了大家的好意 现在王旭东要离开了 留业一个电话 大家纷纷赶来了 整整齐齐的在路边站好 长长的一排 纷纷面带喜色的 看着王旭东的车子过来 乘坐在车内 看到这一幕 王旭东知道自己必须要停下来才行 于是吩咐陈光在路边停车 车子行驶过来 在大家的面前停了下来 王旭东和陈光都下了车 刘业则早早地下车 并走到了王旭东的旁边 王董事长 大家知道你要走 都舍不得 硬是要来为你送行 王旭东高兴一笑 朗生地道 谢谢大家了 蓝河县距离五江市不远 我以后还会经常过来看一看 王董事长好 有一名官员上前 和王旭东打招呼 且伸出双手用力地 和王旭东握手 这是蓝河县的县长 王旭东道 孙县长 你好 见王旭东认得自己 孙县长一脸高兴 握着王旭东的双手 似乎更有力了 大家也非常自觉 排成一排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壮观的一幕 大家一个个向前和王旭东握手 非常有序 王旭东也不再拒绝 一一同大家握手 王董事长 欢迎您再来 王董事长 蓝河县永远欢迎您 和大家一一握手完毕 王旭东挥一挥手 准备上车 突然停住了脚步 看到了更加壮观的一幕 又来了很多的车子 有私家车 也有中巴车 大巴车 甚至还有不少的货车 听闻消息之后的蓝河县的很多老百姓 赶过来了 大家充满了感激之情 一过来之后 纷纷下车 王董事长 您再待几天再走 王董事长 蓝河县人都感谢您 看到这么多蓝河县的老百姓 大家的话语之中 充满了浓浓的感激 王旭东心中感动 眼睛都差一点都湿了 自己仅仅只是在蓝河县 建设了一座铜矿 当地老百姓 对自己居然这么感激 老乡们 我要走了 我还有很多事 有时间我会再来的 大家再见 在大家不舍的目光之中 王旭东朝大家挥一挥手 上了晨光的车子 大家也纷纷朝王旭东挥手 王董事长 慢走 一路顺风 有空再来我们蓝河县看一看 车子缓缓地启动 本来这里围满了人 大家自觉地让开 供王旭东的车子通过 乘坐在车内 王旭东放下车窗玻璃 不时地朝大家挥一挥手 车子上了高速 渐渐远处 离开蓝河县 返回武江市 晨光一边开车 一边敬佩地道 东哥 你的面子真大 这么多人为你送行 简直不敢想象 是啊 没有想到 蓝河县的老百姓 这么热情 此刻 王旭东发现自己的眼睛 似乎有一点湿润 刚才的那一幕 在脑海之中 久久地无法挥去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这辆车在晨光的驾驶之下 沿着高速公路 朝着武江市行驶 等达到武江市的时候 已经是万家灯火 王旭东在武江 是待了好几天 不但去了 三连特纲集团 看了目前 三连特纲集团的发展情况 也去了三连特纲 在武江市的几座大厂区 尤其是新建成 并投产的新厂区 那里专门生产冶炼 超级金属一号 特种钢材 王旭东也回了一趟王家平镇 在镇上走了走 看了看 整个王家平镇 除了老街 还是当年的样子之外 整个镇上已经大变样 面积更是成倍的扩大 出现了宽敞整齐的繁华街道 也出现了一个个高档住宅小区 杨红在镇上住了几天 王旭东家的亲戚们几乎将门槛都踩破了 有一些王旭东几乎都不认识的亲戚 都上门来拜年 幸好这一切有杨红 且他还乐此不疲 觉得被有面子 倒也省了王旭东很多事情 对于亲戚之中的几位长辈 王旭东倒也亲自上门拜访了一番 算是给这几位长辈们拜年 除此之外 王旭东还去了斗栗山矿区 黄塘矿区 金明山煤矿等地走了走 看了看 这些矿区全部文产 规模极大 也是整个武江市 整个江南省的名片 尤其是斗栗山矿区 站在王家平镇的镇头 都能依稀看到壮观的矿区 那里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矿区之一 在武江市待了好几天之后 王旭东也要回东海市了 回去的那天 送行的人很多 长长的车队差不多有一里长 起码有数十辆车 大家都是自发的来送王旭东的 王旭东 郑晓彤 杨红和王月兰 在武江市机场登上那架弯 留G650飞机 飞机在大家的目光之中起飞 返回东海市 农历新年之后 旭东矿业集团的员工们 开始正式上班 一切又忙碌起来 旭东矿业集团经营有序 依旧在快速发展之中 已经建成的矿区达到文产 每天开采出大量的各种矿石 如铁矿石 铜矿石 稀土矿和煤炭等等 国内的三座油田全部文产 每天开采出来的石油 总计超过了1200万公里以上 尤其是银海油田 每天大量的优质石油 在这里被开采出来 通过世界最大的原油输出港 青龙港向外运输 每天都有好多艘万吨级油轮 抵达这里 然后满载原油从这里离开 这里部分原油满足国内需要 大部分则出口至亚洲很多国家 如东亚 东南亚 南亚等国家 当然 这些国家之中不包括扶桑国 龙岛大铜矿还在继续建设之中 产量还在继续提高 龙岛的一号油田也是一样 一直在不停地建设 完全建成完成 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每天也开采出大量的优质原油 每天的原油开采量成功突破300万桶 再向400万桶迈进 龙岛二号油田是一座超级油气田 不但有储量巨大的原油 也有大量的天然气 这座超级油气田从去年年底开始建设 目前一直在权力建设之中 旭东矿业集团旗下的第三座海外油田 位于北国境内 这也是一座超级油气田 也在权力建设 这样一座巨大的油气田出现在国力 比较弱小的北国境内 居然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 敢打什么主意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座油气田的主人其实是旭东矿业集团 为国方面只占两成股份 旭东矿业集团的油气田 谁敢打什么歪主意 龙岛的大建设也一直在进行着 如龙岗的二期工程建设 如凤凰城的建设等等 在这样的大建设之下 龙岛每天都在变化着 一切都在快速的发展着 旭东矿业集团也越来越强大 一切都几乎不用王旭东去操心 有梁洪波和许杰领衔的管理团队即可 王旭东的日子也清闲和轻松起来 偶尔去旭东矿业集团总部看一看 去自己的办公室坐一坐 更多的是和郑晓彤享受两人之间的时光 今天游林虎驾车 王旭东带着郑晓彤低调地出了紫园大别墅 王旭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乘坐在车内 郑晓彤挽着王旭东的胳膊 轻轻地靠在王旭东的肩膀上 漂亮精致的脸上 浮现出幸福的微笑 1305章筹备婚礼 两人将于5月1日在龙岛举行盛大的婚礼 这么大型的婚礼 需要一家实力强大的婚礼策划公司才行 这步两人准备到东海市最大 实力最强大的一家婚礼策划公司去看一看 乘坐在车内 郑晓彤开玩笑时的道 东哥 我们这样贸然就过去 万一人家没有将我们当一回事 怎么办 郑晓彤的意思很明显 建议由旭东矿业集团出面 公开邀请几家实力强大的婚礼策划公司过来 再从中选最好的一家 旭东矿业集团可是世界500强排名第一的公司 肯定一呼百应 只要消息一放出去 肯定很多婚礼策划公司 会抢着过来 王旭东是谁啊 为王旭东进行婚礼策划 对婚庆公司是多么巨大的荣耀啊 宁可不赚钱 估计也有很多公司强迫脑袋都想接下这笔业务 成功的为王旭东进行婚礼策划 以后说出去 或是进行广告宣传等等 将是一笔无形的巨大财富 这家婚礼策划公司肯定会赢得莫大的声誉 将来很多有钱人估计会抢着上门让他们进行婚礼策划 而王旭东呢 知道自己的身份摆在那里 一旦自己这么做 肯定会造成轰动性的效应 王旭东可不想这样 郑家的地位特殊不能太高调了 弄得天下人皆知那可不好 王旭东既要举行盛大的婚礼 又要保持低调 这才将举行婚礼的地方放在美丽的龙岛 而不是国内 也不准备让旭东矿业集团出面 而是自己低调的前往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将事情搞得太大 一切以低调为原则 见郑晓彤这么说 王旭东笑着道 如果他们不将我们当一回事 那是他们的巨大损失 到时候悔都来不及 这话非常的霸气 如果被王旭东看中的 现在即将前往的这家婚礼策划公司 真没有认出王旭东 没有将这笔生意放在王旭东身上 那这家公司估计以后会后悔的 连上吊的心情都有了 所以啊 王旭东不急 也不担心 由林虎驾车 两人说说笑笑 一起前往东海市最著名 最有实力的一家婚礼策划公司 车子停在了一栋高档写字楼底下 林虎暂时在车上等待 王旭东带着郑晓彤下了车 手牵手 一起进了这栋写字楼 盛世牡丹婚礼策划与咨询公司 就位于这栋写字楼内 位于第26层 来之前 王旭东已经了解清楚了 乘坐电梯 抵达第26层 一出电梯就看到了 盛世牡丹几个抗金大字 显示出这家公司的实力 这是一栋甲级写字楼 在这栋楼内办公的公司不少 但能占据一整层楼 办公的公司不多 盛世牡丹婚礼策划与咨询公司 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可见这家公司的实力 两人一起出了电梯 男的年轻阳光 女的漂亮 又手牵手 非常的恩爱 很快就有漂亮小姐迎上来主动招呼 先生 两位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 王旭东微笑着道 我们准备结婚 还没有看好婚庆公司 我们过来看一看 文言 这漂亮小姐道 先生 谢谢您看中我们公司 我叫张岚 很高兴为两位服务 张岚带着王旭东和郑晓彤 进了专门的招待室 找了一个地方 让王旭东和郑晓彤坐下来 可以看出来 这家公司的生意 非常好 这间招待室很大 起码有七八对情侣在这里 咨询婚庆事宜 这家公司的接待小姐们 都穿着职业套装 正在热情接待 人太多了 张岚只找到一个比较靠边的位置 一张小圆桌 几把椅子 招待王旭东和郑晓彤坐了下来 两位喝一点什么呢 王旭东道 喝茶吧 两杯 张岚很热情 泡了两杯茶过来 王旭东和郑晓彤一人一杯 泡好茶之后 他这才坐下来 开始热情地介绍他们公司的情况 以及一些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等等 显然 他将王旭东当成了普通人 先了解一下 这家公司的情况和实力也不错 王旭东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而是面带微笑着听着 郑晓彤呢 在这种大事上面自然一切 以王旭东为主 王旭东说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张岚的专业素养还是不错的 介绍起来很详细 听他这么介绍一番之后 王旭东点一点头 这家公司不错 先生 您的婚礼定在哪一天呢 王旭东道 我们定在五月一日 也就是劳动节这一天 这一天啊 文言 张岚居然面露难色 带着歉意 看着王旭东 先生 您也知道 这一天结婚的新人很多 我们这一天已经排满了 生意这么好 现在距离五一 还有一个多月呢 张岚想了想到 王先生 要不这样 我去问一问我们经理 嗯 王旭东道 去吧 如果实在都满了 我们只好换 另外一家婚庆公司了 王旭东真一点都不急 一方面是时间上 还非常的充裕 另外一方面 自己的身份在那里 不愁没有婚庆公司 为自己服务 张岚带着歉意 看了王旭东和郑晓彤一眼 两人稍等一下 我去问一问 我们的经理 说完 张岚急急忙忙地走了 留下王旭东和郑晓彤 暂时在这里等待 郑晓彤眼嘴轻笑 那意思仿佛在说 东哥 我就说了吧 你不表明身份的话 看样子不行哦 见郑晓彤这副样子 王旭东一乐 心中道 如果这里不行 我们就去另外一家 反正放言整个东海市 也无妨 王旭东道 王旭东道 是啊 看样子 你们也是五一结婚 男子道 对 我们定在五一结婚 兄弟 五一是一个好日子 这一天结婚的人很多 你们应该早一点 联系婚庆公司 早一点订酒店的 这个时候 才来联系婚庆公司 有一点晚了 对了 酒店订好了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有一个熟人 在世纪皇家酒店 当经理 要不我帮你 问一问 他的女友 轻轻地扯了男子的袖子 轻声地道 你也真是的 世纪皇家酒店 是超五星级的酒店 不是一般人 能消费得起的 你也不看一看对象 他们像有钱人吗 王旭东听力很好 听得清清楚楚 也不放在心上 只是笑一笑 心中甚至在想到 世纪皇家酒店 就是我的 如果我说是 世纪皇家酒店的老板 吓死你们 郑晓彤 似乎也听见了 又是一阵 眼嘴轻笑 仿佛在说 东哥 人家不认识你 说你没钱呢 知道郑晓彤的意思 王旭东也是一笑 还真有趣 我东哥 被别人看成穷人了 男子 经过他女友的提醒 也意识在这一点 善善地道 兄弟 世纪皇家酒店 档次太高 要不你们去其他酒店 看一看 王旭东道 兄弟 不劳费心了 我们举行婚礼的地方 已经准备好了 在王旭东眼里 龙岛比任何著名的大酒店 都要好 岛上的奢华 只有到过的人 才知道 如环境一流的度假村 如快建设完工的位于 凤凰城中央的地标性建筑 那座奢华的大酒店等 双方之间的地位和档次相差太大 王旭东也没有和对方再交谈下去 只是笑一笑 转而和郑晓彤聊着 打发时间 不久之后 张兰来了 依旧带着倩意 王先生 实在抱歉 五一那一天 我们全部排满了 除非 王旭东道 说吧 除非怎么样 张兰上下 悄悄地打量一眼王旭东 咬牙道 除非王先生提高婚礼档次 婚礼策划费用在一百万以上 费用在一百万以上的婚礼 是为有钱人准备的 只有这样档次的 还有两个名额 但张兰实在看不出王旭东 像那种非常有钱的人 王旭东一笑 原来是这样 于是道 我的婚礼策划费用 肯定在一百万以上 走吧 带我去见一见你们经理 我和他谈一谈 刚才张兰就去请示过他们经理 王旭东知道他们经理肯定在 那就干脆和他们经理谈吧 刺激这可是大生意 见王旭东这么说 张兰不敢相信的 看了看王旭东 见王旭东不想再说假话 马上点一点头 高兴地道 王先生 那请随我来吧 我们经理在办公室 张兰带着王旭东和郑晓彤走了 刚才那位男子可呆住了 一帧一帧的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我的老天 这才是真正的真人不露像啊 结个婚 单单婚礼策划费用 就在一百万以上 回过神来之后 男子狠狠地 看了他的女友一眼 依次仿佛在说 头发长 见识短 看见没有 人家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天三百零六章 十亿婚礼 王旭东注意到 这对男女的表情 心中大爽 差一点哈哈一笑 在张兰的带领下 王旭东和郑晓彤 到了挂着经理室牌子的 一间办公室门口 张兰敲门 并道 孙经理 有客人想见您 进来吧 听到里面的声音 张兰推开门 热情地道 王先生 郑晓彤 你们随我进来吧 王旭东点一点头 进了这间办公室 且稍微打量了一下 办公室不大 约一二十平方米 一张办公桌 一张接待客人用的沙发 这应该是属于 部门经理级的办公室 而不是总经理 更不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 办公桌后面 一名年约三十的青年人 似乎正在写着什么 王旭东等进来 他头都没有抬 王旭东一笑 并不介意 张兰道有一点不好意思 带着倩意道 王先生 我们孙经理比较忙 两位先坐吧 招呼王旭东和郑晓彤 在沙发上坐下来 给王旭东和郑晓彤美人 又泡了一杯茶 然后张兰才轻声地提醒道 孙总 客人已经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孙经理才放下笔 露出职业化的笑容 两位 刚才有一个重要婚礼策划方案 需要我亲自把关 这是一位大明星 准备五一结婚 我们公司将这当成头等大事 两位久等了 孙经理 这有一点夸张了 这只是一位二 三线明星 有一点名气而已 孙经理他们想借此炒作一下 为他们自己的公司做宣传罢了 王旭东一笑 孙经理道 王先生在哪里高就 有名片吗 他听张兰请示过 五一几乎排满 只有两个高端客户的名额 这个王先生准备花一百万来举行婚礼 这样的一般都是有钱人 孙经理见王旭东年纪轻轻 比较好奇王旭东的身份背景 甚至在心中猜测 这应该是某一位二代 家里很有钱吧 见孙经理问起来 王旭东也懒得废话了 将自己的名片拿出来 倒也能省很多事 于是王旭东拿出了自己的名片 孙经理接过这张名片 乍一看似乎很普通 没有烫金 没有花里胡哨 看上去比较普质 但普质之中又透着一种不一般 旭东矿业集团总裁 王旭东 看到名片上这样的内容 孙经理瞬间就呆住了 简直无法相信 在自己面前的居然是世界首富 旭东矿业集团的总裁 这这这 孙经理呆如木鸡 张兰发现了一场 连忙轻声的道 孙总 孙总 孙经理 连连喊了几声 孙经理才算回过神来 颤抖着将这种名片贴身放好 此刻 他完全知道这张名片的珍贵 孙经理拥有一点颤抖的语气道 王 王总裁 没有想到您大驾光您 快请坐 我 我马上给我们董事长打电话 张兰有一点搞不懂了 为什么孙经理 接了一张名片之后 会是这般模样 他连连好奇地打量了 王旭东好几眼 孙经理注意到 张兰的表情 连忙提醒道 张兰 你是我们公司的大功臣 我会在董事长面前 为你请公的 公司一定要中奖女 文言 张兰更是一头雾水 孙经理道 张兰 你知道 王先生是谁吗 这是旭东矿业集团的 董事长 王旭东先生 什么 张兰惊呆了 旭东矿业集团总部 在东海市 放眼整个东海市 谁没有听说过 王旭东的大名啊 张兰也不例外 我的老天呀 张兰心中一片震撼 嘴巴张得老大 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用手死死的 捂住自己的嘴巴 这才没有 让自己发出惊呼 孙经理管不了张兰 他用颤抖的手 拿起手机 翻出他董事长的电话 有一点语无伦次的道 董 董事长 我 我向您汇报一个 特大喜讯 旭东矿业集团 见孙经理这副模样 郑晓彤一笑 给了王旭东 一个眼神 仿佛在说 东哥 你吓着人家了 王旭东一笑 仿佛在说 这可不能怪我 盛事牡丹公司 在婚庆行业 是知名公司 规模大 实力雄厚 也有多位股东 这部 他们十几名高层 正在开会 主持会议的 正是他们的董事长 这家公司的大老板 戴东元 他们的会议议题 除了公司 未来几个月的 发展规划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议题 集中全公司之力 为那位明星策划好婚礼 打算借此好好炒作一下 为他们公司做广告宣传 如果这位明星的婚礼成功 盛事牡丹公司肯定跟着沾光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宁可不赚钱 也要将这场婚礼弄得漂漂亮亮 最好是急剧轰动 戴东元在进行一系列部署 其他的人赶紧将这些部署 全部记下来 就算聚五一 还有一个多月 他们知道 一切准备和策划 可以开始了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戴东元见自己 手机震动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下面一个部门经理打来的 想了想 示意会议暂停一下 接了这个电话 戴东元语气微微不满 孙经理 我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 如果没有十万火急的时候 你一个小时之后再打过来 孙经理哪里还管这些 语无伦次地说起来 开始的时候 戴东元差一点 想直接挂了电话 心中想到 这个孙经理 平时挺稳重的一个人 这是怎么了 说话都不利索 但很快 戴东元就一脸地震惊起来 刷地站起来 当着这么多的人面 大声地道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确定之后 戴东元的脸色 明显地激动起来 整个会议室的人 全部注意到了 戴东元的脸色变化 有人甚至在心中想到 董事长怎么了 反应这么大 接完这个电话两久 戴东元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觉得自己仿佛在做梦一样 连忙暗暗地掐了他自己一把 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才渐渐地回过神来 各位 集团策略进行调整 未来一个多月 直至五一 集中所有力量 所有资源待命 有重要人物将举行婚礼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有人提醒到 董事长 刚才那位明星的婚礼呢 戴东元不屑地一笑 心中道 那位二三线明星 再往董事长面前 连提协都不够资格 他的婚礼 婚礼 让几个人策划一下就可以了 还真当他是一线大明星呢 会议结束 等我的下一步安排 刘总 郭董 两位随我去办公室 咱们一起接待一下 这位重要人物 说完 带东元头也不回地走了 刘总和郭董 连忙跟上 多年的职业嗅觉 告诉他们两个 这位重要人物 肯定非同一般 会议室之中 留下的这些人 你看我 我看你 心中一片好奇 纷纷想到 这是谁 这么牛叉 公司的三巨头一起过去接待 再说王旭东 孙经理打完这个电话 马上客气的 甚至有一点 阿姐和谄媚的 带着王旭东和郑晓彤 去了董事长办公室 即使里面没有人 孙经理也做主开了门 招呼王旭东和郑晓彤坐下来 然后热情的泡茶 这态度和之前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个时候 孙经理很想抽自己两个大嘴巴 王董事长进了自己办公室 自己居然头都不抬 这太无理了 带东元等三人 马上过来 一进办公室 看到王旭东和郑晓彤 心中激动万分 大声地道 王董事长 没有想到您来了我们公司 我们觉得这简直像在做梦一样 王旭东笑着道 你们是婚礼策划行业的标杆 服务一流 我这才选中了你们 刘总连忙道 王董事长 你看中了我们 那是我们的荣幸 其实不用您亲自过来 您一个电话 我们会马上赶到旭东矿业集团 王旭东道 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就是不想将事情搞得很大 一切必须以低调为原则 你们也记住 不要对外进行宣传 一切保密 三人一愣 一般人举行婚礼 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 王旭东居然相反 要求保密和低调 王旭东道 如果你们无法做好保密工作 我会选另外一家公司 为王旭东策划婚礼 这是莫大的荣耀 待东元他们自然不会放弃 马上到 王董事长 我们一定保密 不会搞得天下人皆知 您放心好了 即使心中不知道 为什么王旭东要这么做 但既然这是王旭东的要求 那就照办 王旭东点一点头 我和小彤的婚礼定在五一那一天 地点是美丽的龙岛 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做好策划方案送给我过目 一个星期也基本够了 待东元马上表态道 王董事长 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一定将方案做好 且让您满意 只是 王旭东知道这个 指示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王旭东 准备拿多少钱出来 举办这场婚礼 知道这些 待东元他们 才能充分地 做好婚庆方案 拿多少钱 出来举办婚礼 王旭东已经想好 且也和郑晓彤 商量好了 王旭东道 我打算拿十亿出来 举办这场婚礼 什么 十亿 待东元吓了一大跳 他原本以为 王旭东应该会拿一 二亿来办这场婚礼 没有想到 是十亿 十亿呀 这将是一场 十亿婚礼 其奢华程度 连带东元自己 都期待起来 连忙深深地呼吸一口 努力平静一下 他自己的心情 保证到 王董事长 您放心 我们会集中 所有的资源 全力策划好 这场婚礼 一定让您满意 相关的方案 我们会一周之内 送到您的手上 1307章 神秘买家 王旭东点一点头 再次交代道 一个星期之内 将方案送我过目 另外再次提醒你们 一定注意保密 不要去宣传 这个一定 待东元连忙保证 像王旭东这样的 超级客户 他们肯定极度重视 王旭东说 怎么样就怎么样 王旭东又交代一番 见没有问题 起身道 可以 我先走了 不用送了 带东元起身 准备送王旭东出去 王旭东摆衣摆手 带着郑晓彤走了 募送王旭东出去之后 带东元猜到 老刘 老郭 王董事长 真是牛切 一场婚礼 准备耗资十亿 刘总道 是啊 不愧是旭东矿业集团的 董事长 不愧是世界首富 三人感慨一番之后 马上开始商议 这场婚礼的策划 毫无疑问 他们将集中所有资源 所有渠道 全力为王旭东策划好这场盛大婚礼 南洋珠宝集团 董事长唐巧华也接到了王旭东的私人电话 委托他们设计一套珠宝首饰 面对这样的要求 唐巧华不敢怠慢 马上召集几名高层开会 此外还有几名顶级珠宝设计师 有旭东矿业集团稳定的黄金供应 吴才卫黄金货源发愁之后 南洋珠宝集团在黄金首饰领域稳坐国内一哥的位置 顺带的在其他珠宝领域也攻城略地 迅速发展壮大 这家公司隐隐有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珠宝商的趋势 这一切 唐巧华知道和旭东矿业集团有很大的关系 在心中 唐巧华一直对王旭东心存感激 王旭东一个电话 他立马重视 讨论一番之后 基本的方案已经确定下来 这一整套珠宝首饰将包括大小一共十几件 但缺少一颗主钻 南洋珠宝集团有几颗不错的钻石 但唐巧华觉得 在档次上还是似乎差了一点 尤其是那一对婚戒 最好采用顶级的蓝宝石 新娘子佩戴的项链主钻 最好是一颗彩钻 南洋珠宝公司有大颗的白钻 彩钻的话个头小了一点 等级似乎也差了一点 蓝宝石也有 但并不是世界顶级的 顶级的蓝宝石价值不非 比同等重量的钻石还要贵好几倍 在唐巧华看来 只有这样的东西才配得上王旭东 他才拿得出手 正巧几天之后 在欧洲某著名拍卖公司 有一批钻石和宝石将进行拍卖 其中就有一颗粉色钻 听说等级很高 估价在五千万美金以上 也有一对顶级的蓝宝石 正好可以用来做戒指 这一对蓝宝石大小基本一致 日光下呈现美丽的电蓝色 没有一丝毫的瑕疵 全透明 星光完美 灵活 清晰明朗 非常的名贵 而那颗粉钻 更是非同一般 被誉为西式粉钻 粉钻的稀有 美丽使其成为 世界顶级珠宝首饰的绝对宠儿 这颗粉钻 美丽异常 等级之高 非常罕见 重量更是达到了36.8克拉 有专家估价在五千万美元以上 且预言 这颗粉钻将刷新单颗钻石的拍卖记录 唐巧华马上亲自赶往欧洲 这次拍卖会 棘受关注 因为拍卖品 非同一般 尤其是出现了一颗 价值不菲的粉钻 很多买家 赶到了欧洲 其中不乏一些 古老家族的代表 一些王室成员等等 不过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不管是那颗粉钻 还是那一对 顶级的蓝宝石 都被一位 神秘买家买走 顿时 整个世界 差一点哗然 这是谁啊 这么有钱 这个人 自然就是唐巧华 拍的这颗粉钻 和这对顶级蓝宝之后 马上回到国内 召集他们旗下的顶级珠宝大师 开始开工干活 配上南洋珠宝集团 本来原有的真葬 如不少的顶级宝石 顶级钻石等 唐巧华按下决心 一定要为王旭东 打造出美轮美奂的一套珠宝首饰 王旭东的婚礼预算 不含着整套的珠宝首饰 不然远不止十亿元 因为光这整套的珠宝首饰 就价值好几亿华下币 旭东矿业集团 王旭东在自己的办公室之中 盛世牡丹公司的效率 还是挺高的 只用了六天时间 他们将整套的策划方案 送到了王旭东的案头 看完这套策划方案 王旭东心中道 这家公司的实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套方案做得非常不错 自己几乎都无可挑剔 只提了几个小问题 稍微修改一下 合上这份策划方案 王旭东想到 再有一个多月 就是五一劳动节 我将和晓彤结婚了 脑海之中 浮现出彼此之间的 点点滴滴 从火车上 郑晓彤拉自己 当挡箭牌开始 两人相识 然后再到 渐渐的相恋 到热恋 再到订婚 等等 想着这些 王旭东的嘴角 浮现出笑容 今生今世 由晓彤陪伴 能和晓彤相爱 真好 当时间 进入四月份的时候 旭东矿业集团 在威国境内的这座超级油气田 已经建设的初具规模 一个个井架 树立起来 粗大的输油管道 宛如一条巨龙 向远处蜿蜒 一直抵达 数十公里外的港口 那里本来是 威国境内 最大的大海港 因为它距离这座 超级油气田不远 稍加改造和扩建之后 其中一个港区 摇身一变 成了输油港区 偌大的码头已经可以供万吨级油轮的停靠 整座油气田的开发建设之中 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敢来捣乱 因为整个中东地区 整个国际油气行业都知道 这座油气田是旭东矿业集团进行开发建设的 今天 一致长长的车队行驶进入了 卫国的六号区域 朝着位于六号区域的超级大油田行驶 哈桑王子乘坐在其中一辆车上 此外还有卫国方面好几位重量级人物 另外有几辆车上乘坐的是旭东矿业集团的员工 超级大油田的总经理林剑 童许杰乘坐在同一辆车上 林剑以前是银海油田的副总经理 歼三号油区的总经理 这座超级大油田开建 他被调至这里负责所有事宜 现在是这座油气田的总经理 对这座超级大油田而言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许杰代表旭东矿业集团亲自来了 哈桑王子亲自接待 在机场街上许杰等人 大家一行人 一支长长的车队朝着这座超级油气田进发 车队进入六号区域之后不久 距离油田渐渐的近了 许杰高兴的道 我看到了 那里是我们的石油开采景价 林剑介绍道 许总 对那是我们的景价 整座油气田分为好几个开采区 我们将去一号油区 今天将在那里开采出我们的第一桶石油 这是一座超级油气田 天然气的储量近一万亿立方 石油储量也达到了三百亿桶左右 今天会开采出石油 不久之后还将开采出天然气 许杰道 这座油田的建设进展真快 居然就能开采出石油了 当初这里发现大量的油气资源 许杰代表旭东矿业集团来过这里实地考察 并代表旭东矿业集团和卫国方面签署了合作协议 那个时候 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荒凉之地 大油田的建设也才刚刚开始 现在呢 一座超级油气田已经出具规模 这里的荒凉之中也有了生气 能看到一个个的景价 也能看到一栋栋永久性的建筑 车队在一号油区的办公大楼前停了下来 几个月之前 这里是一片荒地 现在则出现了崭新的办公大楼 漂亮的柏油公路 以及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水泥广场 绿化工作似乎也不错 大家下车稍作休息 零件更是介绍了一番现在油气田的情况 然后大家又一起前往第一口即将出游的油井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之下 这口油井开采出了石油 当黑褐色的石油喷涌而出的时候 大家热烈的鼓掌 哈桑王子等更是欣喜一尝 他们国内终于有了第一口字喷井 对 这是一口字喷井 热烈的掌 声经久不息 这口井的管口也马上被接上 喷出的石油有了去处 沿着管道汇集进入石油加压区 在那里经过加压 将顺着粗大的输油管道 直抵数十公里之外的输油各岗 旭东矿业集团 王旭东又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看一看文件 看一看近期的报表 关注一下几天 近期的经营情况等等 日子轻松而逍遥 美国境内的油气田 已经成功地开采出了石油 第一船石油也将在明天离港 被运往欧洲地区 王旭东心中这么想着 龙岛的二号油田也在大建设之中 因为这是一座海上超级油气田 建设的工程量和难度稍微大一些 但也将在五一之前成功地开采出石油 国内三座油田 海外三座油田 旭东矿业集团旗下一共有六座油田 且全是超级油田 王旭东心中估计了一下 如果自己的油田全部达到文产 每天开采出来的石油将超过2000万桶 将占据世界石油市场近三成的份额 旭东矿业集团在世界石油市场的话语权 越来越大了 很多需要石油的海外大公司 大企业都知道八戒和讨好旭东矿业集团 王旭东心中这样高兴地想到 东东东 办公室的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听着敲门的力度和节奏 王旭东听出来应该是梁洪波 但似乎又有一点不像 因为门外动静比较大 远不止一个人 王旭东好奇起来 站起来朗声地道 进来吧 得到王旭东的允许 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了 王旭东也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脸上马上浮现出了惊奇之色 1308章金龙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门外的不仅仅只有梁洪波 赫然还有兰河县大铜矿的胡春宝 以及好几名员工 这几名员工很夸张 抬着一件东西 上面盖着喜庆的红色绸布 大家的脸色也是喜气洋洋 看这样子 这是给王旭东来送东西 这是什么 看到门外的情况 王旭东迈步从大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 挥手示意 大家进来 来 将东西放这里 在梁洪波的带领下 在胡春宝的指挥下 大家将东西排了进来 放在会客区的茶几上面 梁洪波更是朗声道 东哥 你猜这是什么东西 你绝对猜不到 为了给王旭东一个大惊喜 胡春宝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且亲自带着几名员工 将东西带到了东海市 送到了王旭东的办公室 梁洪波也刚得到消息 看到这件东西之后 欣喜一尝 马上带着大家过来 敲门进了王旭东的办公室 王旭东的目光 落在这件东西上面 因为盖着红色的绸布 王旭东只看到一个 做工精致的底座 才知应该是小叶子坛的 雕工一流 光这个底座 就是一件不错的艺术品 底座上面摆放着的才是关键 这件东西上面盖着红色绸布 透着几分神秘 梁洪波更是要王旭东先猜一猜 王旭东心情好 也不介意猜测一番 看了看这件东西 又看了看胡春宝 马上想到了什么 这应该是出自 蓝河县大铜矿的东西 不然 胡春宝不会出现在这里 既然是蓝河县大铜矿的 且还值得大家送过来 那估计是贵重金属 这么大块头的 那就是只有一种可能 狗头金 大块的狗头金 王旭东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梁洪波敬佩的道 东哥 您真是料事如神 确实是狗头金 但不是一般的狗头金 春节的时候 王旭东在陈光的陪同 支下去了一趟蓝河县 亲自去大铜矿 看了看 看到了变化巨大的矿区 也为这座大铜矿 聚集了一匹狗头金 大大小小数百块 小的可能只有数十克 大的重达数千克 最大的更是达到了 八九公斤之重 且有好几块造型 非常的独特 其中就有一块 大个头埋藏比较浅 从时间上看 应该已经被开采出来了 难道那是块 重达八九公斤 造型有一点像一条龙的 自然金块 也就是俗称的狗头金 王旭东心中这么想着 轻轻的点一点头 嗯 很有这个可能 王旭东兴致来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马上高兴的到 胡总将红色绸布掀开 让我们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块狗头金 胡春宝心喜一尝 高高兴兴的将这块覆盖在上面的红色绸布掀开 于是一块造型非常漂亮而独特的狗头 金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下面是一个做工精致 宛如艺术品一样的小叶紫檀的底座 上面摆放着一块金灿灿 宛如一条张牙舞爪 造型像龙的狗头金 果然是他 看到这块金灿灿的狗头金 王旭东心中道 这就是自己当初聚集狗头金之中最大的那一块 这造型也是自己通过神级大矿主系统塑造的 太漂亮了 当这块狗头金展现在王旭东的面前的时候 王旭东心中感叹 这块狗头金的漂亮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东西真不错 难怪胡春宝会费这么大一番功夫 亲自从兰河县将东西为自己送过来 王旭东赞扬道 这东西很漂亮 我非常喜欢 正好可以摆在我办公室 用来充当装饰品 王旭东的办公室可不一般 不但面积大 奢华程度也非同一般 办公室之中摆放着的用来装饰的东西 每一件都不简单 不是名贵的艺术品 如名画出自名家之首的工艺品之外 就是价值不菲的古董 也有黄金 玉石等摆件 再加上这块造型独特的狗头金 整个办公室之中又生灰不少 这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 见王旭东很喜欢 胡春宝心中一阵放心 开始介绍起来 老板 这应该是我们国内发现的最大的狗头金之一 重量达到了8.6公斤 造型独特 像一条江耀横空而起的巨龙 自从老板春节到了咱们兰河县大同框之后 咱们就接二连三的开采出了数十块狗头金 小的数十克 大的有几公斤 其中又以这块最大 最漂亮 于是我们给老板送过来了 王旭东满意的点一点头 这件东西王旭东是真喜欢 毫不客气的收下来 用来充当自己办公室的装饰品 作为一件摆件摆放在自己的办公室之中 王旭东招呼梁洪波和胡春宝坐下来 至于其他几名员工 马上悄悄的退了出去 王旭东和胡春宝交谈着 主要询问矿区的情况 如建设情况 开采情况等等 这座矿区在建设之中 再过一两个月将全面建设完成 产量也将达到文产 每天开采出来的成品铜矿石 将在二十万吨以上 高产的时候可以接近三十万吨 也就是说光蓝河县这座铜矿 就能每年开采出七马七八千万吨的成品铜矿石 如果努力一点 达到九千万吨以上 甚至接近一亿吨也是有可能的 这座大铜矿 再加上龙岛的那座大铜矿 旭东矿业集团旗下 一共有两座超级大铜矿 每年开采出来的成品铜矿石 将高达一亿六千万吨以上 甚至可以更多 旭东矿业集团在国际铜矿石市场上 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没有任何一家矿业集团能相比 国内以前每年要进口大量的铜矿石 高达上亿吨之巨 折合金属同超一千万吨 现在则不再用进口 旭东矿业集团能全部满足 且还有大量的铜矿石面向国际市场出口 听了胡春宝的介绍之后 王旭东知道铜矿石市场 基本是旭东矿业集团说了算 蓝河县大铜矿 也不用自己过多的去操心 胡春宝远道而来 还为自己送来了这么好的东西 王旭东客气 中午的时候在世纪皇家酒店设宴 胡春宝有幸和王旭东一起吃了一顿饭 几天之后 许杰从中东地区回来了 许杰带回了不少的好消息 如卫国境内的这座超级油气田 开始源源不断地开采出石油 一口口油井相继投产 大量的石油开始通过万吨级油轮 从卫国的港口被运走 除了一口口油井投产 一口口气井也在建设之中 从进程上看 有很多气井即将开采出天然气 许杰不止去 这座超级油气田待了几天 也在龙岛上住了两三天 主要看了龙岛的建设情况 尤其是龙岛一号和二号油田的建设情况 一号油田不用说 还在进行大建设 几乎每隔上几天就有新油井投产 这座油田每天的产量也从200万桶 提高到300万桶 现在更是突破350万桶 估计最后文产的时候将在400万桶以上 二号油田是一座超级油气田 去年年底开始大建设 到目前已经好几个月 好几座大型海上石油开采平台将快建设完成 数十公里长的海底输油管道铺设工作也完成大半 接近完工 粗大的海底输油管道直径在一米以上 才只采用超级金属一号特种钢材 超级耐腐蚀 这条海底输油管道在海水之中上百年都不会有腐蚀现象 用超级金属一号特种钢材做输油管道 放眼全世界 估计只有旭东矿业集团 如果其他国家知道 估计会羡慕的眼红 为了这种特种钢材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即使从三联特钢集团订购到一些 也是秉着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 哪里有旭东矿业集团这么阔气 许杰带回的一系列消息 让王旭东足足高兴了好几天 心中到不久的将来 龙岛二号油田也将投产了 将开采出石油和天然气 王旭东甚至在估算 自己旗下六座油田全部达到文产之后 每天开采出两千万桶石油 估计太保守了 可能会超过两千五百万桶 时间一天天过去 当到了四月中旬的时候 代表着距离五一只有十几天的时间 盛氏牡丹公司的老板 戴东元很忙 不 整个公司上下都很忙 尤其是那些中高层人员 大家卯足近 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 围绕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王旭东的大婚 一切都要策划好 准备好 事情很多 带东元在忙碌之余 也有一种成就感 很多事情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他们也完全按照王旭东的要求 没有去宣传 一切都在低调进行 就算是东海市的同行 其他几家很有实力的婚庆公司 都知道的不是很清楚 这些公司只知道 带东元他们在筹备一个大型婚礼 但具体为谁筹备的 暂时还不知道 有人似乎意识到这个婚礼非同一般 悄悄地调查了一番 甚至查遍了东海市所有高档酒店 但没有发现什么 因为王旭东的婚礼 没有在东海市任何一家酒店举行 而是放在美丽的龙岛 准确地说是在龙岛上美丽的度假村 刚才 旭东矿业集团方面低调地送来了一份名单 接到这份名单 带东元震撼万分 心中道 无愧是王旭东啊 名单上的名字在带东元看来 一个个简直高山扬指 高不可攀的存在 而这些牛人 一个个全部在王旭东的邀请之列 将来参加王旭东的婚礼 第1309章 请帖 名单很长 足有两三百人 这还是王旭东思考再三 特地控制的结果 不然那就不会是两三百人 可能是两三千人 这两三百人 包括旭东矿业集团的中高层 大约有数十人 如各大矿区 各大油气田的总经理等 此外有山河重工 三连特钢集团的高层们 这也有二三十人 此外就是一些重要 或重磅级的人物 如国内一些巨头 企业的老总们 涉及石油行业 钢铁行业 铁矿石行业等等 也有政府部门的一些重要领导 如矿业部长 陈岳辉等 除了国内 国外也有很多人 在邀请之列 有政要 也有一些大佬 如F国的本沙明 花旗国的萨姆 斯坦迪 魏国的哈桑 王子等等 这些人 哪一个 不是鼎鼎大名 如雷贯耳 难怪带东元 一脸的震撼 这些人的等级和层次 大大超乎出 带东元的想象 也体现出了 王旭东强大的人脉 王旭东已经将名单 派人送过来了 接下来 就是带东元他们的事情 距离五一 还有十几天 他们必须在这十来天之内 将精美的请帖 送到这些人的手上 一个不落 于是带东元 马上召集他的高层 得力助手们开会 商议这件事情 从请帖的设计 怎么送达等等 进行了详细的商议 有一些重要人物的请带 带东元必须亲自送过来 好在王旭东提供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不然带东元还真联系不上这些人 带东元和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旭东矿业集团 办公室之中 王旭东正在将电话打过去 亲自发出邀请 有一些人身份非同一般 除了由带东元亲自将请帖送过去之外 王旭东提前将电话打过去 亲自邀请 义是客气 这不 王旭东将电话打到了彭润伟的办公室 热情地道 彭叔叔 我的婚礼定在五一那一天 地点在龙岛 我到时派飞机到京城来接您 彭润伟早就说了 到时要讨一杯喜酒 见王旭东将电话打过来 他非常的高兴 旭东 恭喜你了 哪里 彭叔叔能来 是我最大的荣幸 王旭东连忙客气地道 两人在电话之中客气一番 将一切基本说好 到时候将有专机 在京城机场等候 不仅仅只是彭润伟 在京城的很多人 大家将乘坐飞机 从京城机场直达龙岛机场 那一天的时候 彭润伟肯定是一身便装 那时他不再是军方的重要领导 而是王旭东和郑晓彤的一个长辈 说好这些之后 王旭东道 彭叔叔 听说咱们已经启动了 国产航母的全面建造工作 不知是不是真的 提起这件事情 彭润伟自豪的语气 就从电话里头传了过来 旭东 咱们国产航母的全面建造 早就启动了 可能明年咱们的航母就会下水 后年就能出海进行海事 这么快 这一切主要归功于 王旭东当初提供的 全套的技术资料 有了这东西 航母的研制工作直接省去 甚至很多验证和试验都用不着 直接按照技术资料 要求开工建造即可 加上华夏本来的强大的工业实力 和经济实力 建造工作肯定不慢 去年年底就已经启动了制造工作 现在好几个月已经过去 进展一直非常顺利 彭润伟也不隐瞒 直接告诉王旭东 航母明年就能下水 王旭东也高兴起来 心中的成就感浓浓的 华夏能有这艘航母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技术支持 自己为军方提供了全套的技术资料 这是双体航母啊 脑海之中浮现出这艘航母的介绍资料 以及一张张的彩图 王旭东也期待起来 心中想到 等航母投入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找彭叔叔 讨一个机会 亲自登上航母 去看一看 两人在电话之中 聊了不短的时间 这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通话 接着 王旭东又将电话打给陈岳辉 陈岳辉已经听闻过 王旭东和郑晓彤定在五一结婚的事情 接到王旭东亲自打过来的邀请电话 陈岳辉高兴一场 旭东 没说的 我一定过来参加你和小彤的婚礼 什么重要事物我都统统推掉 我一定到龙岛 王旭东高兴地道 陈部长 太感谢你了 到时我们有飞机在京城机场 您可以在机场登机 我也会派人过来接您 旭东 客气 我自己到机场就可以了 两人在电话之中客气一番 陈岳辉显得兴致非常高 接着和王旭东聊了起码十几分钟 两人聊了很多关于铁矿石 稀土 石油 天然气等各方面的话题 陈岳辉也在电话之中 恭喜王旭东 祝贺旭东矿业集团 在美国的超级大油田顺利投产 也预祝龙岛二号油田 早日开采出石油和天然气 和陈岳辉打完电话之后 王旭东又一个个电话打过去 发出热情的邀请 不仅仅只是邀请 彭润伟和陈岳辉 王旭东和陈三连是望年之交 两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王旭东也热情的将电话打了过去 接到王旭东的邀请 陈三连显得比谁都高兴 旭东 我听说了 知道你要结婚了 你就是不请我 我也是要厚着脸皮赶到龙岛 参加你的婚礼的 老陈 哪能不请你呢 陈三连高兴得哈哈大笑 爽快地道 旭东 你在武江市也请了一些人吧 将名单发给我 我带他们一起上机 一起到龙岛 不用你操心了 老哥我帮你办了 王旭东还真在武江市邀请了一些人 除陈三连父子之外 还有斗立山矿区 黄塘矿区和鸡鸣山煤矿的三位总经理 邀请的人不是很多 陈三连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一架弯流G550飞机 乘坐十几人没有问题 于是他大包大揽 将这些将要参加王旭东婚礼的人全部带到龙岛 不用王旭东操心 给陈三连打完电话 王旭东又将电话打给山河重工集团的何叶辉 这样的电话一个个打出去 王旭东在办公室之中 几乎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一些好友王旭东会亲自打电话过去 客气地邀请一番 京城 打办公室之中 三大国字号石油巨头企业的掌门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聊着的话题除了石油之外 就是王旭东婚礼的事情 两位 请帖已经收到了吧 孔长安问道 收到了 昨天已经收到了 不然 我们也不会到你老孔的办公室之中来 郭喜平和顾军几乎同时到 几天之前 他们都先后听到了 王旭东将在龙岛举行婚礼的消息 心中还在想 会不会受到邀请去参加婚礼呢 现在好了 不用再有这种担心 精美的情帖已经送到了三人的案头 都是昨天送过来的 在同一天 收到这张情帖 三人倍感自豪 感到倍有面子 郭喜平和顾军更是相约一起到了孔长安的办公室 聊着这件事情 到时咱们一起去 孔长安道 旭东矿业集团包了一架专机 到时会在京城机场等着大家上机 怎么去龙岛 我们倒不用操心了 有包机 这倒方便 三人扬眉吐气的聊着收到情帖的事情 也聊着国内和国际石油行情 三人感到高兴的是 旭东矿业集团在国内有三座超级大油田 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都非常稳定 老郭 老顾 真是不敢想象 我们居然不用再为进口原油操心了 郭喜平也感慨得道 是啊 这一切全要感谢旭东矿业集团 他们充足的原油供应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啊 顾军道 想当年为了进口到足够的石油 我们几乎是绞尽脑汁 甚至不惜在别人面前装孙子 现在终于一身轻 爽啊 三人收到了请帖 又不用为石油进口担心 心中轻松而高兴 在办公室中聊着天 喝着茶 随着王旭东婚礼的临近 收到请帖的人不少 但很多人也没有收到请帖 不免焦急起来 这部武江市政府方面 正在召开一个高层会议 商议的居然是怎么样去参加 王旭东的婚礼的事情 各位 消息已经千真万确 我们应该经过何时了 王董事长将在五一这天 在中东地区的龙岛举行盛大婚礼 大家都一一 我们怎么去参加王董事长的婚礼 武江市的一把手将调子定了下来 他们没有收到王旭东的邀请 也知道应该不会收到邀请 但旭东矿业集团对武江市的贡献如此巨大 他们铁定要去参加 马上有人道参加是肯定的 我建议阵容尽量大一点 主要领导全部去 好好的热闹热闹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在座的更是没有人不想去的 大家都希望前往龙岛 参加王旭东的婚礼 想去参加王旭东婚礼的人 何止是他们 光武江市就有不少人 如武江联合钢铁集团 武江钢铁集团这两家钢铁企业 他们的高层都在开会 商议参加王旭东婚礼的事情 王旭东不想将事情搞得太大 严格控制了人数 收到请帖的人 仅仅两三百人 现在看来 很多没有收到邀请的人 都想去参加王旭东的婚礼 第1310章热闹的龙岛 五一这一天临近了 王旭东去了京城 将在京城街上郑晓彤 以及郑家的众人 从京城乘坐飞机前往龙岛 因为婚礼临近 郑晓彤在一个星期之前 就回了京城 王旭东亲自送他回去的 作为郑家的公主 他肯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等待着王旭东来接他 东海市 世纪皇家酒店可热闹了 旭东矿业集团 旗下各大矿区的总经理们 全部到齐 集团总部各部门的总经理 再加上一些矿区的副总们 人数足足数十人 用梁洪波的话说 集团就算是开年度大会 都没有这么齐过 大家一个个喜气洋洋 全部正装 皮鞋擦得能照住人影 一个个心中微微激动 期待着明天前往龙岛 对 明天的飞机 大家将在东海国际机场登机 直飞龙岛 消息在旭东矿业集团内部传开了 很多员工都知道 老板在五一结婚 很多人心中充满羡慕 心中想到 如果能去一趟龙岛 参加老板的婚礼 那该多好啊 东海石化集团 他们的董事长韩新光 正在焦急地打着电话 早在几天之前 他就听闻了 王旭东将大婚的消息 他很想参加 王旭东的婚礼 只是一直没有收到情帖 只能将这种想法 压在心中 暂时再观望两天 现在正式的消息 已经传来 旭东矿业集团的 数十名中高层齐聚 准备明天启程 前往中东地区的龙岛 他还得到消息 王旭东已经去了京城 旭东矿业集团 将由梁洪波和许杰带队前往 现在韩新光真急了 他想参加啊 能参加王旭东的婚礼 不但是一种十分荣耀 和十分骄傲的事情 也是一个感谢王旭东的机会 东海石化集团能有今天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旭东矿业集团的帮助 正是有了充足的 优质的原油供应 东海石化集团 才发展的顺风顺水 每年从旭东矿业集团 订购的石油超过一千万吨 这个大的订购量 东海石化也极具实力 韩新光居然没有收到邀请函 顿时 韩新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甚至在心中想 难道是因为 自己儿子韩智的事情 这么一想之后 脸上的冷汗几乎下来了 如果真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就更要去一趟龙岛 向王旭东祝贺一番 借此弥补彼此之间的裂痕 韩新光这是想多了 韩智的事情 王旭东还真没有过多的放在心上 事情在王旭东的心中已经过去了 王旭东没有邀请韩新光 那是因为韩新光稍显分量不够 排除在了名单之外 考虑到正家的特殊性 王旭东将邀请人员控制在 两三百人左右 很多像韩新光这样的 石油企业的老总 钢铁企业的老总们 王旭东都没有邀请参加 国内的石油企业老总 只邀请了三大国字号巨头的老总 钢铁企业的老总 也只邀请了国内十大钢铁企业的老总 倒不是说王旭东 带着有色眼镜看人 将别人分为三六九等 而是实在不想将动静弄得太大 需要考虑对正家的影响 韩新光明显误会了 以为王旭东介意韩制的事情 脑门子上的冷汗都差一点被吓出来 连忙焦急地打电话 悄悄地联络了一些石油行业的老总们 大家准备 大家准备相约一起去龙岛 向王董事长祝贺欣喜 东海国际机场 一架波音737客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即将起飞 这是一架包机 大部分都是旭东矿业集团的人 全是去参加王旭东婚礼的中高层人员 旭东矿业集团有自己的飞机 但那架弯流G550飞机不能 一次性乘坐这么多人 梁洪波都开玩笑式地说了 看样子集团要买一架大型飞机才行 不然将来举行什么活动 飞机坐不下 大家高兴地哈哈一笑 在大家高兴的笑声之中 飞机起飞 离开东海市国际机场 朝着中东地区飞行 数个小时之后 飞机抵进龙岛 大家快看 已经能看到美丽的龙岛了 飞机已经在降低高度 正朝着龙岛机场飞去 透过机舱玻璃 能看到蔚蓝大海上美丽的龙岛 哇 真的呢 很多人透过玻璃朝下面看去 居高临下 将海面上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透过薄薄的云雾 能看到横卧在蔚蓝大海上的岛屿 大家早就听闻过龙岛的大名 但绝大部分人是第一来这座岛屿 看到这座岛屿之后 高兴的惊呼声接二连三的响起来 泽泽真的像一条巨龙 龙岛名副其实非常的形象 在大家的惊叹声之中 飞机终于将高度下降到了千米之下 对着龙岛机场的跑道准备降落 现在的龙岛机场已经全面完工 这是一座高标准的国际机场 设计和建设的非常漂亮 尤其是航站楼 极富艺术气息 我们到了 龙岛 我们来了 大家欢呼着 哪里还有一名中高层的样子 倒是兴奋的一个个像小孩一样 作为领队的梁洪波和许杰微微一笑 大家走下飞机 梁洪波注意到了 自己似乎不是第一批来的 在机场的停机坪上 已经停着好几架飞机 梁洪波心中想到 难道有人比自己还要快 现在是4月28日 距离5月1日还有两天 旭东矿业集团的人到了 且并不是第一批到了 然后 不时的有飞机在龙岛机场降落 从飞机上走下一批批的人 这些人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也有黑头发 黄皮肤的华夏人 随着大量的人到来 哪里只有两三百人的样子 近到28日晚上 抵达龙岛的人就超过1000人 凤凰大酒店 这是龙岛凤凰城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也是一座高标准的 超五星级大酒店 这座酒店已经完全建设完工 并投入了使用 里达龙岛的宾客被安排在这里 苏江龙负责接待工作 第一次来到这座酒店 苏江龙暗暗惊讶 这座酒店的奢华 大大超乎苏江龙的预料 这里比世纪皇家酒店还要豪华几分 王旭东不缺钱 这座酒店建设的自然极尽奢华 客房之中的水龙头都是镀金的 铺在客房的地毯都是名贵的手工地毯 酒店的一切东西都是世界知名品牌 如客房的一套拮据 估计就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这么奢华的酒店 这么多的客房 苏江龙心中想到 这里足够了 来再多的人也住得下 但没有多久 苏江龙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前来龙岛的人数之多 大大超乎了苏江龙的预料 近到28号晚上 抵达并入住凤凰大酒店的人 就高达一千多人 29号 30号呢 苏江龙不得不重视起来 心中甚至有一点担心 照这样下去 估计会有数千人抵达龙岛 老板的面子真大 只请了两三百人 结果可能会来数千人 梁洪波和许杰等 也入住了凤凰大酒店 身为旭东矿业集团的高层 两人入住的都是奢华的总统靠房 站在房间之中 透过窗户玻璃居高临下 能看到外面美丽的景色 傍晚时分 华灯初上 整个凤凰城已经灯火辉煌 梁洪波心中想到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龙岛了 这里的变化真大 明天我要到处看一看 到处走一走 第二天也就是29日上午 一辆豪华大巴 数辆小车离开了凤凰大酒店 车上乘坐的全是旭东矿业集团的人 大家先是游览美丽的凤凰城 看到宽敞漂亮的街道 一栋栋崭新的漂亮的建筑 很多人欢呼 游览凤凰城 参观龙岗 欣赏岛上的美丽风光 大家不亦乐乎 充满了喜色 很多人心中想到 这就是传说之中的龙岛 龙岛也热闹起来 抵达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凤凰大酒店满了 度假村酒店满了 全部爆满 没有一间空房 幸好苏江龙预料到了这一点 早有准备 后面来的那些人 全部被安排在凤凰城 刚建成的住宅小区 这是高档小区 精装修房 拎包就可以入住的那种 本来是为旭东矿业集团的员工们准备的 在员工们入住之前 这个住宅小区 暂时客串一把酒店的角色 大家抵达龙岛 马上为龙岛的美丽所惊呆 很多人迫不及待地 游览和参观龙岛 龙岛除了它的美丽和热闹之外 也充满了喜庆 整个龙岛几乎都被布置一番 到处是鲜花 到处是彩球 尤其是龙岛的度假酒店 有9999朵 玫瑰拼成的巨大的新型图案 很吸引人的目光 龙岛机场的停机坪上 停了不少的飞机 这个时候 一架巨无霸飞机 正朝机场飞来 开始在机场降落 这是一架空客A380飞机 号称移动的宫殿 飞机停稳之后 从飞机上下来一大群人 赫然是王旭东和郑晓彤 也有杨红和王岳兰 还有刘宇和郑伟伟 以及郑家的长辈们等等 走下飞机 看到机场这么漂亮 停了这么多的飞机 刘宇夸张地大喊大叫起来 东哥 姐 这就是龙岛机场 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王旭东和郑晓彤相视一笑 大家也到了 第1311章大婚大结局 大家一行人下车 红红的地毯扑射起来 彩球 仙红 车队 迎接的人群等等 显得热闹盛大 喜庆 东哥 老板好 以梁洪波为首 大家朗声地喊起来 前来迎接的 不止仅有旭东矿集团的人员 还有很多前来参加婚礼的嘉宾 数量起码两三千 整个机场巨大的停机坪 几乎全是人头 王旭东和郑晓彤 牵手走在最前面 王旭东一身正装 顶级的手工西装 皮鞋 领带 整个人显得非常的帅气精神 郑晓彤也打扮得漂漂亮亮 和王旭东一样 胸口佩戴着一朵小红花 两人的身后才是郑家的人 以及王旭东这边的亲戚等等 砰砰的礼花响起来 五彩缤纷的礼花碎屑 落在大家的头上 身上 人群之中 有人注意到了 郑强 郑明兄弟 于是心中一阵震撼 顿时明白了 郑晓彤的真正身份 原来这是郑家的公主 不知郑其荣来了没有 心中这么想着 这些人就伸长脖子 垫着脚尖 可惜在人群之中 没有看到郑其荣的身影 王旭东的目光 从大家的身上扫过 心中道 我的老天 这么多人 这么热闹 这真有一点 出乎王旭东的意外 因为他本来 只邀请了两三百人 而这里看上去 两三千人都不止 郑晓彤高兴的道 东哥 人真多 真热闹 他的心情高兴 哪个女生 不希望自己的婚礼 热热闹闹 看到这么多人 郑晓彤心中 一阵欢喜 王旭东也是一样 既然大家 这么热情 递跑到龙岛 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那就都是贵宾 必须一礼相待 再砰砰 想起礼花声中 在热烈的掌声之中 大家一行人 沿着红地毯 走到了车队前面 穿着统一服饰的车童们 打开车门 大家一一上车 这是数十辆豪车 统一一个型号 世界顶级豪车之一 每一辆都上千万 光这只车队 就价值数亿 能拿这么一只 车队出来结婚的 估计不多 大家上车 车队启动 在掌声之中 缓缓地离开机场 出了机场之后 沿着漂亮的百游公路 朝着凤凰城行驶 行驶在公路上 看着两侧 郁郁葱葱的植被 很多人心中想到 龙岛真漂亮 宛如一座大花园 车队仿佛在花园之中穿行 当车队进入凤凰城的时候 连郑明都惊异起来 他曾经听王旭东 介绍过龙岛上的情况 但实际看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眼前是漂亮的凤凰城 这条主干道 好像是十二车道的 一直宽敞 漂亮 绿化工作也一流 主干道两旁 是一栋栋崭新的 非常漂亮的建筑 不久之后 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凤凰城两条主干道 在这里垂直相交 城中的两大地标性建筑 就位于广场的两侧 凤凰大酒店 设计漂亮 极具特色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这是一座豪华的高档酒店 起码都是超五星级的 如果要真正的对它 进行划分标准和等级 它应该是六星级 甚至是传说之中的七星级 另外一栋则是高耸的甲级写字楼 旭东矿业集团 中东分公司的总部 肯定将在这里 刘宇也说了 大宇远阳海运集团的总部 将搬迁到这里 郑伟伟也表示 东方石油集团 中东分公司的总部 也将设在这里 车队并不停留 从凤凰城之中穿城而过 车队已经出城 很多人的心中还在回味 刚才看到的凤凰城之中的一切 车队沿着漂亮的百游马路 继续行驶 大约数公里之后 大家就看到了 前方是一片山区 在半山腰上有一片别墅群 在苍翠大树的掩衬之下 别墅群显得非同一般 其中又以一处别墅鹤立基群 显得非常突出和显眼 这是为王旭东准备的大别墅 也是这里最高档次最高的别墅 大家给这栋别墅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龙宫 可见这栋别墅的不一般 别墅占地很大 有围墙 有前后花园 有私人泳池等等 别墅大门前还非常的开阔 车队行驶到了别墅大门口 哇 东哥 这是你别墅 太漂亮 太大了 一下车 刘宇就这样毫无形象地大呼起来 旁边的一阵善意的大笑 郑明也点一点头 旭东 这里准备了你和小彤的婚房 嗯 真不错 王旭东邀请大家进入别墅里面参观 进来之后 大家的眼睛纷纷亮了 里面的奢华程度大大超出了大家的预料 尤其是那些名贵木材打造的家具 如郑明就用手从一张大桌子上轻轻地扶过去 感受到了这种木材的名贵 心中想到 这是小叶子坛 王旭东和郑晓彤到了龙岛 亲朋妻友们也全部到齐 整个龙岛火爆而热闹 大家心中期待着即将举行的盛大婚礼 五月一日清晨 美丽的龙岛从香甜的熟睡之中醒来 仿佛一下子就充满了活力 喜庆热闹和欢乐 位于龙岛岛尾的度假村更是喜庆的焦点 被布置得宛如童话世界一样 无论谁到了这里 一下子就感受到这种非同一般的喜庆气氛 今天的主角是王旭东 长长的几乎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队 沿着漂亮的环岛公路行驶 环岛一圈之后 车队抵达美丽而喜庆的度假村 王旭东牵着郑晓彤的手 缓缓地走着 王旭东挺直了胸膛 仿佛在告诉大家 今天我结婚了 当地时间上午十点整 盛大的婚礼正式开始 面对这样的场面 两名见惯了大场面的婚礼 主持居然有一点紧张 连忙悄悄地深呼吸一口 努力调节着自己的心情 因为他们知道 今天结婚的是王旭东 世界首富 前来这里参加婚礼的嘉宾 更是一个个不简单 不能有半点差错和紧张 婚礼开始 震天的礼炮声响起 然后很多人抬头朝天空看去 赫然看到了一支直升机编队 正朝这边飞来 势力好的人 看到了直升机拉着的巨大的横幅 上面写着小童 我爱你 这样的大字 直升机编队进了 这几个大字就看得清清楚楚 天空之中更是下去了一阵花瓣椅 这是玫瑰花瓣 据说为了准备这些玫瑰花瓣 用掉了无数的玫瑰花 在王旭东和郑晓彤 一起交换婚戒的时候 婚礼的气氛达到顶点 看清这一对婚戒 在注意到郑晓彤身上的首饰之后 很多人才心中想到 不愧是旭东矿业集团总裁的婚礼 真有钱 真土豪 光这一套首饰 估计已经超过了十亿华下壁 婚礼的盛大 奢华 隆重 让很多有幸参加 这次婚礼的人终生难忘 若干年之后 聊起王旭东的婚礼 大家的脸上只有自豪 心中只有敬佩 王旭东也非常的明智 没有将婚礼放在国内 不然 这样的奢华程度 再加上王旭东 旭东矿业集团总裁 世界首富的身份 瞬间就会将整个国内舆论点报 各大新闻媒体会争先报道 这里是龙岛 也没有邀请任何的媒体记者 就算是婚礼奢华到了极点 国内也不会有什么报道 低调 而极尽奢华 中午盛大的婚宴放在度假村酒店 和凤凰大酒店同时进行 数千人一起用餐 这盛大的场面 估计也只有在王旭东的婚礼上能看到 吃饭的时候 大家再一次佩服王旭东的土豪 很多菜品用的都是名贵食材 婚宴完全成了舌尖上的盛宴 尤其是那些国外嘉宾们 他们大呼美味 看着样子 差一点连舌头都吃下去了 傍晚时分 夜幕开始降临龙岛的时候 盛大的烟花漂亮的在龙岛上空绽放 美轮美奂 让海外有人们深深的震撼 也深深的认识到了 华夏烟花美丽的宛如梦境一样 龙宫大别墅之中 主卧室很大 足有一百多平米 在极尽奢华之中也透着浓浓的喜庆 红色成了卧室的主色调 这是王旭东和郑晓彤的婚房 光为这间婚房的准备 听说就准备了将近半个月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里也让王旭东万分的满意 招待完宾客 两人终于可以安静下来 站在卧室的大窗户前面 郑晓彤一脸幸福的靠在王旭东的怀中 说着悄悄话 王旭东则轻轻的抱着郑晓彤 耳边感受着自己妻子的吐气如蓝 眼睛感受着窗外天空之中美轮美奂 也能清晰的听到烟花在空中绽放的声音 老婆 我们结婚了 王旭东改口 没有称呼小童 而是叫起了老婆 郑晓彤轻轻的点一点头 轻声的幸福的道 嗯 我们结婚了 王旭东拉上厚厚的窗帘 将郑晓彤温柔的抱起来 朝着大婚床走去 老婆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干活了 为了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努力 郑晓彤一顿粉拳 轻轻的打在王旭东的胸膛上 脸上因为幸福到了极点 白里透红 非常的漂亮 全书完 现在给了一份评论心 轻轻的打开